保清单,作者马国庸,演播爱宝梁 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 它经历许多代人的呵护与大魔 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的积淀 慢慢的,这传承也如同古丸一样 会裹着一层幽碎原熟的包浆 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无懂有情,传承无知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穴之中 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 甚至成为他们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 在我去见老嘲讽的路上 我身体里那许家潜藏千年的精神开始觉醒了 它躍动着,沸腾着 仿佛要向我诉说着什么 这不是言语上的表达 而是一种超越了时光束缚的共鸣 它要讲的故事很长 传递给我的却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那些曾经的人,那些曾经的士,以及那些传奇的古玩 浓缩成了一瞬间的感动 让我在奔跑的途中突然停下了脚步 按住了胸口,我抬头望向了天空 我虽无法感知细节 但是我知道 这是一个关于我祖父许一诚的故事 一个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传奇 这是民国十七年的五月下旬 北京正当春夏之交 满城的槐树都开了花了 这时节天气渐热 最意气大意 民间的忌讳最多了 几壶窗 几班家 不剃头 不晒床 都指望着到端午那天啊 避了毒恶才能够整治这些东西 所以老百姓呢 都叫恶五月 一到了这个月份啊 记准儿得有点腰额子 今年大暑未起 倒来了一阵大风 这个风 张牙舞爪 声势吉他 裹挟着漫天的沙尘 盖过了 弹这寺 罩住了香山 一路是浩浩荡荡 往城里头风惯 一连好几天不停心 那可真是尘埋碧日 触目皆黄 整个四九城 都跟那个放久了的老照片似的 灰蒙蒙的天 灰蒙蒙的地 灰蒙蒙的城墙 那街上走的都是灰蒙蒙的行人 罗马 搞得人这个心里头啊 也是灰蒙蒙的 北京每年都刮沙尘 可多是在春天 可是今年这风 它格外的邪性 居然呢 挑在了恶武院 老辈儿的人说 说这风有来历 叫做黄沙风 那是专门可黄上的 崇祯爷上吊那年 北京刮过一回 袁世凯死那年 也刮过一回 那再往后呢 宣统帝被冯玉祥 撵出紫禁城那年呢 这风又来了 所以 今年黄沙风一起 又赶上这个恶武 北京这老人心里啊 就犯嘀咕啊 哎哟喂 不是这个 是不是又要改筹换代了 这个 黄沙风 黄沙风 手里抱着个 宝兰皮的包袱 顺着天坛根 一路往西 亮亮腔腔的跑 在这样的大风天里 又是顺风前行 饶使他十七八岁的 精壮身子骨 那都得 弓着腰 低眉练气 稍微啊 这个步子跑快了点啊 一张嘴 那满嘴都是沙子 一喘气 一鼻子灰 可是事情急啊 这黄沙风 哪顾得上抱怨这个天气啊 他把这个沾帽眼 拉得更低 脚下是片刻不停 刚过虎房桥 这个风又起来了 比胭脂粉 还细的 这个黄土面啊 洋洋洒洒的 飘旋而起 顿时散成了遮天蔽日的图 别说远处的那个前门塔延 和近处的那个大十二那招牌 就是街对面拴的那个罗马 您隔几步都看不清楚 黄客武眯着眼睛 只顾低头狂奔呢 不提防 前头突然从土屋里冒出人影 他收不住步子了呀 哎呦 跟这位啊 重重的撞了个满怀 黄客武身上有功夫啊 往后退了几步 哎呦 他把这个装拿稳了之后啊 一看可对方却倒在地上了 黄客武赶紧俯身去掺 刚一毛腰 不由得暗交一生不好啊 那位身上穿的可是 蓝灰的军装啊 头上砸这条脏兮兮的绷带 手里边还拿着一杆 聊十三式的步枪 凤天兵 这凤天兵 是张作霖带来的 关内的东北军 这军纪很差 老百姓私下里呀 都管他们叫胡子兵 自到十七年初 南北再次开战以来 张大总统在山东 河南的战事一片迷烂 被发军一路北上 北京城里这个凤军的伤兵啊 就越来越多了 上都不管想啊 这些伤兵的手里 处理一条枪 就什么都没有了 于是就三五成群 防人就抢 建殿就砸 警察都不怎么敢管 黄克武不愿意在这多事啊 弓了弓手 匆匆的出声 哎呦 这个抱抱抱抱歉 抱歉 一转身 想趁着这个沙尘天溜走 不料这个凤天兵 从地上爬起来 哗啦一声 把这枪栓就给拉上了 那手里的步枪 对准了黄克武 厉声的喝道 骂了个巴子 撞了老子 你还想走啊 黄克武只好是原地站住了 这个凤天兵一瘸一拐的过来 劈头给黄克武一个大耳瓜 小兔崽子 你眼睛让狗给吃不上 黄克武咬着牙 等着那个枪 一声不吭 凤天兵斜着眼儿 看着他身上的包袱 眼睛一亮 嘴里头又喊起来了 哎 老子怀疑你是叛军的奸戏 开包 进场 伸手就要去拽 这个包袱 那可是干析重大呀 黄克武 哪能让他碰啊 身子都一转 轻轻的就避过去了 凤天兵大怒 骂了一句 不识台语 台枪就要抠动扳机啊 黄克武情急之下 上前了半步 右手抓起他这个枪管 朝上这么一台 左手瞬间如电 一记手刀切中了他这个脖子 砰 枪响了 可这子弹 擦着黄克武的头顶 飞上了半空了 这凤天兵呢 也软软的昏倒在地 黄克武摸了摸脑袋 这脸都白了 自己要是慢半步 恐怕已经被莫名其妙的打死街头了 这堂堂帝都 守善之地 说什么时候已经乱到了这个地步了 黄克武愣了几秒钟 他没人想起来了 自己啊 还有要事在身 急忙丢开了步枪 把这个包袱 重新背紧了 一转身 钻进了满天的黄沙之中 过不了多时 几个隐隐绰绰的行人靠近了 见这个凤天兵昏迷不醒 就一轰而上 把他那衣服扒了个金光 那个枪也给扛走了 黄克武摆脱了凤天兵 一路跑过了宣武门 直到楚库营胡同东头的那个太原会馆的这个门口啊 这才停下来 这段距离可不近呢 他就觉得这个肺里头 跟浇了一勺开水似的 腊心腊肺 不由的 稍稍停下来 双手扶着膝盖似的 这一天气 一抬头 看见一个戴着圆块眼镜的白净的后生 站在胡同口 那歪脖老怀树下 显然已是等候多时了 就见这后生说 哪来了 黄克武小心翼翼的 把蓝包袱皮捧好了 又爱惜的摸了摸 这一路上 我这可真不少啊 差点给弄坏了 黄克武正要解开 白净后生 冲他丢了个眼神 示意他不要出声 黄克武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呢 在这个太原会馆附近 感情站着不少巡警呢 他们三三两两 站在黄尘之中 就像是 午夜坟地里的阴魂 看不清形体 相貌却套过着他们 淋淋的恶意 白净后生压低了声音 嘱咐说 慢慢走 不要跑 不要回头 说着 两个人 并着肩 就往这个糊涂里头走 走了有十几步吧 黄克武急不可耐地就问 刘一鸣 到底出什么事了 被叫了名字的这个年轻人 扶了扶眼镜 吐出了四个字 大难临头 什么 黄克武器的 猛推了他这个肩膀一把 不是 我可是跑了半个北京城啊 我还差点挨枪子 不是 你能不能一回就把这话说完了啊 不是 到底谁要对付五脉啊 刘一鸣知道 这家伙性子急 叹息了一声 又吐出三个字 吴邪文 黄克武一听这个名字 不由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什么 吴邪文 刘一鸣点了点头 吴邮文 是京师 警察厅 真机处长 奉系军阀 在北京城里的 一条恶狗 为人士 阴毒狠辣 动辄将人灭门破家 外号 吴邪文 去年 警察厅在西郊民巷 京师看守所 搅死了二十几个共产党 据说 为首的李大钊 那就是吴邪文亲自动的手 前年 京报主编 邵飘平被枪决啊 那也是吴邪文下令执行的 他手里那个人命 只怕比府前街南边那个乌鸦还要多 这老百姓 这老百姓一提他这名字 没有 多说的 黄克武放慢了脚步 一脸疑惑的说 不是 他抓人 咱们五脉健保 咱跟他是井水不犯河水啊 不是他想干什么呀 刘一鸣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呀 你整天练武 偶尔也该看看报纸啊 国民革命军已经打到山东了 张作霖在北京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盛传 要跑回东北去了 吴邪文是张作霖的走狗 做了这么多的恶事 主子要走 他也欢了吗 哦 我说 那他不会是临走 想抢咱们的古董吧 不是抢 而是卖 刘一鸣 咬着这个卖字 这脸上的表情啊 都是讽刺 黄客 我知道 这个家伙 是个说一藏食的慢性子 就催着他说 哎呦 我说 您 您就别卖关子了 行不行啊 您快说 快说 怎么个卖法 刘一鸣抬手 一直这个胡同牵头 他 今儿过生日 请了京城里有名的几十位商人来复售 他还说 说自己无心仕途 准备归隐家乡 说他手里头有几件上好的古丸 愿意忍痛割爱 转赠给有缘之人 明白了吗 嗯 不是 不是 这刘一鸣说话呀 总喜欢这个 啊 鸭尾 带个反问的音 不是 就像是个教训学生老夫子似的 黄口 我这眼睛都瞪圆了 不是 什么呀 什么忍痛割爱呀 这不就是拿假货来讹钱吗 这个 刘一鸣呵呵的一阵冷笑 谁说是假货呀 人家吴阎王 请了咱们五脉 要当场鉴定估价啊 一事公平嘛 黄克武停下了脚步 神情骇然 这才明白 刘一鸣说的这个大难临头 是什么意思 五脉 是京城古董界的泰山北斗啊 刘 许 黄 固 药 这骨鸣啊 巨为利夺 明眼梅花 长的 那是整个古董行的呢 这个眼啊 钉的是 剑宝界的这个心啊 吴阎王 请五脉来鉴定 那显然是打算借明眼梅花这块金字招牌 把这个价格给抬上去啊 对五脉来说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两难的这个局面 吴阎王摆明了要用赢品讹人 你五脉 要实话实说 吴阎王一翻脸 那你就是灭顶之灾 可是你要是昧着良心 把这个假的说成真的 贱的抬成贵的 你五脉的金字招牌 那就撒了 这以后谁还敢找你啊 哎呦 左右都是死路一条啊 不是这根本就是一个绝户局啊 这个 黄克武咒着没 那 那家里派谁来长眼呢 刘一鸣嘲讽的一样书笔 沈族长 邀伯父 你二白 我三叔 来了十几个人呢 家里的高手都到齐了 这会儿正在二郡宅子里商量 到底该派谁去呢 你推我 我推你 半天也没个章程 这家的人 没个有担当的 刘一鸣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的厌恶毫不掩饰 黄克武脑子里浮现出的情景 是一群 关在铁笼子里的猴 做猴脑子的大师傅 拎着菜刀这么一过来 这猴互相推起的 拼命的把这个同伴往外推 他无可奈何的又说了 哎哟 大刘啊 一桌也多呀 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刘一鸣在他们这一辈里 那算是深有谋略的 平时这鬼桌也不少 黄克武最信得过他 可哪想到 这刘一鸣也摇了头 哎呀 这个局面嘛 谁来也救不了了 不是 黄克武愤愤的说 这张作霖可要完蛋了 我就不信他无言王 敢这么嚣张 大不了给他拼了 可刘一鸣给他泼了一头的凉水 就算张大帅明天就走 无言王想收拾咱们 一晚上就够了 人家手下几百个带枪的警察 您五脉什么呀 就是一群书生 您拿什么跟人家拼呢 嗯 不是 这 这 黄克武还真给问住了 瞪着眼睛 噎了半天 一拳砸在了这个胡同儿的墙上 半截人丹广告 跟那个砖瓶 劈巴拉就往前掉 刘一鸣 拿下眼镜来 用一脚擦了擦 老气横丘地塌了一口气 哎 大争之事 笔不如枪 五脉传承千年 也许就到了今儿了 不是你别瞎说 整不整啊 这多不吉利啊 黄克武锤了他一拳 可是这个权势呢 是虚的 刘一鸣 平日里车水马龙 到垂花门 两吨爆骨石 两扇漆黑的铜桓大门紧紧地背着 两个凤天兵守在两侧 看着姿势啊 就好像目前摆的那个阴森的石像似的 一股难以言喻的这个杀气浮在宅子上空 就连这个黄沙风都吹不散啊 这警察都被派到了胡同口了 守门的呢 那是凤天兵 哎哟喂 看起来呀 这吴玉文今天是铁了心了 他一定要以示压人了 守门的士兵早接到了指示 今天吴队长的寿宴 来的兵客是许静不许出 他们看见刘黄这俩人到了 也不阻拦 一推门让他们进去 两个人绕过了照壁 进了院子 黄客屋就是一愣 这么大的风 这院子里居然还摆了七八张早牧园桌 这个桌子上面潦草的摆着一壶茶 挤盘国品 这大风一起呀 落满了灰土 也没人碰 每张桌子边 都坐着五六个人 个的个愁眉苦脸 锤坐在椅子上也不言语 就好像是个泥雕似的 没有知客的官司 也没有戏班的唱曲 只有十来个士兵 站在东西两厢门头 擦着枪抽着烟 不怀好意的盯着他们 就好像是那个猫啊 盯着那个老鼠 刘黄尔人从席间穿行而过 黄客屋左右的沾望着 能认出啊 差不多有七八成的熟悉人来了 那都是京城里叫的上号的大商人 说这些家伙平时里穿的那都是绸缎 今天特地都换了身布衫 那点小心是不言而喻的 本来啊 这些大商家的背后 那都有政界的靠山 吴玉文平时是不敢惹的 可是如今局势大乱 那帮的高官自顾不暇 哪有空管这些人呢 吴玉文自己打算一跑了之 他就不怕得罪人了 所以才想把他们拘过来 做笔一锤子买卖 黄客屋虽然酣痴 脑子不笨 这个局面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忽然一个人从席间猛然站起来 奉天兵们的长枪哗啦一声都抬起来了 那个人吓得连忙抬起双手 连声的解释 我就是说个话 说个话 然后扯住了刘一鸣的袖子 刘一鸣认出来了 他是郑德祥的老板 跟自己啊 算是半个熟人吧 就客客气气的说 有 王老板 你有事啊 王老板 面带焦虑 刘一鸣说 这不是还在里头商量他吗 王老板突然一拱手 刻意的提高了声音 让周围的一群兵客都能听见 是 明眼梅花里头这个名头 那京城是人人皆知啊 对不对 去尾村真 明察秋毫 那是半点不贵含糊的 对了 有他们在 哎 咱们打就会儿啊 尽可以放心了 周围的泥塑们听到了这个话 也好像纷纷的活起来了 七嘴八舌的也都夸赞起来了 刘一鸣听出来了 这帮商人不敢顶撞吴玉文 只好像五脉施加压力了 刘一鸣也不多说 只向四周一攻守 各位 我拜 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公道的 然后拽着黄克城赶紧往里走 过了月门 黄克五弟兄说 哎 你说啊 就这吴玉文 他直接要钱不就得了吗 何必打什么古董买卖的喜好啊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这不是 刘一鸣说 那算敲诈 现在这是做买卖 估价的是五脉 他照价收钱 挨骂的 是咱们 咱们在前头顶着 哼 无言望这个分寸 拿得很准 黄克五脉 黄克五又满月 唯有 大刘啊 你看得清明了 这个 可有什么用 这个没用啊 所以 以后你别老催我说 刘一鸣 仰手望天 口气悠悠 多说无意 嗯 说话之间 两个人进了二进的小院子 这个院子里没有圆桌 只有几条长凳子 十来名长山男子 或坐或站 有的背着手 在这个院子里边躲着步子 黄克五扫了一眼 老太龙中的族长沈默 端坐正中 默然不语 旁边 一个四多岁的长山男子 面无表情 覆手而立 五脉各家的长辈 围在此中 还有几位 被族里既厚望的年轻高手 在后头掺着 这五脉的精英嘛 差不多都到齐了 这些人夹刀一喜的学问 能把吴亦文 修出几条大街去 可人家手里有枪嘛 所以 这些人 只能在这个小院里边 作困愁成了 刘一鸣走了几步 突然轻轻的发出了一声 他似乎觉出什么异样了 黄克五侧着头就问他 怎么了 刘一鸣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他出去接黄克五的时候 这些人正争吵不休的 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安静下来了 他们这个神情虽然还是愁眉不展 但是眉眼之间 可是带着一些微妙的 如是重负物的这个表情了 这才离开短短的十分钟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刘一鸣一道大气 看到刘一鸣黄克五来了 众人让开了一条路 两个人走到组长沈默的跟前 黄克五把包袱借下来 一躬身 大爷爷 东西送到了 沈默双手拄着拐杖 低垂的眼皮 只是微微的扯动了一下 他旁边的那名男子开口说话 那就往里送吧 别让人等急了 说话的人叫耀慎行 他本家精通瓷器 其他几行呢 也是十分的精通 此人长袖善武 擅长街交人物 是组里公认的下一任组长的人选 他代表组长发号适令 那是正常的 刘一鸣眼神一瞇 耀慎行这个话听着有意思 王李松 怎么说 家里派去给吴玉文长眼的这个人选 已经定了 黄克五站在园里 可没人接他手里这个包袱 那些精英人物都不经意的把这个脸别过去了 装看不见 耀慎行说了 把这个包袱往里送 可是没明确提出让谁去送啊 刘一鸣心中冷笑 家里的这些长辈一贯如此 他们怕会被连累 连送包袱都不敢 他一扯黄克五的这包袱 老黄 没听到组长说吗 咱们走 刘一鸣的三叔说话了 一鸣 喂 你去凑什么热闹 旁边的黄克五二白也挟着眼睛说 你家刘一鸣不去 凭什么让我们家克五去 这俩人眼看就要争起来了 沈默不耐烦的顿了一下拐杖 搞什么仇啊 一鸣啊 克五啊 你们一块去吧 你们年纪轻 让人家也不会为难你们 刘一鸣耸了耸鼻子 他一分钟都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个院子里待着 一拽黄克五 两个人并肩离开了那群各怀心思的人群 来到了三禁院 刘一鸣弟兄说 大黄 看见了吧 这就是五脉现而今的德行 刘一鸣难得的从神色里走出了那么几滴积翻劲了 黄克五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了 他只好说 哎呀 长辈有长辈的技巧吗 别生气 刘一鸣抬起了头 他们的技巧 他们的技巧就好比这天灰蒙蒙黑压压叫人窒息 头都得了算了 算了不说了 他一抬腿静止走入了三境 黄克我愣了一下 连忙就跟了过去 这个宅子一进招待富商 二进招待无脉 再往离 走过一个小门 就是微闻的内宅了 朱七门半开 两只防风的大红灯笼掉在了两侧 如同一头陶铁 瞪圆双眼张开发髓 等着那吞食呢 黄克五瞪的眼睛 抬头望了望天空 仍然是一片昏黄混沌 昼夜难分 黄克五瞪人们 哎 你猜 会是谁在里头啊 刘一鸣扶了扶眼镜 半是嘲讽 半是感叹地说 否论谁在里头 他这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 可惜啊 他替五脉受过 哎 咱们两个年轻后生 给他送刑 他虽然只是家中年轻一代的子弟 见识 那是集中 对我外来说 这一次绝户局 唯一的破法就是壮士断案 只派一个人去建保 帮着这个吴啊 哄抬高件 度过这么一劫 然后再把这个人开阁出家 给那些富商一个交代 以一人的名声 换五脉的平安 说难听点吧 就让他被黑锅 之前争吵 那就是因为谁都不愿意牺牲 现在这个被黑锅的人 终于选出来了 自然是皆大欢喜了 可是刘一鸣刚才数了数啊 这院里人都在啊 一个也没少啊 那么到底最后被推出笼子这个猴 他是谁呢 两个人前脚迈过了木门坎 这后脚还没卖呢 先听到屋里边传来了一阵长笑 哼 这个响声啊 音侧侧的 就好像那个舌头信子似的 俩人都听出来了 谁啊 吴玉文的招牌笑声 京城有俗言 宁听老国教 莫闻阎王笑 吴玉文这么一笑啊 必见血光之灾 这俩人对视力言 急忙仙连进屋 先入眼的是站了半个房间的奇人砖炕 修成了架子床的模样 上头搁着个梨花木的挨腿宽颜炕桌 桌子上摆着一副响棋 棋盘两侧 坐着俩人 左边这个人 踏眉 兼河 全都有这个形状嘛 从皮下边凸起了那么一圈 胸口 胸口挂着张作霖亲自颁发的文虎勋章 这个人 就是人见人怕的无言吗 他盘腿正坐 眼睛盯着棋盘 有手把玩着一把银手枪 时日还时不时的轻轻的挠一下的扳机 隐隐的这种杀气充盈着屋里边 左边这个人喝着茶 他放下了茶盏 微微侧过了头 昏暗的电气灯 照亮了他 半边廉价 许一成 黄客户灯大了眼睛脱口而出 身边里有一名 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许一成 许一成可是五脉里边 这许家的嫡系传人啊 许家 好称五脉正宗啊 可一直人丁西部 到了这一代 只剩下许一成一个人了 这个人天分其高 沈默组长 本来把他当成这个组长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但是这个人 形势是离经叛道 颇为五脉人诟病 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他终于离家而去了 从此 由于以五脉之外 几乎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对刘一鸣 黄克武来说 许一成是身龙 见首不见尾 更像是个活在听说中的人物 想不到 来位无颜望长眼的人选 居然是他 刘一鸣 刘一鸣心中一盘算 哦 刚才院子里没他 肯定是十分钟前刚到的 不知他是被那群人推出来的 还是毛遂自荐的 得嘞 无所谓了 反正啊 结局差不多 刘一鸣同情的想着 许一成和吴玉文 对着这些响动 好像根本没听见 俩人只盯着这个棋盘 吴玉文 沉阴了许久 才挪动了一步 许一成轻轻一笑 拈起立眉区 往九宫前子们一哥说道 讲 不对的 您的大帅再不跑 可就来复及了 他嗓音清脆 态度显雅 似乎对这盘棋的胜负 他并不是太在意的 吴玉文弯了他一眼 他觉得这个小的花六花 可是又不好发作 他盯着这个棋盘琢磨了一会儿 心里头不知为什么吧 被刚才这句话 搅得是越来越烦 索性一推棋盘说 我要了 喝了喝了 许一成的出现 替五脉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但是五脉的人 尽管脸上如释重负 但嘴上对许一成 却一句道谢的话 波爱宝梁 卖是京城古董界的泰山北斗 长的是古董行荡的眼 定的是剑宝界的心 可这一天 素有无言妄之称的吴玉文 请五脉出身 五脉所有人都明白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将是一劫 徐一鸣抬起了头 看了黄克武和刘一鸣一眼 嗯 你们来了 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吴玉文 吴玉文又对吴玉文说 这是黄家和刘家的两个小家伙 吴玉文连眼皮都不胎 都也拿来了吗 黄克武上前一步 把宝兰皮的包袱递过去 许一成接过来 搁在了炕上 随手解开 里边露出了一卷黑布 他把这个黑布的东西弹 顿时射出一股精锐之气 连如老僧坐定般的这个吴玉王 这个时候都不由的 把这个眼皮抬起来 看过来了 这个布上 趁着一扇 亮鹤熟牛皮 牛皮的侧面 烙着一个四合如意云的小印 且不是寻常绸缎上的四合如意云文 这中间多了一轮日透 如破云而出 破坏强烟 牛皮上别立排小巧精致的工具 有钩 有铲 有刺 有钻 质地 有黑金刚 黄阳墓的云边握手 一事 居居居居五寸长短 沐燕王不由的赞道 好力气哦 启亦成 从黑布上取下了一把小铲 不知灵巧的来回拨弄着 让人眼花流乱 他说 这套玩意儿叫做海底针 是乾隆年间一位名将打造出来的 用来鉴定骨气极为变大 不卖 把这套当作传家之宝 轻易不识人 若不是吴队长您的面子大 沈老爷子是不肯借的 那好了 现在这海底针既然到了 那就麻烦许先生 你赶紧给长长眼 估个劲吧 这个时候 刘黄这俩人才注意到 炕的另外一头 搁着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头大小的布包 布 那就是一般的蓝细 包裹得是严严实实 不知道里头是什么 哦 这应该就是吴玉文打算卖的宝贝了 正经买卖古董的人呢 那都是拿这个锦盒木毒 盛着这个物件 只有那些 着急着 把这个脏雾脱手的小偷 才不知道珍惜 胡乱的用布 包着这个宝贝卖呢 刘一鸣 黄克武 在旁边沉默地站着 就想看看这传说中的许一诚会怎么办 许一诚是许家唯一的传人 万一惹急着吴玉文 一枪把他给崩了 五脉可就要绝了门户了 不知道是什么老头子自己犯糊涂 还是被人窜在的呀 这五脉里 看不惯许一诚的人 大事不少的呀 刘一鸣心里冷笑 那些人 还是外道内行啊 黄克武 有些担忧的推了他一把 指望他发表一些议论 刘一鸣 却下巴抬了抬 示意他 等着看 这刘一鸣 好像一点不着急 他点了点棋盘就说了话了 怎么 您真的 不再琢磨琢磨 这个残疾了 吴玉文不耐烦的说 不是 这个时候不早了 外头人都等近 是 许一诚微微笑 把这个棋盘一封 也好 也好 那么 您希望 先看哪件呢 吴玉文把这个枪口一拨 点了点手边的 这一摞棋子 那行 你就先看看这幅象棋 刘一鸣和黄克武 这才注意到 这幅棋 灯光之下 这三十二枚棋子 黄灯灯 上头 雾至云路 如云行江山 江 山 云 那是层次分明 侧面 浅刻 填金的胶叶文 就细看吧 这胶叶上 还趴着一幅 福寿福 旗上的字 分为 黑红两色凯字 写钩银花 这字一看 就是出自明家的手笔啊 这俩人 觉得自己的阅历 还是浅了 一时之间呢 还真分辨不出 给齐的来历了 就见吴玉文 阴沉沉的补充了一句了 嗯 我告诉你们 这是万历年的 玉智 金丝南木香气 嘿 说不定了 说不定了 还是万历皇上 亲自下国的呢 嘿 可得好好的 顾玩 这五颜王看人 有个特点 低头 韩兄 都没有 双目高抬 始终抬着这个 森森的痕疫 哎呦 我又评书里说的 这个司马仪的这个 啊 狼固 英式的 那个姿势 徐医成 修寿一摸 旁人还没看清他这个动作的 这几枚戏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他掂量了一下 谨思难目 非皇家不可善用啊 嗯 母之仅实 文理佳金 确实是公务的气度啊 吴玉文这个面试啊 这才稍稍欢和一点 不料许于成可又说了 说这东西是轻功欲制 有道理 可说十万历年的 那就不大合适了 吴玉文这个脸色 开始阴沉了 手里拿了个手枪 开始转动了 吴玉文 吴玉文 你再仔细看看 别走了眼啊 徐医成对他这个杀气 恍若未决 他拿起一枚红炮 做不了 明代象棋的炮 都是写成包 一棋四包 二红二黑 到了清代 才开始写成现在这个炮子 所以 这副棋 肯定不是名物 刘一鸣 刘一鸣和黄克 我同时都吸了一个凉气 这个炮 一包的这个门道 任何一个长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可是徐医成 当着吴玉文的这边 直言不讳的点出来 要惹下破天大火的 啪啦 果然 吴玉文咔咔一声 打开了枪的保鲜栓 他似笑非笑子言 在灯下映出这些阴狠的阴影 嗯 我觉得您说的 有点不对 吴玉文一样又紧张起来了 硫磺两人的脖子 依然渗出了汗意了 徐医成的嘴角 微微翘 哈哈哈哈 您别着急 这夫妻的妙丑 远不在这年代上 嗯 吴玉文 只当他是找个借口 要服软 发出了一阵老过似的干笑 那你说呀 说呀 表在哪儿 嗯 刘一鸣和黄克武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心里 却生起了一阵淡淡的失望 嘿 启玉成 嘿 也不过如此 启玉成拿起了那一枚红炮 放在吴玉文的手里 放在吴玉文的手里 您编一编 嗯 接的重量 有什么不一样吗 吴玉文接过去 沉一礼会儿 让 李文 沉啊 有点沉 吴玉成 笑着说 不错 就算是金丝楠木的质地 这个重量也不对劲 那是因为 这里面有东西 他把这枚炮拿回到手上 左手从海里针里取出了一枚 扁头的小铲 点在旗边刻的这个扶手扶在这头上 沿着这个胶印 用力这么一缠 嘎巴 棋子应声裂成了两半 吴玉成 又拿出一把小铁子 轻轻地为一拨 竟然 从这棋子中间 拨出了一方 晶莹润白的石片 嗯 吴玉文阿里声 差点从这个炕上坐起来 难怪呀 这个棋子握在手里 重量有些古怪 原来 这金丝楠木的外边 只是包包的一层皮 而里头居然裹着一方 白如宁之的后雨呢 就见这个鱼片 磨得是方方正正 再无其他的雕琢 徐玉成把这个鱼片拿起来 就着灯光看了看 对吴玉文说 您看 这玉色通透 内中导致有勇气缭绕 确实是上等的好意啊 吴玉文这个神色有点复杂 我那个 这这这这这怎么回事这个 嗯 怎么回事 这象棋子里头 为什么要要要包开玉啊这个 嗯 徐玉成笑了 您听我说 外面棋子是圆的 里面的玉是方的 这叫外圆内方 按和君子之套 所以这幅象棋叫做金子器 做这套象棋可不简单啊 要先拿整块的金丝楠木 雕成棋子的模样 中间挖出大空来 比玉片稍稍窄那么一丝 然后上火去烤 把大空烤软 再把玉片塞进去 木凤和龙就结结实实的 嵌在里面了 将人再沿木凤 雕处交叶文 以凤为叶经 看起来浑然一体 天衣无缝啊 不是这个 啊 别把这个玉包这么严实啊 你外边根本看不着啊 这费点心干什么呢 古一凡不明白 整人他是行家呀 古完他是白颠一个呀 这其中的含义 可深了 许一诚 许一诚用手指捏着那片防御 微微的眯起了眼睛 这君子奇笔 究竟包着美玉 还是顽石 从外表是无法识别的 除非撬开其子 才能知道 可他是一体雕成 挖开之后 再无法还原 其也就毁了 所以 这个东西 若要转手出卖 卖家是无法验证的 只能信任卖家 是个诚实君子 因此 这幅君子旗 象征着君子之德 只要一念不成 一一不信 便再不配为君子了 这吴玉文 先是点头称事 突然就发音过来了 脸色变了 啪 一拍个棋盘 用手枪对着 徐成就喊起来了 不是 那你 你把他叫回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拐弯抹角 想骂老子是小人 哎呦 这黄狗我吓得差点冲上去 幸亏被刘一文给抓住 徐成 仍然是稳稳的 窥然不动 脸上的笑意更生 无人之气 不不暗藏大意 不透了这层道理 这个器物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真正属于你 古董满赏 实际上就是修身养性的过程 我不是疯子 武队长您 而是感慨 这君子齐的 寓意之深 设计之巧啊 慕玉文看到他这张淡定的脸 这怒气就不大一处来 他把这个枪 顶着徐成的脑门子 我管你是君子齐还是笑人齐 你赶紧给老子鼓劲 我告诉你 你要是鼓低着 老子一枪崩了你 启一成 两道暗眉 纹丝不动 手指头 往个棋盘上重重一点 语调 陡然变得深沉 吴队长 这君子齐的残局 您还看不透吗 大军兵临城下 您的大帅都得跑 剩下一枚过河足子 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他这话音一入 外头一阵大风起来了 后杀旋起 屋里头顿时又黯淡了几分 吴玉文的额头青筋挑起来了 似乎被戳到了什么痛处 可他手里的这个枪可始终顶着徐成 说得好 正因为如此 逼人才不得不变卖书层 好有点养老的招路 徐先生 不会不成全落宝 他闭起眼睛 轻轻抠动着扳机 向后几处微微抬起 只要再十半分的力气 取他们脑袋 就得给打成个烂西瓜 这滔天杀意 如惊涛派案 可举城依然是不动声色 吴队长 你铁腕之地京城 仇家无数 若就此放权归隐 抹了个温身 就算是今日多拿了几万大洋 又能如何呢 您的仇家可不少啊 吴于文替张作霖杀了无数人 如今京城盛传 张作霖要跑回东北 撑腰的背了 他最怕的是仇家来报仇啊 如今被徐成这一句话刺破了心事 他这手办的这么一颤 心神大乱 不要得开口就辩解了 我说这位 书到胡孙子 放兮大事一去 还有什么办法啊 丑鹿就在眼前 您怎么不问问呢 许一诚意指这个棋盘 吴于文眉头一皱 不知道他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物啊 就听徐成姐的说 我们玩古董的 特别相信一个命子 什么样的命数得什么宝贝 反过来说 什么样的宝贝 他一定意识着什么样的命数 这副金子棋 既然在您的手里 说明你们两个之间必有因果 您如今的前程 不问他 又该问谁呢 不是这个 怎么问呢 吴于文 胡一的把枪口放低了半分 心里大定主意 如果这个许一诚 是个满嘴胡柴的江湖骗子 我就把这一枪崩了 再换一个五脉的进来 许一诚一身手 把吴于文的老帅 从九宫里捞出来 用铲子一翘 其子应声裂成了两片木壳 搂出了一方一石 许一诚 把这三样东西摊在了掌心 送到了吴于文的眼前 淡淡的说 这都不败在眼前了吗 你什么意思 你别跟我卖关子 吴于文的贪心 依然快点 许一诚 把撬好的两片木壳 抛开 只递给他那片玉石 他说 双木随好 终不如实啊 啪 吴于文的手枪 吊在了炕上 他的脸色 惊骇无比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古董局中 讲故事 书 九百五夜 拍案 惊奇 欢迎继续收听 五夜拍案惊奇 请听长篇小说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爱宝 徐一诚 对吴于文说 车落就在眼前 您怎么不问问看呢 什么意思 别跟我卖棺子 吴于文的耐心快到了头了 徐一诚 把撬开的两片木壳扔开 只递给他那片玉石 他说 商务随好 终不如实啊 啪 吴于文的手枪 飙在了炕上 那个脸色是惊骇无比 黄克五有些不明白 这棋子刚才也敲开过一次 怎么这一次吴于文反应这么大 刘一鸣略微怎么一私寸 明白了 侧儿敲声告诉黄克五 双目为林 白玉为石 这是劝吴阎王改换门厅 离开张作林 改头蒋介石呢 黄克五 这个时候 徐一诚 用玉石有节奏地敲接着木壳 发出了啪啪的声音 吴于文被这个声音搅得心烦意乱 内心如同翻江倒海 她是在怀疑 这是故意编造出的瞎话 可是 许一诚来之前 根本不知道她手里有这么一副象棋 更不知道这里头是夹着玉玉呢 哪能这么巧 编出这么一套严丝合缝的说词来呢 莫非 这君子奇真的跟我有缘分 啊 冥冥之中 有天意在指示我 去投降 国民革命军 节节胜利 奉旭将领投降的不少 哥哥啊 据说都混得还不错 吴于文早就动过投降的心思 只是他手里没兵 一个小小的警察厅机查处长 入不了那些大军阀的眼呢 这才有了练财跑路的念头 现在既然这君子奇 已然显出了征兆了 看起来 这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了 可是 我没门没路啊 人家会接纳吗 这个时候 许一诚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块素白手绢 一副声 把这个小银枪包着 捡起来了 把这个枪柄一转 递给了吴于文 吴于文接过了枪 试探着就问 月燕荣 跟南边有联系? 谈不上联系 有几个朋友而已 早几个月 如果许一诚敢这么说 早被吴于文抓紧大楼 严刑考他了 可是 此一时彼一时啊 吴于文现在听了这话 非但不敢造死 万能是客客气气了 是吗 有空 不妨帮我引荐一颜 这话一说出来 刘 黄 这俩人心里啊 都安安的松了一口气 吴迈这一劫 算是逃过去了 转念一想 两个人不由的 安生敬佩 一个被死之局 居然被他 生生的给搬回来了 之前 吴迈只是纠结在 该不该说谎 无论怎么做 都是死路一条 可是许一诚 看透了问题的本质 跳开了真伪的局限 直指吴于文的前程 一下 火燃开朗啊 可是刘一鸣的心里边 还有另外一个疑问 如果这个吴远王手里边 没有君子齐呢 那许一诚该怎么说服他呢 难道这个人已经厉害到 随便见到什么古董 都可以随后编出一套说词的吗 天桥 有些算命先生 测词玩得好 写什么字 都能拆出想要的意思来 可许一诚的这一手 可比他们难多了呀 这人 那得要多厉害呀 刘一鸣不敢往下想了 屋里 一时之间没人说话 一阵尴尬的沉默 吴于文突然有点后悔了 他后悔办这次寿宴了 他本来打算就是做一锤的买卖 打捞一笔直接走人 可如果要去投奖 以后那还得在京城这地边上混呢 这些好伤也不能得罪他太狠呢 他有心这回不要钱了 可现在是修刀难入鞘啊 这么大阵仗的额钱 中途而废 传出去要成笑柄啊 以后再没有人会怕他了呀 再犹豫了一会儿 郭公主 李先生 我已经跟那些上家 约好让保了 贸然取消了 恐怕是有违诚信 这个该怎么办呢 这个 他是正话反说 许一诚盯着他 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最后把这个目光停留在他的胸口 摸着下巴 似笑非笑 吴言王被盯得浑身都不自在啊 心想 这许一诚不是有什么毛病吗 这个 只得勉强的 赔出了几声干笑 也不敢转身 许一诚收回了目光 朗声笑道 哈哈哈哈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啊 可以让吴队长和上家 两全其美 他笑的有些诡议 吴语文 连忙轻叫 许一诚 一只他胸前挂着的文虎勋章 只要 部队长 舍得这个东西 然后 我说了一句 嗯 我说好 好好好 吴语文 大喜 连声说好 外面的富商们不知道里边的情形了 坠坠 坠坠不安 在席间等着 忽然 里面传来的脚步声了 所有人都纷纷地把头转过去 为首的王老板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签示 吴语文和沈默 并肩而行 后面跟着一排士兵 捧着二十来个布包 鱼贯而出 搁在中间的圆桌上 吴语文使了个眼色 士兵们扯掉了包袱皮 搂出了各色的骨弯 从宣德卢到玉班这 从莲花铜庆到金银三 没一件是同样的 附近的奉天兵们精神抖操 持枪之力 看来呀 这五脉跟这个五颜王啊 穿一条裤子了 那是准备抬高劲来坑人了 在场的富商们都看见了王老板 王老板唬着脸 心里暗暗咬牙呀 决定 等离开这个院子呀 就到处嚷嚷去 五脉是江湖骗子 吴语文走到了院子中间 宝泉环顾了一圈 大声说 今天兄弟寿宴 感谢各位商界巨子丽临 正义心灵 这几年兄弟我鸡软巧合 得了几件宝贝 不敢独享 今儿个特地拿出来 与诸位完成 这商人们哪有心思 听他这虚情假意的客气呀 都忙着在心里计算着 哎呦 为这今儿到底得 得流多少血呀 这个 不料这个吴语文画风一转 痛心疾首 哎 如今 时局不敬 生灵涂炭 这几年 咱北京城都出了多少事 死了多少人 兄弟我 则又是深受教诲 甚至仁德为立国之本 所以 本人 借这次寿宴 决定了 将所有的收藏派卖 所得善款 且用语语 资助国儿院 与善堂 尽国民的一份责任 欢迎中卫 与我 共襄善举 就这番话 让商人们都愣住了 自古没听说呀 啊 老虎吃这 狐狸如素 却债累累的吴延王 居然开始念叨做善事了 就见吴语文 把胸前佩戴的 这个文虎勋章摘起来 高声说 本人这枚文虎勋章 也一并卷处 一世决心 这文虎勋章 是纯银之地的 第一层 是八角五色旗的光浪 第二层 八角立体银光 第三层 是一只翘尾的老虎 北京是绿地蓝天 虽然不是古董 他记忆不小 这个勋章 是张作霖亲手万发的 一直被吴延王 视为无上的光荣 走到哪都带着 人人都知道这点故事啊 现在 他连这个勋章都捐出来了 看来 这个善捐的神 嗯 他是要动整颗的了 商人们虽然不明白的事情怎么变得怎么快 但是脑子可都转得飞快啊 原来是逼卖 人家说多少钱 您就得掏多少钱 现在是逼捐 但是啊 捐多少 那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了 原来是几万大洋打不住 现在 哎 千多大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哎呀 这可是意外之喜呀 这一千多大洋 对穷人来说 那就是倾家荡产 但是对这些商人来说 那不过就是九牛一毛 平日里就打点官府都不止这些数啊 他倒唯恐这吴玉文后悔了 忙不爹爹 纷纷抬手硬鹤 拍卖得有个底价 这个时候就用得着五脉了 沈默在一旁坐镇 说了几句场面话 几位家中的鉴定高手纷纷下场 如今没压力了 鉴定者自然是实话实说 指出这些物件有旧有新 各自给了个公道的估计 底下的商人呢 那是慈善捐款 也不计较真家了 彼此抬举了几番 默契的把这个底价抬起了两三成 就此打住 一时之间小院里人生饼费啊 不一会儿功夫 二十几件货都拍出去了 商人们心中侥幸 又凑了几包银羊给院里的凤天兵做茶去 凤天兵得了打赏 也都眉眼嬉笑 那个肃杀的气氛 一扫而光 吴玉文插着又 站在了院子中间 心情很好 虽然得钱不多 还得挪出一部分来做善事 但是 没把这些商人得罪太狠 而且获得了一个行善的美名 可以在报纸上大大的宣扬一番 对投奖之事是大有好处的 只要自己这个位子保得住 这些钱哪儿不能赚来 没什么可惜的 他跟几位商人应酬了几句 就走到了沈墨的身旁 来走 这次无脉顶利相助 兄弟我感激得很 以后有什么难处 您快来找 沈墨有些无语 一小时之前 您还凶神恶煞的 把我们全族都聚在 这个二进院子里 现在 您又来攀交情了 沈墨含蓄的 客套了几句 吴玉文环顾四重 又问道 许家呢 许家人呢 沈墨 浪了一会儿 这才反应过来说 呃 许一诚吗 啊 这个 他说学校还有一点事情 好 先走了 嗯 沈墨 沈墨 有点吃惊 学校 什么学校啊 啊 他不是你们无脉的人吗 沈墨说 他 他是 不过跟家里 依然来往不多了 现在 在清华学校 吴玉文看看 吴迈的一群人 木然 畏缩的 站在了沈墨的身后 老过时的 干笑了一声 哎呀 怪不得不大像 不过恭喜啊 恭喜你沈老 此人才学深不可测呀 以后 有这么一位人皆接班 不卖传承 高臣不忧我 沈墨眉之声 反倒是身旁的药肾行 嘴角一抽 但是没敢说什么 而此时此刻啊 刘一鸣 黄克武 正在跟许一城 续话呢 黄克武 眼睛间 拍卖一开始 他就看到许一城 从门口悄然离去了 他 一 是不愿意跟那群人多呆 二 还有满肚子的疑惑未解 连忙叫上了 刘一鸣 就追出去了 一直追到了胡同口 瞧见许一城 在封杀之中 缓步前行 急忙就把他给喊住了 许一城听到了呼喊 听立脚步 转身 等着这两个年轻人跑到了跟前 黄克城 强行问道 许说 拍拍刚刚时啊 您怎么就走了 许一城看了一眼 胡同身处 淡淡的说 这里 已经没有我的事了 他们这就是 谢莫杀 就谢莫杀人吗 欢客无说 他们亲眼所见 许一城从三进院子出来 对沈默说了结果 而那些无迈的人脸上如释重负 连一些客气话都不说 对许一城 又是熟视无睹了 等到沈默和吴玉文一起朝外走 那其他人又一窝蜂地跟上去了 没有一个人跟许一城 哪怕是道一声谢 黄克无一分填膺 而许一城只是笑了笑 刘一鸣在一旁仔细地观察 他想 这一个人 如果不是装模作样 故作淡定 就是在他心目中 在其他而去的族人面前 扬眉吐气 长眼立威这件事情 对他实在不怎么重要 启一城 反问说 你们俩 特意跑过来 不是只为了替我 打抱不平吧 说话之间 他双眸尽量 刘 黄 这两个人觉得 什么事情 那都是瞒不过他的 许一城的共有陈卫里 突然暴毙街头 只给许一城留下了一张残缺的小纸条 作为线索 为了弄清陈卫里死前 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爱宝梁 许一城的出现 替五脉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但是五脉的人 尽管脸上如是重负 但罪伤却对许一城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 完全熟视 无睹 黄克五脸红了 他一脸崇拜的 说 我 我想学许数你的本事 许一城呵呵一笑 拍了拍黄克五的肩膀 你二白 玩青铜的眼里天下无双 走遍河南无敌手 他三叔的说话鉴赏 连荣宝斋都要请教 这五脉里的能人这么多 何必要找我 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呢 不 跟你们都强啊 黄克五想说具体强在哪儿 可是一时又说不上来 瞪着眼睛 朝刘一鸣往去 刘一鸣 这才缓缓地开口说 我们 我们不是想知道 您怎么建宝 我们 只想问问 您怎么建人 许一城的眼皮 跳了一下 一鸣 你说到点子上了 建宝容易 建人 却难 说完 他手掌一翻 五指朝商聚拢 做出了一个捏的姿势 建宝 要揪其本源 建人 要揪其本心 想要拿那种人的心思 再往根上倒 弄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 最怕什么 眼语动人 买卖人和算命先生 最擅长 这一招了 你们 都到天朝 溜达溜达 比我这儿学到的 要多呀 刘一鸣忍不住 又问了 那 金字棋里 双雾不如石的预兆 真那么巧吗 还是 您发现 那个棋里 他有欲以后 现编着词啊 西城 微微小 真那么神 我不成神仙了 我在警察厅 有个朋友 我先从那探听出 乌炎王 有这么一副响气 然后一进屋的时候 邀他下一句 这才慢慢的 引他入去 不过 古董上 咱可没说假话 那的确是一副 金字棋呀 黄克武疑惑的说 您既然都已经说服了乌炎王 让他取消就是了 又何必节外生枝呢 还搞什么募捐呢 许宜成 微抬下巴 嘴角略带戏谑 那些豪赏 平时让他们捐点钱 跟杀了他们一样 如今能借上吴义文的事 让他们掏钱做善事 还心甘情愿 何乐不为呀 柳黄二人 同时哲了一声 没想到 许宜成 不止轻轻破开 灭顶之灾 救了五脉 还顺手 逼得富商门 捐出了善款 别人想破 头也打不开的局面 他居然 还有余力 一尸二鸟 这一份从容 这一份心智 卓氏令人惊叹呢 许宜成说到这儿 笑意少恋 今天这事 你们得小心 我总觉得 透着蹊跷 吴义文跟咱们 想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次 突然非要抓五脉 拍一拍 怎么看 这背后都有文章 他这个话一说出来 刘黄两人面色一领 仔细琢磨 这里面 确实有点味道不对 三个人同时抬头 天色昏黄 混沌之中 仿佛 引着一只如来佛的巨长 随时可能扣下来 徐城摇了摇头 自嘲地笑着 如今 有沈老爷的作证 要大哥打理 又能出什么事呢 我也就是 瞎担心 刘一鸣忍不住脱口而出 那些人胆小怕事 咱们有什么用呢 井水 你不如回来吧 咱们一起 从长计议 黄克武眼睛都睁圆了 许一诚 离开武脉的详情 两个人虽然了解不多 但是也知道 其中必有蹊跷 没想到 刘一鸣平时说一藏实 今天却这么胆大 徐一诚听了先是一愣 随即温和地拍了拍刘一鸣的肩膀 我正在清华跟李济先生写考古 平时可忙着 考古 刘一鸣和黄克武大眼瞪小眼 对这个词有些陌生 嗯 许一诚竖起了一根手指 考古 考古 是洋人传进来的科学 和剑宝有点类似 嗯 都是隔骨之讯 不过 剑宝呢 归根到底是一门生意 剑的是值多少钱 图的是一根利 而考古呢 不以盈利为重 保存文化 纯出自一片工心 嗯 啊 让我想一想 该怎么解释呢 啊 啊 考古 啊 是为国史鉴定 为民族掌援 大帝就可以这样讲吧 不是 这俩人 面面相觑 好像懂了点 又好像还没懂 许一详 须一详 爽朗的挥了挥手 好 我就住在清华图 我就住在清华园 你们没事 可以找我来玩 啊 啊 啊 说完 他转身离开了 一会儿功夫 那笔直的身影 就消失在黄沙之中了 这 这算了 黄河无忧的怅然若失 刘一鸣镜片后的眼神一闪 嘴唇一动 没听洗漱说吗 我有预感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北京城 这几天人心的惶惶 一阵说南方军已经打到苍州了 一阵又说 东北又运过来几千名凤天兵 和几车皮的军火 甚至还有传闻呢 说天津玉居的溥仪 依然请来了洋人了 又阻了个八国联军 在天津卫登陆了 气势汹汹 奔北京来复辟帝制了 总之 什么离谱的书法都有 加上了一阵黄沙风刮的邪性 老百姓都心惊胆战的 哎呦 这个恶务院啊 有点饿得过火了 方老山回城的时候 天色已经擦身了 他没走大路 沿着胡同头 穿行着 看见人影就赶紧缩身 缩在墙角里边 生怕碰见熟人和凤天兵 熟人怕戒 凤天兵怕抢 这年头啊 还有谁在命 比自个儿的更重要呢 方老山是个老北京 这些年见识过不少的战乱了 今年疯了 知道一旦打起仗了 那最怕的就是击化 所以他这次一听又要打仗 连忙出城 从附近的农家弄了两条大萝卑 一捆青菜 还有两条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的和鱼 拿着马绳穿起来 拎在手里 真的打仗了 封城了 这点东西啊 也勉强够一家人 撑几天了 方老山的心里啊 这才多少踏实那么一点 眼看快到家门口了 方老山忽然觉得 前头似乎有人影 晃晃悠悠 往这边走过来 走路里的姿势是忽高忽低 特怪 方老山一惊了 哎 这不是碰见胡同串子了吧 老北京传说呀 死在外头的人想回家 可人已经没记性了 只能在这胡同里穿来穿去 行人要是碰到胡同串子 我能跟他说话 低头过去就行 不然他跟着你回去 那刻就酿成了大祸了 方老山赶紧把这个脑袋捶起来 屏住呼吸往前走 两个人很快走了个队连 对方忽然发出一声嘀吼 伸开了胳膊 抄着方老山就抱过来了 吓得方老山 扔起了手里的粮食 转身就跑 这个人到后面追了几步 扑腾一声 栽倒栽地 方老山回过头来 看见这个人摔倒栽地 没动静了 正在撞着胆子回来 堆下身子 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脖梗子 还带着点热乎气 这才确信这不如鬼 是个活生生的人 他见这人没什么生息 不由得伸出了一股贪恋 哎呀 如果把这只衣服包了 卖到成衣店 兴许能换点酒钱 方老山犹豫了一下 正要伸手 这个人突然把脑袋给抬起来了 吓得他 哎呀 一屁股坐在地上 咳得生疼 这人是一个年轻的后生 只是面如死灰 神色枯白 他喘息着 他喘息着 张子队说 老白 把这个 输到青蛙学校 给洗一张 方老山看到他手里是一张 薄薄的白纸 这上头还沾着血 就没敢去接 那个人流露出恳求的神色 要重心 谢谢 谢谢 他身子一正 似乎要强调 方老山赶紧说 老弟啊 我给您 您叫大夫去吧 那个人说 不然就 来不 来不 该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支撕不住 再次倒在了地上 不出声了 忽然 胡同那边 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人数不少 方老山一机灵跳起来 顾不得多想 一把 把这个只从他的手里扯出来 朝自己的家门跑 他急急忙忙 开了锁 钻进去 轻轻关上了门板 从这个门缝 偷偷的往外看 一个人影 从远处 快步走来 看穿着 那都是奉天兵的模样 但是动作麻利的多 其中一个人 掏出手电 照了一遍尸身 有朝附近照了着 这个人身材高大 杀气腾腾 方老山吓得挨了半截 他就是都敢穿了 这个人蹲下身 在尸身上搜紧了一番 起身跟周围的人 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用的居然还不是中文 然后把这个尸体抬起来 然后把这个尸体抬起来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方老山觉的吉林骨 都是能汗 低头子一看 才发觉 自己刚才扯得太快 这个白痴 居然 只剩下了半张 他 他吓了一跳 但是他还指望着 拿这个到清华 去换报酬 所以赶紧展开了看 这半张纸 是一张信签 上头是一个手写的 潦草的灵字 这个字的旁边 拍了一个血红色的手掌印 五指的痕迹 清晰可见 这纸的下半截 应该还有字 估计被刚才那些人 给带走了 方老山十分闹闹啊 不是 早知道就 就不是那么大劲了 这个 也不知道 这半张纸 他能不能换钱了 这个 他辗转反侧 这一宿 他是越想越可惜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他还是决定到清华去 到这个学校 碰碰运气 北京城 内外 风雨飘摇 此时的清华校园里 也是一片混乱 一个懒散的士兵 靠在校门口的沙包前面 无精打采的扔着骰子 几个长山的男生 打起了白色的横幅 慷慨激昂地向围观的人们诉说了什么革命的道理 一群女学生则手里捧着书 心色匆匆 一笔的碎纸 小琴 没人打扫 方老山问了一圈 总算大听清楚了 许一成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 有自己的专属的建筑 在卫明湖一栋 那是一栋西式风格的二层小白楼 廊下围着一圈灌木丛和各色的花草 墙上攀着歪歪斜斜的花和爬山湖 那是前几天 大风流下了一些痕迹的样子 方老山受人指点 找到了底楼的一间办公室 一进门就吓了一跳啊 这屋子正面墙上贴着一张人体解剖图 这桌子上还割了一个骷髅头 四周堆满了 石片啊 淘气啊 照片啊 还有各种洋文的书记 还割了不少奇怪的工具 一个人正在岸前 趴在那工作呢 听到他进来了 抬起头来 和颜悦色的问 你要什么事啊 方老山点头哈摇 我找许一城许一城 那个人说 我就是 方老山连忙说 有人偷我给您送一封信 许一城放下了钢笔 头来了疑惑的眼神 方老山也没客气 把昨晚的遭遇啊 都讲给了许一城 许一城听完了以后 眉头微皱 就问 那个人 什么样的相貌呢 那个 挂点脸 高鼻梁 俩眼睛分得挺开 对对对 那额头都特别宽 宽 许一城眼神一动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问老山 认得出来吗 方老山一看照片 是一张合影 这上头有十来个人 他找了一圈 指着其中一个人说 对对对 这人 这人 西城闭上了眼睛 轻轻地洗了一口气 端着茶杯的手 在微微地缠住 梁九 才艰难地说 正喜呢 方老山从怀里头 把那半张疊好的白纸 拿出来 却没递过去 许一城知道他的意思 扔给了他一把银元 方老山喜眉笑眼地 把银元接过去 数了数 看了许一城的脸色 赶紧又装出了 沉痛的神情 把这个信纸 恭恭敬敬地 搁在了桌上 许一城 把这信纸展开 不动声色 他临死之前 还说了什么吗 没有 没有 方老山说着 许一城 又扔过去 几枚铜子 方老山接过了钱 这才开口说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他说呀 他说一定给您送来 不过人就来不及了 这个 来不及什么 不是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 许一城 眼神一宁 方老山 吓得连连白手 不是 我真不知道 这个 我真不知道 这个 不是 他说一半 他就断气了 他就许一城 表情毁暗 又关切的凑过去 他和您朋友 许一城 轻轻的变了点头 方老山不耕气了 他默默的把钱收起来 准备告辞了 许一城突然开头说话了 能不能 请你准备相助 在他死的地方 帮我烧点钱 没事 行 方老山 连声答应 他现在只想尽快走 他不敢去直视 许一城的眼神 等走出了研究院的 这个大门口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摊开手掌 数了数钱 没开眼笑的 朝家走了 方老山哪知道 许一城 始终在他的背后 注视着他 直到他的背影 消失在 魏明湖的小路尽头 许一城 这才收回了视线 回到了办公室 他缓缓地 拉开了一把木椅 坐上去 半张心直 捏在他的手里 他的心里头 就如同 飞山珠海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英创作的 古董局中局三 略行单 八七点六 死者 叫陈维离 是许一城 致之交好友 两个人都对考古有兴趣 志同道合 无话不说 后来 陈维离 去了日本留学 两个人 已经多年 不曾相见了 而许一城 万万没有想到 当年的码头告别 竟然就成了永别 许一城 闭上了眼睛 好友的英容笑貌 完然就在眼前 陈维离 是个充满理想和干劲的年轻人 一心要开创中国考古的事业 他曾经对许一城说 说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效仿大英博物馆 建其做中国自己的博物馆 将古董商手里的宝贝 都放进那里边去 留给后世子孙看 放在故宫里 就很好 谈到这个梦想的时候 陈维离的双眼 闪闪发光 就像是一个父亲 在谈论自己 最自豪的孩子 可惜 这个梦想 陈维离 再也看不到实现之遇事了 他的生命 在狭窄的北京城的湖畅 被永远的 定格在了29岁 最初的悲伤过去之后 许一城的心中 慢慢的浮上了 无穷的疑惑 这个陈维离 究竟是什么时候 回北京的呢 为什么不主动联系我呢 而最重要的是 从方老山的描述来看 这个陈维离 应该是被人追杀而灭口的呀 那么为什么他会被追杀呢 杀他的是谁 又为什么呢 许一城 重新睁开了双眼 他扬起了头 试图透过天花板 去想象陈维离所面临的危险的境地 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 他没有为自己求救 而设法把这张纸 送到了数年未曾谋灭的好友手里 发出了最后的一声哄喊 来不及了 他知道 以许一城的心情 一定不会置之不离的 一定会竭尽所能 把这件来不及的事情 替他办完 这是最深沉的信赖 也是最沉重的嘱托 那张纸上到底写的是什么 让陈维离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 也要把他给送出来呢 直觉告诉许一城 此事绝不会是什么私人恩怨 以陈维离的性情 这一定是一件大事 而且是一件 是一件 凶险的大事 许一城捏着这半张纸 如鱼千斤 不禁难难自语啊 魏里亚 魏里亚 你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许一城的指尖 轻轻地 摸着这个纸面 如果当时方老山把整张纸都取回来的话 说不定就会有更多的线索了 而现在只留下一个没头没脑的零字 和五个手指头印 别说 别说替陈维离完成遗愿 就连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很难呢 忽然 许一城的手指头 这地方 在一起 风字的外围和土字的最底的一核 稍微做了弯曲变形 恰好构成了一个圆圈 风土 许一城 盯着这个标记 看了一阵 再次拿起了铅笔 继续地刮 很快 在这个标记的旁边 铅笔刮出了一片浅灰色的图 线条分明 应该是一把中国宝剑的轮廓的素描 不过 只有从箭头到箭额的一半 其他部分估计在失落的另外的那半张纸上 这半把宝剑的造型也颇有些奇特 似乎被画过两遍 可以勉强看到一节笔直的剑身 和一节略显弯曲的剑身 两段剑身交叠在一起 好像重影一般 似乎画手拿不定主意 先画一遍直身 又改成了弯身 再仔细一看 这个上头四号还有龙纹 可惜这片痕迹实在是不重 看不出来更多的细节了 写手印 灵字 风土印记 还有宝剑的素描 这几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许一诚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这里最容易被追忆的应该是风土的印记 这个标志一看就是经过专门的美术和几何设计 应该是某一个机构的专用工章 曾经在上面用过印 用力稍微大了一点 只要很软 所以在下一页留下了一道清清的痕迹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印记的来历 那么陈威里书写信签的地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许一诚取来了一张北京地图 以陈威里死去的胡同为原信 用原规画了一个圆 方老山曾经说过 陈威里的脸色很差 说明以他的身体状况是跑不了多远的 那么他的活动范围可能就是在这个圆圈之内 而且这种信签纸相当高级 国内用得起的人是不多的 一般只有使馆洋行之类的地方才会用 这就进一步缩小了搜索的范围 做完了这些工作 许一诚拉开了抽屉 把那一套海底针取出来 这是沈默送给他的 用来筹写吴玉文的事情 算是相当重的奖励了 而非妙而有意思的是 沈默宁可在私下里把这套宝贝送给他 也不肯当着族人的面公开的褒奖 各种的意味难以言明啊 许一诚从海底针里抽出了一柄小铲 在一块木盘上刻上 沉公为礼之位几个字 然后恭敬地摆在桌前 他点起了两炷香 直起了身子 两个大拇指交底 八只蛟龙摆了三摆 手背翻转再败三次 这是江湖上的规矩 叫做生死败 也叫做托孤败 相传是诸葛亮在白地城传起来的 在坟前做如此的祭拜 表示着生者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完成死者的遗愿 托孤一诺 久死不回 手背翻转 已是不负所托之意 说来也怪啊 这许一诚刚一拜完了 床外一阵大风 呼就吹进了屋子了 沙石四处被吹得哗哗的响 那个木牌子晃了几晃 然后面朝着徐一诚 倒了 徐一诚嘴唇一颤 连忙扶起的木牌 双目寒碑 却不见半点泪光 他说 威力 我不知道你因何而死 也不知道杀死你的是谁 但是 你临终前来找我 自然有你的道理 人以国事待我 我以国事待之 威兄 这两行青泪 待得为你照血之时 再撒不迟 他刚说完 这风 停了 屋里头 一片寂静 沉维里死去的地点 是在西城 大麻线胡同附近 前后都是常亮的大街 附近都是繁华的地方 商旅云集 南北商铺连成一片 就连洋行 也有那么十几家 其他 各色 娱乐 消金场所 更加是 临次 至比 不过最近 因为战乱的原因 好多铺子 都紧锁大门 上起了门板 生怕被败兵 给拨击 放眼望去 十分萧条 许一城 离开了新华 以大麻线胡同 为原兴 沿着划定的范围 走了几圈 一无所获 别说那个标记 就连带风土二字的招牌 都没有一个 那些洋行呢 他也都一一的拜访过了 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许一城 拿着这个图形 问了好几个人 都说没见过 这五月天是说热就热呀 许一城走得有些乏了 想找个茶馆歇歇脚 喝几口 他一抬头 忽然把眼睛眯起来了 原来不知不觉 他竟然走到了大华饭店 这个大华饭店 在四九城很有名 是专门给洋人住的高级旅馆 装潢设施 据说请的那都是纽约来的设计师 连这个大华饭店这四个字 都是用霓虹灯勾出来的 一到晚上花花绿绿 格外耀眼 那都是远近的一景 许一城看到 有几个穿西装的东洋人 走出了饭店的大门 从送别的人连连鞠躬 不用说呀 这一定是日本人了 看到他们 许一城的心里头 不由得生起了一阵怀疑 陈维李之死 许一城一知一心 与日本有关系 那印记是风土二字 而国外仍旧使用汉字的 只有日本一国呀 何况当陈维李出国的时候 他就是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考古系呀 这附近没有其他日本机构或者是商铺 如果说能和日本人扯上什么关系的话 那就只可能是住在这家 大华饭店的客人了 许一城信不走进了旅店 静止的来到了柜台的前面 接待的 见他西装革履 气质不凡 赶紧过来招呼 许一城懒得跟他废话 把一枚童园 啪扣在台面上 用手拢住 你们这里 最近都是什么日本客人吗 接待大概早就见惯了这种场面了 笑眯眯的把这个账本往上一搭 另外一只手在账本下面 把这个同样迅速的抠走了 还是这样 最近 证据不大问的 来的人比较少 现在住的只有一个日本考察团 东京帝国大学的 哥哥都戴着厚点眼镜 哦 许一城眉头一皱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接待没有回答 真是把这个账本刻了个台面 许一城又递过了一枚童园 这他才说 啊 听说 是来中国考察啥故技的 我 我帮他看过行李响 中间调地上一次 里头装的门全都是地图 一只 那位就是团里面的教授 许一城顺着他这个视线望过去 大华饭店的一层是一个咖啡厅 里头靠窗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 对面做了一个戴着瓜皮帽的中国人 正在唾沫横飞跟他摆火 许一城悄悄地走过去 看到原来两个人玩赏的是一把竹杖 这把竹杖高约七十公分 粗细恰好一掌可握 竹节西书 上面还坠着如同泪痕一样的紫斑 而最奇怪的是 每一截上的竹面有微微凸起 如同佛面 一根竹杖分了五截 那就是五个佛面 倒真是一件精致的奇物啊 这位日本人脑袋很大 脖子很细 宽阔光滑的额头向前凸起 发际线却拼命地靠后 让他看起来 总是一副把身子往前探得好奇的姿势 那双手捧着那把竹杖 厚厚的镜片的后面那个眼神略显呆滞 不知道是被震惊了 还是心存疑虑 那个中国人说 你尽管放心 我骗谁也不敢骗大日本帝国的教授啊 这相非佛面竹杖 可真是一件稀罕木啊 你看见那想到的紫月了没 那可是极品相非泪珠啊 一百年也长不出一根呢 这个人正说到了兴头 听到旁边传来了一声笑声 他侧脸看到了许一诚 许一诚在旁边似笑非笑 这个人很不满 为了挥手 走开走开走开 许一诚没理他 对这个日本教授说 这位先生 您可要上当了 那个人大弄 你扯什么你啊 许一诚也不客气 拿起了那杖 拿指头点了点竹面上 紫韵泪痕 这个泪痕可不是长出来的 是点出来的吧 杏竹刚生的时候 点了几处胎前封骨 长成以后 用草壤洗一下胎前 这般点就出来了 是不是 那个人一识欲色 嘴里却不肯服输 许一诚接着说 真正的泪痕 深入竹质 点出来的泪痕 浮于竹皮 咱们打个赌吧 我把这个竹杖决断了 看他断面有没有子韵 如果是真的 我照价赔偿 如果是假的 咱们去日本大使馆 说个明白 好吗 那个人连忙转过了脸 对那个日本教授说 您可不要听这个小子胡说呀 他懂个屁呀 我可是出身无脉呀 无脉 无脉 您听说过吗 名言没话 那位教授 那位教授抬起了手 把主掌双手奉还 用生硬的中文说 佛面杖 俗称丁广佛杖 宋代 禅于龙岩 永定 无平等地 俗士 曾经送过一帐 给罗夫长老 留下两句诗 诗方三界 诗尊面 都在东坡 张墨中 龙岩 永定 五平 在福建 自然跟湖南的湘飞竹 没有什么关系 这位教授 言词暧昧 不愿直言拒绝 就背诵 佛面杖的典故 等于是 委婉的 回绝了 许一诚 跟那个男子 都没有料到 这个日本人 他这个汉穴功底 是如此的深厚 他 虽然没有 鉴别泪痕 主动的知识 但是 靠着 金属 点击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点出了 破绽 郑德祥的 王老板 自从得了一个同庆之后 家中便不断的出现蹊跷之事 这同庆虽说不是五脉经手 但毕竟给人家长了眼 也脱不了干系 于是 耀神行和许一诚便一同前往 查明原因 听众朋友 马伯雍创作的长篇小说 《武董局中局三》 请听长篇小说 《武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作者 马伯雍 演播 爱宝梁 许一诚的故 陈维李 突然暴毙街头 只给许一诚留下了一张残缺的小纸条 作为线 为了弄清 陈维李死前 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许一诚开始了 秘密的调查 许一诚跟那个男子都没有料到 这个日本人的汉学功底如此深厚 他虽没有鉴别泪痕的古董知识 但是靠着金属点击 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破绽 那男子面色一红 二话不说 拿起主杖 转身就走 临走之前 他还狠狠地瞪了徐城一眼 呸了一声 不帮中国人 反倒帮日本人 够狠惊 徐城一时有些哭笑不得了 不过也没去追究 这种骗子太常见了 专门在高级旅店的附近混 拿假货去哄骗外国人 日本教授起身 激功之谢 我正在发愁 如何让他离开 您能来帮忙 真是太好了 徐城心想 这家伙倒真是个老实人 这骗子 他还这么彬彬有礼 他摆了摆手笑着说 没什么 我这个人 就是见不得假物 所以 我一直没有忍住 不知道 有没有打扰到您 日本教授 双手递上了一张名片 名片颇为朴素 上面只有四个字 目后有三 徐一城把名片收好 双手抱拳 不好意思 我没有名片 我叫徐一城 在清华学校读考古 听到考古二字 目后有三的眼神 竖然亮了起来 他热情的 秦许一城 在对面坐下 开始滔滔不绝的 说起了考古的事情来 原来 目后有三 是东京帝国大学的 考古学的专业教授 这次 和其他几名学者 受邀 加入支那风土考察团 准备考察中国西北一带的 古代遗迹 三月下旬 刚到北京 因为政治动荡的缘故 所以暂时还没有出发 一听到风土这两个字 徐一城心中一跳 联盟拿出了 藤华的那个风土标记 目后教授一看就点着头说 没错 没错 这就是指那风土研究会的标记 那是什么团体 是一个激进会 和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 东亚考古学会 东亚文化学会 差不多 啊 致力于挖掘 宝村 和研究东亚地区历史的学术团体 我们这次考察活动 能够成行 全靠了他们的好意的 自助 哦 这就对了 许一城心想 陈维里使用的性质 是这个考察团从日本带来的 上面留下的印痕 则是赞助者支那风土研究会 多次看来 陈维里的死 以及他舍命要传递出的信息 恐怕和这个考察团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许一城表面没说什么 心中一阵冷笑 日本人 从甲午开始 就垂涎着中国的文化 这些年来 打着考古旗号来中国的日本人 如过江之计 不是盗掘坟墓遗址 就是搜购古籍文物 几乎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 这位幕户有三教授 是个书呆子 可是他所在的 这个考察团的动机 那可未必纯洁啊 想到这儿 许一城问 你们这次的考察得想 是古代的灵墓和墓葬吧 在陈维里的那张纸上 唯一可辨的字 那就是一个灵字 以日本人的贪婪的程度 恐怕这就是最吸引他们的东西了 牟护教授丝毫不阴谈 是 我们至少希望 能有一次挖掘考察 最好是汉墓 或者是唐墓 许一城忍不住了 那 那你们不觉得 这是一种 偷窃吗 幕府教授很奇怪地看着许一城 徐军 你问这样的问题 可是太奇怪了 我们的挖掘完全合乎学术规范 这些 都是东亚历史的宝贵财富 如果我们不尽快 你们中国的菌发 会把他们彻底地毁掉的 可这 可这归根到底 还是偷窃呀 嗯 历史 可不是某个人 某个团体 或某个国家的专属部啊 它属于全体人民 让坏有感激之心的学者来研究 接触硕果 总比毁在那些贪婪之徒的手里 要好啊 这就是我的想法 许一城盯着幕府教授 厚着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愧疚 也不含任何贪婪 许一城意识到 幕府教授是真正义上的那种学痴 在这个人的心目中 恐怕没有什么民族和政治的概念 只有自己研究的课题 那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 许一城果断地换了话题 他是五脉出身 有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 见识和学识都很丰富 两个人聊得特别投机 许一城想到 信签上拿半截剑影 便有意地把话题往剑器身上引 幕府教授恰好 毕业论文就是这个主题 兴致更浓了 谈了许多古代日本和中国铸剑工艺的差别 许一城便旁敲侧击地问 这次指纳风土考察团 是否和什么中国的保健有关系呢 母护教授听到了这个问题 歪着脑袋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摇摇头 团里没有这样的专题规划 不过 我曾经对这类课题做过前部的研究 如果这次考察碰到剑器类文物的话 应该会让我先稍微过目的 我想是这样的吧 他说的时候 头朝后微微扬起 虽然嘴里边很谦虚 可是他这个神情却带着遮掩不住的傲气 在这个专业领域 他在考察团里 那是最自身的 许一城心中一动 把那张纸上的虫影形状随手画了出来 找了个借口请教 母护教授没有什么心急 他觉得许一城是同行 就知无不言 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 全无隐瞒 他告诉许一城 剑身弯曲这种情况 在许多的文明里都能看到 比如 日本道 蒙古道 和波斯湾道 不过 中原样式的剑恶 配弯曲的剑身 这样的形态 他还是真的没有看过 许一城盯着母护教授 认为这个人很真诚 或者说很单纯 不会说谎 那把剑的素描 应该不是出自他的手臂 这就奇怪了 母护教授明明是考察团里的 剑气权威 可是他居然全部知情 想到这里 许一城不经意地问 母护教授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陈维李的人呢 母护又反一了 立刻露出了惋惜的神色 哦 陈君 我知道 怕是这个考察团的翻译 哎 可惜昨天去世了 我听团长 解大夫说 是 其实鸦片过量 真是可惜啊 这是一个很优秀的 年轻人 其实鸦片过量 徐一城眉头一条 好一个接口啊 在外国人的眼睛里边 中国人无人不抽鸦片 捏造死因总是这个 他又问到 那么请问 他的衣批现在在哪里啊 不过教授想了想说 嗯 今天早上 应该是送到日本使馆去了 哦 接团长 亲自送去的 按照法律规定 陈维里是中国籍 意外死亡 理应交由京师警察厅来处理 而日本人却把陈维里的遗体 特意送进使馆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缘故 徐一城本来想再问一下 而木户教授却突然站起来 对徐一城说 哦 团长回来了 你可以直接问他 四五个日本人正好走进了饭店 围守一个人 肩宽 阔面 下巴特别的厚 两道浓尾始终缴在一起 如同顶着一个磨团 木户有三起身喊了一声 杰团长 杰大夫看了一眼徐一城 问 老四岁 木户有三说 哦 他叫徐一城 再问我陈军的事情 您比我知道得清楚 正好跟他说说吧 徐一城安教苦啊 这位木户教授真是诚也诚实 他败也诚实啊 昨夜 方脑山目睹了一伙神秘的人 把陈伟里的尸体抬走 那半截留在手里的纸 肯定也被他们收缴 那会儿一定知道有人拿走了上半截纸 木户教授这么一说 这不明摆着告诉他们 纸在我的手里吗 我就是来查陈伟里的死因的吧 本来还打算旁敲侧击 不动声色的通过考察团里的其他人来打探 现在倒好 直接就被这个木户有三给出卖了 果不其然 一听到了陈伟里的名字 杰大夫双目爆出了一团力忙 他打量了徐一城一番 用中文问他 我陈伟里什么关系 徐一城只好回答 我 我就是他在北京的朋友 他约我今天来大华叙旧 可是他一直没有出现 我就过来找一找 杰大夫将心将意 很不幸 陈军 早晚稀释鸦片过量 已经去世 我们刚刚把他的遗体送到日识馆 等待事件结果 以后的情况 我们会通知他的家人 徐一城 那个 那什么 那那个事件 不应该是 京师的警察听来做吗 杰大夫 不屑地说 你们中国的时间水平太低了 根本就没法信任 再说 我们现在 想找警察 找不到 这倒是事实 现在 从吴一文以下 警察听所有人都惶惶然 机能 已然趋于瘫痪了 徐一城知道 这下打草惊涉了 让对方起离心了 没法继续试探下去了 于是 他又敷衍了几句 改日调研的客套话 结果离开 木霍教授呢 聊得意犹未尽 他扯住了徐一城的袖子说 在中国 有这种见识的人太少了 约一个时间 过去清华拜访 徐一城犹豫了一下 在借大夫的注视下 他还是把地址留给了他 在离开大华饭店的时候 徐一城注意到 借大夫的身后站着一个人 一直冷冷地注视着自己 这个家伙穿着忠实的长袍 能看到衣服下边 那微微隆起的肌肉 脖子粗大 人长得很惊寒 徐一城与他擦肩而过 突然 身子一挨 这个家伙迅速地避上 然后 又恢复成了平常的站姿 徐一城冲他笑了笑 直了一下自己的皮鞋 意思是 我只是积了一下鞋袋 在这个人冷峻的目光的注视下 徐一城缓缓地步出了塔花饭店 头也不回 一直走到了大街上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发现自己的脊背 已经是一片凌凉 徐一城确定 这个人一定是一名军人 只有军人 才有这种内敛和洗脸的傻气 和这种迅速的动作 事实很清楚了 陈维李这次来北京 是以支那风土考察团翻译的身份出现的 他发现了什么事情 情急之下 扯下了一张支那风土研究会 曾经用过的印的信签 从大华饭店逃出去 结果在半路 不幸遇害了呢 东京帝国大学 支那风土研究会 说不定还有日本京方的影子 徐一城觉得这件事情越发的蹊跷了 也越发的凶险了 如果调查继续深入 他所要面对的 恐怕将会是一个组织健全的庞然大物 而他这边 甚至连报警都没有人理睬 两项相对 强弱极其悬术 可是 那又如何 徐一城抬头 看到一排乌鸦从头顶飞过 好似天空裂开了一道细细的黑色的缝隙 他裂开了嘴 露出了一个自信而坚毅的笑容 他抬起了双手 拇指相抵 八指蛟龙 对着天空败了三败 手背翻转 再败三次 拖过一百 九死不悔 许家之人许下的承诺 在绝不悔中途而废的 这一天 注定没法平静了 当许一城返回清华学校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房间里 有两位年轻的客人 已经等候多时了 一个是刘一鸣 一个是黄可武 两个人本来是笑嘻嘻的 看到许一城进门后 脸色凝重 一时都有些尴尬 许一城问他们 怎么跑来清华了 黄克武一推刘一鸣 让他说 刘一鸣推了推眼镜 本来一说明了 原来 他们两个到这里 是为了 吴玉文那件事的 一点余波 那天 在吴玉文的宅子里 郑德祥的王老板 捐了一千五百大样 换回了一个 泥金铜庆 里边还捐着一圈繁文 刑若莲莲花 当时 是要慎行 亲自长的眼 虽未标定年代 但是 不会早于 钱家 钱家到民国 没有多少年头 同庆本身也不算汉用 不知多少钱 王老板安慰自己 反正是花钱 消灾 真的假的 无所谓 他把这个沐鱼 拿到家以后 随手 搁在了佛堂的前面 他的大太太 笃信佛法 正好用得上 可当天晚上 就出了一桩怪事了 有个老妈子 起夜的时候 听到佛堂里 跟儿跟儿做响 他探紧头去看 里面黑漆漆的 一个人也没有 再仔细听 居然 那佛前的同庆 自己发出了响动 一会儿工夫就停了 一看时间 恰好是十点半 王太太第二天 听说以后 挺高兴 觉得这个同庆有佛性 心想 这是菩提催促 我晚上也要念经啊 到了半夜 他等在佛堂口 同一时间 果然又传来了 同庆的声响 他绑着拉住进去了 往佛堂那一跪 突然觉得阴风似起 两头腿 便是动弹不得 王太太瘫在那 只剩一眼珠子能转了 他看见 在珠光的照应之下 那个同庆的影子 在慢慢的拉长 有点怪 形状变成了一个 带着骑头的女子 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 又没法跑 只能是偏命的喊 整个宅子都被惊动起来了 众人进了婆堂 点亮了电气灯 怎么一看 王太太瘫坐在地上 依然昏过去了 而同庆 还在屋子的响 听到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长篇小说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作者马国庸 演播 王太太瘫在那 只有眼珠子能转了 他看见 在珠光的照应之下 那同庆的影子 在慢慢的拉长 有点怪 形状变成了一个 带着骑头的女子 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 又没有法跑 只好是偏命的喊 结果整个宅子 都被惊动起来了 众人进了佛堂 点亮了电气灯一看 王太太瘫坐在地上 已然昏过去了 而那个同庆 还在屋子的响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生意人最忌讳 这个东西啊 王老板一听老婆的描述 也下谋了 当时就要把这个同庆 给扔出去 家里老人提醒啊 哎哟 这是邪碎之物啊 进门容易出门难啊 如果随随便便扔出去 保不齐会有大麻烦呢 留着不是 拿走也不是 王老板左右为难 值得请人来驱邪了 倒是和尚 请了好几个 结果还找了一个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 全都不管用 这个同庆 还是每天晚上准时 照相不悟 家里人惶惶不可终日 偏一黑 就躲在屋里 不敢出来了 好好的一个家 弄得跟鬼宅似的 就连四邻都惊扰不安 纷纷过来打听了 王老板气得大麻烦啊 吴炎王杀过那么多的人 他经手的东西 是肯定不干净啊 他骂完了吴炎王 又骂五脉 这些长眼的人都是瞎子 就这点邪气都看不出来啊 王老板不敢去惹吴炎王啊 就想让五脉负责 于是他给沈默传了个话 要求他派人再掌一次眼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古董铺子有个行规 凡是经手的物件 可以有假的 但不能有不吉利的 卖人假的这叫骗人 卖人大凶之物 这叫骇人 所以玩古董的人 风水勘语 命理树之类的门道啊 哎 多少呢 您都得涉猎 买货的时候 负有解说 吉凶的这个责任 比如说 谁买了一片古镜子 老板就得先提醒这家人 切不可高悬于踏钱 谁要想卖件怀树心的木梳子 那正经的大铺子都不敢说 既卖都不肯 怀目大音啊 那是给鬼梳头用的 卖出去 要出人命的 这个童庆 虽说不是五脉经手 但是既然给人家长个眼了 你就脱不了干系 于是 沈默就让药慎行再去看看 药慎行接了沈默的要求 哭笑不得 只好再去一次 到了王家 要慎行 拿起这个童庆 东看看 西看看 实在看不出什么毛病来 这个童庆造型肃静 唯一可以考虑的 就是这那里边刻的 这一圈繁文 但是经过辨认 也不是什么歇州啊 不过就是普通的佛经嘛 可是王老板扭住了药慎行 是死活不放啊 一定要五脉负起责任来 这个时候 在一旁帮忙的刘一鸣 眼珠一转 提一说 金石一类 是许家的专场 要不请老许家的人来看看 要慎行一听就不乐意了 许家老爷子去世几年了 现在许家就剩许一成一个人了 请许家助手 那就等于是叫许一成来呀 那一天 在吴玉文的家里 这人已经出尽了风头了 让一向 以接班人 自诩的这个药慎行 他很有一种危机感了 王老板可不管这么多呀 听说五脉 还有更厉害的高人 没有出山 就忙不迭地催促赶紧去清 于是刘一鸣叫上了黄克乌 高高兴兴地跑到清华学校来 搬救兵来 讲完了前情 黄克乌扯着大嗓门说 许说 这个事情不解决 雾霾还会有大麻烦的 吴玉文是您解决的 好歹 咱们得收个尾 山始善终吧 许一成呵呵一笑 颇有深意地看了刘一鸣一眼 后者 联盟把这个视线给移开了 似乎有什么亏心事 许一成问 王老板住哪儿啊 啊 怎么说 许说 你愿意去了 刘一鸣赶紧捅他一下 黄克乌这才意识到 自己答非所问了 赶紧回他说 对 那个 重安门 就在重安门 那附近 没有什么寺庙吧 黄克乌对北京的弟弟很熟 他想了想 嗯 应该没有 许一成找出了一张北京地图铺开 随手拿出了一枚图丁 搁到王老板家当标记 俯身 琢磨了一只 从书架上拿起了一个小册子翻了翻 一派手说 行了 我大概知道了 你们等我一下 然后拉开了抽屉 把那套海底针给拿出来了 刘一铭 黄克乌 一见这海底针 精神一振 这海底针的号称 无保不道 需要他出手的 无不是 真其一保 许一成诸金把他戴上 说明 那个同情学不简单 嘿 又有热闹看了 许一成说 我们走吧 陈威里的事 让他一直心神不宁 正好 借此换一换死路 三个人离开了青花园 索性 这个时候 电车还在运行 许一成单独坐在前台 头靠一背 任凭窗外的夕阳照的脸上 陷入了沉思 两个人不好意思的 跟他并排 就都坐到后面去了 电车在路上 徐徐开动 半路上 浑透消失的 温流一面 三流 去述这一去啊 你这算是 把药白白给得罪了 我把他收拾你了 啊 性子虽急 但不代表没眼色 要沈刑是既定的接班人啊 许一成这一去 就等于给他他台呀 以他的这个领性 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刘一鸣的这个举动 可是捅了个大马蜂磨呀 刘一鸣扑车笑了 本来嘛 吉尼石就是归许家管的嘛 我哪句话说错了 再说了 他要是敢整我 我就把要来那点烂事 全都给抖了出去 当时 看丢脸的是谁 缓口笑着说 哎 你小子一出手啊 肯定得先算得清清楚楚 说吧 你得照洗说 你到底涂什么 说 刘一鸣眯眯起了眼睛 却不肯说 只是伸出食指 拇指 比了个八字 黄克武呜了一声 这才明白过来 五脉的组长之威 最多做到八十 就要退位 免得老糊涂了 连累足利 而今年八月份 正好是沈默八十大寿 不出意外 会在席上 让要慎行接任 不出意外 不出意外 哦 明白了 大刘啊 你这是要给许叔 搞一出 黄袍加身啊 刘一鸣扶了扶眼镜 明眼眉花 凋零腐烂 得有一位 像拿破仑一样的人物 来领导 才能活下去 拿破仑 知道是谁吗 黄客户一摇流头 嗯 不知道 刘一鸣呵呵一笑 那是法兰西的皇帝 哦 这小子胆可不小啊 刘一鸣看他一眼说 别装了 你如果喜欢要他被上位 你就不会跟着我来 黄客户抓住他脑袋 特别严肃的说 我 我可不是对 要他白有什么成见 他是 他是个好商人 只不过呀 物件到他手里吧 就只看左件 就不知道怎么真性爱惜了 我不喜欢这样 刘一鸣说 得了得了吧你 谁不知道 你大黄是个讲究人 尸骨如命 还是我老成 我看你呀 才是个老古宗 黄客户嘟弄的说 那骨骼啊 骨骼啊 不话话真些 那说的干什么呀 两个人正在后排 嘀嘀咕咕 徐成的声音 从前排飘过去了 哎 这次把我叫过去 是一鸣你的主意吧 要大哥可绝不会这么做的呀 刘一鸣被说破了算计 也没有脸红 索性直言 当然 当然他不希望你去了 他可怕你抢他的位子呢 启成哼一声 头没有动 你们读过庄子的秋水篇吗 两个人一起摇头 启成说 在秋水篇里头 庄子讲过一个故事 话说在南方有一种鸟 叫做渊厨 这种鸟极爱干净 不是梧桐树它不落 不是山泉水它不喝 正巧 一只药鹰逮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 正要吃 看见渊厨飞过 生怕他过来抢 就抬头吓了一声 想把他吓走 刘黄两个人哈哈大笑 刘一鸣笑完以后 心里又起了一声叹息 许一诚果然看破了自己的用心呢 这算是委婉的拒绝了 他望着前排 重新闭目养神的许一诚 忽然又在想 许一诚对五脉 视若腐烂的老鼠 那么 他所属意的梧桐山泉 会是什么呢 难道就是他说的考古吗 刘一鸣想问 但是犹豫了一下 还是闭下了嘴 天擦嗨的时候 三个人到了王老板的家 刘黄一进门 迎面看到药慎行坐在那喝茶 那张脸窄窄的 配上了一副鹰勾鼻子 还真有点药鹰的意思 俩人忽然忍不住 对桌窄一行 对桌窄一行 实在是不擅长啊 这等老烦兄弟你跑一趟了 这都听得出来呀 这就是在讽刺许一诚 不务正业呀 而许一诚却是微微一笑 并不生气 跟着王老板客套了几句 说 那好吧 就带我到佛堂看看吧 众人进了佛堂 王老板一指那庆 这就是他 每天晚上十点半准响 被夕阳中都准 许一诚走过去 没有着急触碰 而是把海底针在旁边摊开 这个海底针铸造得极为精致 造型又很怪异 外行人看起来和法器差别不大 王老板看到了这么专业的装备 顿时也放心了几分 许一诚的双手摸在庆上 微微闭眼 过了好一阵才重新睁开 神情肃穆 费尽了心神 王老板看他脸色严峻 并坠坠不安地问 怎么回事啊 许一诚捧起了同庆 把这个庆口对着王老板说 你可知道 这梵文写的是什么呀 王老板表示 我不知道 徐成说 这行梵文叫做分陀利华 意思是大白莲花 佛经理称赞人 常说 人中分陀利华 跟咱们说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那是差不多的 王老板纳闷地说 那 那不是令吉利吗 那可 那那 那怎么还闹女鬼啊 许一诚一本正经地说 这分陀利华 有镇压邪魔的功效 夫人看到的那名骑头女子 恐怕是受了什么冤屈 一灵不昧 混在庆中 被大莲花震着 一入夜 便拼命地挣扎 是以同庆 不敲似响 许一诚一本正经地说着 类似地说辞 王老板也听和尚和道士们说过 所以他将信将疑 他就问 那 那那结法呢 许一诚竖起了一根手指 今日 伯克叫着同庆 不再惊扰 不过 若想彻底化解他的怨气 还得要有功德尽润 哎呦 呦呦呦呦呦 我太太经常 抄经 抄经 习诚摇了头 哦 抄佛经只是虔诚 行慈悲才是功德呀 许一诚这话一出口 留一名缓克成 就知道他又要干什么了 再看他得到高人的那个神情 在心里头偷偷地笑 王老板 王老板 也是个 食言之趣的人 立刻表示 那个 那行 明明一早 我 我就再捐 我再捐 再捐五百大洋给福利院 您就赶紧做罚 赶紧做罚吧 习诚 点了点头 从海底针里 挑出一柄小错 拿起了同庆 狠狠地 错了几下 又重新搁了回去 王老板问 不是 我 完了 许一诚说 做完了 什么 王老板打击 那 那 不用念经画 画幅什么的吗 哈哈 许一诚 朗声笑道 放下错道 立地就可成福 真正的好手段 看的 不是时间的长短 啊 今晚十点半 等着瞧就是了 哎呦 看他说的言之凿凿 众人都将信将疑 就连刘一鸣都不知道 他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这一把错 轻轻蹭几下 就管用 这未免太简单了 这个 王老板请他们 在晚上吃了一顿家宴 可是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 只有许一诚 谈笑奉生 凶有成竹 到了快十点半了 众人再次聚在了佛堂的门口 只弄起耳朵仔细地听了 哎呦 时间过了 这同性果然是悄无生机 没动静了 王老板是大喜过望 连称许一诚是活神仙 要身形站在边上 手里边 握着腰间悬着的一枚铜印 脸色阴沉的 快滴出水来了 皇族宗室御方 亲口告诉许一诚 两个月前 东陵被盗 而让许一诚心里 翻起惊涛骇浪的 另一句话却是 在东陵被盗之前 但毕竟给人家长了眼 也脱不了干系 于是 耀慎行和许一诚便一同前往 查明原因 王老板大喜过望 连称许一诚是活神仙 耀慎行站在边上 手里边握着腰间悬着的 那一枚铜印 那脸色呀 阴沉的快滴出水来了 他折腾了两天 一无所获 可许一诚轻轻两措就解决了 更可恨的是 自己还不知道 他是怎么弄的 这事要是传到家里头 岂不是又给人家加分了吗 可是耀慎行 眼珠一转 又摆出了一副笑容 顺着王老板的口方 连声称赞 说 哎呀 我这个弟弟 天赋异禀自幼修道 最擅长降妖除魔 是怎么悬护怎么吹呀 腰身行想听出来 棒杀 不如捧杀 如果能把许一诚坐实了 会捉妖的身份 那对自己就再也没有什么危险 家里头再如何摆落 也不会选一个神棍来做组长的 对这些赞颂 许一诚只是淡淡的解释了一句 我不是道士 我在清华学校写考古的 大家只当他是谦虚 再说这个考古 我这个词听着玄乎 哦 保不齐呀 也是什么修道的法门呢 王老板 请五脉的几位 回前堂喝茶 然后呢 叫了家里一干人等 在佛堂祭拜 感谢菩萨恩德 许一诚在太师椅上坐着 喝着王太太亲手泡的茶 悠然自得 刘一鸣凑过去低声问 起手 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根本就不信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许一诚斜看了他一眼 淡淡的吐出了四个字 共振远离 什么 刘一鸣把这个眼睛都瞪圆了 没听明白 许一诚笑着说 此事 古已有之 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拔了 说唐代有这么一个人 他有个和尚朋友 因为屋子里那个庆啊 总跟外面那个钟声一起响 因为有五位啊 都给吓病了 就见这个人 把庆拿错刀错了几下 他就不响了 他解释说 因为这个钟和庆 恰好音律相合 鸡笔因此 所以有了共鸣 只要稍微改变它的形状 音调一变 这声音就消失了 用现代的科学道理来说呀 就是物体频率恰好一致 产生了 好共鸣了 刘一鸣非常奇怪 那可是附近并没有寺庙啊 也没有听到钟的声音呢 许一鸣树起了一根手指 没钟声 可有别的呀 你仔细想想 哦 牛一鸣突然呐喊了一声 火车 徐一鸣说 嗯 一鸣啊 你点脑子挺好使嘛 对 就是火车 你看啊 咱们这儿 位于重文门内 距离 距离 京津铁路不远 我刚才 在学校查过时刻表 每天晚上十点半 有一辆火车 从天津 开到正阳门火车站 诶 恰好路过这附近 火车轮子 在铁轨上滚动 声音低沉 恰好 跟这个铜庆的音律啊 对上了 哦 他感觉 这铜庆不是闹女鬼啊 而是闹火车啊 黄客五急问 那也不对啊 那喜太太看见这个女鬼呢 那个铜庆下窄上宽 两边微托 竹影一照 可不就有点像 骑头女子了吗 哈哈 其实天下无事 庸人自扰 多少烦恼 无非就是三个字 想多了 许玉成 别有深意的 看你一眼要神性 这个人此时啊 站在廊下 背着手 望着漆黑的夜色 一言不发 要慎行 也不信怪力乱神 但是他琢磨不明白呀 这喜一成 他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 他又不愿意露怯 只能是远远地站着 玩神尘 这个地方的事情 完了 许一成 捧起了茶碗 又撇了那么一小口 掏出素白手绢 擦了擦嘴角 准备起身走了 正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众人一抬头 看到 王管家 掺着一位 须发揭白的老头子 直接就走进来了 北京 这都已经快入福了 这老头子 还披着一件 掐边 银鼠皮袄 好像是耐不住 一点风吹了 他那个脸上 老皮是高鹤纵横 后脑勺 还梳得一根 长长的 银白色的辫子 整个人 勾搂着背 像是一只 快被晒干的虾 唯独那两只眼睛 亮啊 像是海东青的鹰眼 管事的对他十分恭敬 口称 父老公 这老头进了屋 开口就说 听说 你们家里头 有个刻着莲花的 童性 嗯 那给我看看呢 这父老公的声音呢 都有点细了 可你口气 这强硬的很 玩事的有些为难啊 老头子把这拐杖一顿 玩事都一哆嗦 赶紧说 我 我 我就去 就去 过不多时 王老板匆匆的出来了 是义工到底啊 哎呦 父老公 父老公 什么份儿 把您这么晚都给吹来了 哪个童性呢 我要看他 这父老公说着 王老板担心啊 说这青 才被封印 不宜轻动啊 可是 他又忌惮这位老人家 就把郑寻的目光 投向了许一成 许一成 点了点头 表示 不妨事 王老板 这才吩咐仆人 去佛堂 把这个庆给取来 然后呢 自己陪着父老公 在这说话 许一成 在一旁 冷眼旁观 这个父老公 从称呼 到座派 都像是在宫里 做过太监呢 哦 这职位啊 恐怕不低 清帝退位以后 太监们 也都被赶出宫去了 其中呢 一些大太监 有手段 有身价 也有人脉 就转投了 其他的这个行业了 诶 照样做的是 风生水起 他们是互通生气 彼此帮衬 在京城地面 也成了一股势力了 这些人 为了表示 仍旧是 效忠轻视 都不捡辫子 这位父老公 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 很快 这同性 被人娶过来了 父老公 还没等 王老板 转交吗呢 上前一步 拿在手里 大眼子 一看 突然是放声 大哭啊 他这一声哭 可把前头 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大家只猜 这老头子 是来夺跑的 没想到 他 他怎么是这个反应呢 父老公 怀抱同情 功倍 不住的颤抖 似乎十分伤心 王老板 劝了好一阵啊 这父老公 才支住了眼泪 红着眼睛 抱着这个同情 就说了 这是哪儿 哪儿来的 王老板 心想坏了 不知道又要出什么 幺蛾子了 他心里这个恨啊 就为了这玩意儿 自己先是 关在宅院里 被人胁迫 讹诈了一千五百大洋 然后又闹得是家宅不宁 现在 又惹出这位来 您说 他没有一件好事 王老板 把来龙去脉 简单说了一遍 父老公听说 里边封印着女鬼呢 瞪了徐城一眼 面带怒涩 这简直就是 胡说八道嘛 接着又对王老板说 这做件多少啊 我两倍给你 王老板赶紧摆手说 哎哟 这包西在下 无福销售啊 我送您得了 父老公一挥手 我不占你便宜 我不占你便宜 明儿你派人 到我账房里值钱去 他也不容这个王老板 再说什么 抱这个东西啊 哎 直朝门外就走 从头到尾 父老公都没往五脉这边看一眼 众人是万万没有想到 最后居然是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结局啊 不由得面面相聚 同性既然已经不在了 那么继续留在这儿也没意义了 眼看已经十一点多了 许于成和耀慎行 齐身告辞 带着刘一鸣和黄克武这俩小家伙一起离开 这个时候 天色已尽子时 阴云遮住了星月 正是一天之中 阴气最重的时候 一处宅子 胡同里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只有王宅门口挂起了一个纸灯笼 悠悠的小光只能照亮一米之内 这段时间 北京城兵荒马乱 宫殿是时有时无啊 夜里出行 您得有副好眼力才行 从王宅到大街上 就这么一条路 要慎行纵然是满心的不情愿 也得跟这个徐成一块走 刘一鸣跟在他们俩的身后 饶有兴趣的 看着这两个人的背影 不知道 又在琢磨什么呢 黄克武瞪圆了眼睛 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脚下 四个人一路无话 沉默地朝前走 很快 王宅这个灯笼 在身后吹灭了 整个胡同 如同被迎头 浇向一碗浓稠的松木 杀石 彻底陆地陷入了黑暗 两侧高高低低的这个墙 夹出了一条 就好像是木道的 这么一个胡同小套 偶尔有野猫飞奔而过 双木幽亮 就好像是这个粉肿的灵火 四个人 默不作声 挪动着脚 往前走了大约一百多米吧 黄克武突然 疑了一声 他上前一步 疑声合到 谁 四个人里 这黄克武是个炼家子呀 他的耳朵眼睛都比别人灵敏 听黄克武这么一喊 其他三个人也把这个小套给停下来了 静止地四下望 在药肾行的左侧 突然传来了一阵咯吱咯吱的低沉的撒音 这个声音连续不断 像是什么东西滚过砖石路 再逐渐的逼近了 药肾行脸色大变 下一次朝右边躲 恰好撞到了徐城 徐城身心一晃 伸手扶住了他的肩膀 弟兄说 别了 那是车咕噜 就在这个时候 树盏大灯笼 突的亮了起来 要慎行这才看到 自己正置身于糊涂的一个岔口前面 前方一条出路 左边还有一条斜进去的路 在那条路的正中 是一辆胶轮灰旁大马车 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 正是胶皮轮胎压在路面上的声音 车前两匹高头枣红的圆马 车厢用蓝布帘 围得密不透风 马车两侧 是两个绑大遥远的保镖 手里各踢力展 刚刚点亮的 方峰珠谷 大黄灯笼 整面无表情的 看着这边的人 黄克武一步当前 横掌于胸 这个时候 一只枯狗的手掀开了蓝帘 从车厢里边把这个脑袋探出来了 嘿 居然是那个父老公 那扫视里也缓缓地就说话了 我买的朋友 请留步 那张苍老的脸在烛光绕映下 显得有些诡异 四个人都被直升 这父老公又说了 刚才那是在别人的家里 不便相谈 所以老夫特地在这儿等着 希望能与两位一叙 他说的这两位 自然是指要慎行和许诚 这个邀请来得突兀啊 许一诚和药慎行都有些吃惊 药慎行新炼仪的酷汗 这同情啊 是吴炎王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这个贼赃呢 说不定这位就是郑主 现在都快半夜了 咱们诡异的邀请 说什么也不能去啊 许一诚也没有答应 他盯着这个马车的顶部 注意到正前方的车员下 左右叼着两条龙 正中是一枚日猪 父老公见他妈本言语 又说了 请两位放心 老夫是绝无恶意的 只因着同情甘息重大 牵扯到一件极为骇人听闻的大事 不得不请两位帮忙 参想参想 说到甘息重大这四个字的时候 这父老公整个人变得特别的争灵 这四个字 甘息重大 却咬的是特别的重 要神经就问了 那个什么大事啊 父老公摇摇头 嗯 这里不是续化之地 两位不妨一步含舍 听老夫详细道来 对两位没有害处 反而有些好处 要神经瞬息了一口气 说 按理数啊 要是请人续化 那得挑个白天下帖子呀 这 这哪有深更半夜来接人的这个 父老公呵呵一笑 笑得有点冷 老夫说的这件事情 见不得光 非得这个时辰说不可 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要神经这心里不由的咯噔一声啊 既然都明告诉你了 这就是见不得光的事 那你就没法走了 两位保镖 提灯了 向前走了三步 朝着车厢 各自伸出绿子胳膊 齐声道理声 停 黄口 猛的就这么一缩 他注意到 这两位的手掌 都带着厚厚的老茧 像是今年的老手 要说主卖这四个人 那 轻而易举呀 这个时候 在远方 传来了一声 清脆的枪声 随即 有归于寂静 旺族才提醒他们 北京这个时候啊 那已经是无法无天的地方了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欢迎继续收听 午夜拍案惊奇 倾听藏天小说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对于傅老公的这个妖刑 妖慎行一行啊 知道 今天是推脱不了的 只能说好吧 我们俩去 但是 您得告诉我们去哪儿啊 傅老公知道妖慎行的用意 就把这个视线 转向了刘一鸣和黄克虎 我带你家大人 去城东郊 永定河畔的高碑地儿 明儿就回城 嗯 这个地方 在城东二十里外 再往东走 那就是通州了 是南方走货进京的 必经之地 人烟凡盛 那不是偏僻的荒野啊 喂 妖慎行听了 稍稍的 这才放起了心 许一城 转过了头 对刘一鸣说 一鸣啊 麻烦你跑一趟 与王府 跟我媳妇说一声吧 嗯 刘一鸣 打应一声 许一城 趁机压低了声音 又交代了几句 这才放开了她的肩膀 要慎行 也吩咐黄克武 回去跟武脉交代一声 然后他和许一城 一前一后 上了马车 马车的车厢里头啊 呵 十分的讲究 包同的门边 苏绣的罩垫 左卫下边 还有个雕花的方格 夏天哥查去 冬天放弹炉子 不知不见如何的奢华 大还是可掏着骨子 精致的归气 父老公端坐正中 两道银楣搭了下来 闭目眼神 那个同情被他捧在手中 似乎十分的珍视 要慎行可许一城 分座左右 也没法说话沟通了 他们俩只好是各想各的心事 要慎行心想 这老头子 那是宫里头出来的 这个同情怕不是和宫里的哪位贵人相关吧 他侧头偷偷偷的一看 看到许一城 身子向后靠着 双手搭在这个小肚子上 居然睡着了 仔细的没听啊 还带着轻微的呼噜声 哎呦 他这 真是哭笑不得了 不知道是该说这个家伙有大象风度啊 还是没心没味的 等会儿 还是跟父老公说清楚的好 啊 五脉是五脉 踏实烫 哎 多事之秋 可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要慎行心里想着 深夜的京城 路上空如一人 又不像前卿那会儿 有宵禁 连城门都没人守了 这个马车 在道上畸行 一会儿工夫就出了城 一直沿着关道往东 交轮车呀 比这个木轮车稳当 一点都没觉着颠 过不多时 马车就到了高位点 来到永定河畔的一处独院的前面 光是住门前 那蝉花的门背和两尊五蚊石头墩子 您就能看出这个宅院不大 气宇都可不小 这位主人非富即贵 保镖过去 轻轻拍门 很快有一个年轻的丫鬟 把这门打开 让他们进来 父老公向两个人 拱了拱手 老夫 拒请主人出来 二位 站在客厅上后 许一城和药慎行 心里边又是一惊啊 怎么着 就这父老公他 他还不是正主啊 他就一老奴啊 哎呦 这牌子可真不小啊 院子不大 中间最醒目的是一棵 笔直粗大的老槐树 两个人看见那个树啊 心里头就是一阵 北京种树是有规矩的 所谓 前不栽桑 后不栽柳 中间不种 鬼拍手 桑枣度离怀 不进阴阳宅 为什么呢 这个槐树 这个字旁边啊 有鬼啊 讲究的人家 都只在门前载怀 图个尽宝招财 这个院子里边 那是绝对不中的 不吉利啊 不过这个 北京的槐树特别多 打从明代起就有了 所以还有句讲头 叫做 院有古怀 必失老宅 这个宅院中间 既然堂而皇之的 有这么一棵槐树 想必年头一定是很久远了 能在这儿住的人 身份非同一般 丫鬟引着他们 穿过了庭院 进了客厅 这么一进去 两个人 煞食以为 回到了 宣统 年间了 除了两个 落地的 电灯罩 屋里的布置啊 跟前卿 贝勒 是完全一样 咱们各自作定 丫鬟 奉了两杯清茶 和两点小点心 要慎行拿起了茶碗 习惯性的看了一眼 筋不住 嘶 嘶了一声 这是发廊 由于此 这个瓷面上 扶着一堂光柚 倒进茶去 茶水 怎样晃 就可以看 鱼在茶里边 油呢 哎哟 这个词句 年代虽说不远 那可是宫里边的 玉制精品啊 搁到市面上 一套这儿的茶去 就能换回两间房 许于诚 对这个词句 没什么反应 随便品了它以后 拿起千层膏 就来吃 神态自若 这个时候 有一个声音传来了 这糕点师傅 当年在宫里放纸 卖头 可吃不着哦 两个人放下了 手中的误事 看到一个 富泰白净的中年胖子 迈着四方布 从屏风后边 穿出来了 戴着一副 戴帽腿的圆眼镜 手里边 敲着把折饰 腰上 砸着一条 明黄的布袋子 那个皮肤保养的 就好像 好像婴儿一样啊 是一点折子都没有 紧随其后的父老公 满脸褶子 跟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 旁的笑眉异的说 得到了 民国了 不兴打签 咱们还是 改攻守吧 他双耳后长 笑起来啊 就像是佛陀 声音醇厚 吐字不羁不徐 有得不几分 坦白的韵味 看起来啊 肯定是一位 今年的票友 左拳抱右拳 攻了攻守 在下 玉坊 一介 经常 闲散人 这嘴里说 是闲散人 可是他那个下巴 是微微抬着的 带着淡淡的 那么有金石劲 一听这个名字 俩人就是一经啊 在北京 这个玉字 那是大有讲究的 当年 康熙定下了规矩 爱新觉罗家的 晋之宗室 按字排备 定了 印 红 永 这三个字 到了乾隆呢 有天了 绵 意 载 这三个字 道光 载天 普 玉 恒 这三个字 这马人呢 他那个习惯是有性不用 再加上 民国初年 怕人报复 所以这个宗室子弟啊 都不提爱新觉罗 而以本辈的这个字名 字称了 换句话说 眼前这位胖子 他是满清的宗室中人 玉四辈 比溥仪小一辈 要是没有袁世凯 这位 那又是一位贝勒爷了 难怪父老公在他的面前 以老奴字称 民国优待清宗室 那些昔日的龙子龙孙们 虽然没有了特权 可这日子过得不算坏 这都民国了 他还是一副王公贵族的派头 张口 闭口 都是我大清 这腰上还砸着黄袋子 这个黄袋子是前清皇族嫡系的标志 他到了民国都不肯摘起来 这辫子也不剪 宇方一抬这个抛镜 稳稳地坐在圈椅上 玩着这个折扇 刚才 父老公都跟我说了 啊 让两位深夜到此 未免失了礼数了 可因事出有因 还望恕罪 赶名 我亲自登门给两位陪博士 要神行 赶紧开口说 不是 那个 那这个 时候也不早了 您就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父老公 把怀里的铜庆 割到了御方的身前 御方一伸手 摸了摸这个庆颜 御班这儿呢 轻轻地扣了一下铜庆的这个边 发出了悠扬的响声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说 嗯 你们可知道 这个铜庆的来历吗 要神行不动声色地说 要是我猜得不错的 这应该是宫中之物吧 嗯 要先说得不错 我大清同志地在位的时候 有一位妃子 是香黄齐人 富察氏 人们能奉秀的女儿 老佛爷亲自点她入宫 本来要封皇后 后来慈安反对 这封为皇贵妃 富察氏 读心佛法 每日礼佛 有一位活佛曾说她是莲花图室 所以她特意请人打造了一只铜庆 铸造的时候 放进了她三根头发 上课 莲花繁文 当做自己的体身 就是这个了 要慎行 当时曾经判定 此物只成于钱 家 现在证明猜对了 不由得啊 面带得意的神色 这个时候 父老公微微一公声 接着就说了 关系三十年 富察氏病逝了 嗜好 殊慎 皇贵妃 葬在东陵 陵秦 就在 惠陵西侧的 飞园 这间同情 作为陪葬 也一并下葬 还是老奴 亲自搁进她那个 官国之中的呢 嗯 哼哼 说到这儿 她眼泛泪光 好像要哭 要慎行 和徐宜成两个人 那都是股东行里的高手啊 原本在官国里的陪葬品 如今却出现在市面上 殊慎 皇贵妃的身后 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不言而喻啊 这个富老公 当年应该是皇贵妃身边的人 难怪一见这个童庆 她就要失声痛哭了 要慎行试探 你就问了 那您的意思是 您想查查 这个木它有没有被盗 雨方这个折扇 啪 扎在手掌上 恨恨的咳嗽了一声 这不用查 又在两个月前 三月二十九日 一会儿强人带着火器 进了惠灵飞院 倒觉淑妃黄贵妃的灵亲 把里面的陪葬 尖略于空 鱼骨扔在了木道中途 不打轻 宣伟不过十几年 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这真是 岂有此理啊 这俩人听的这个消息 都给吓坏了 这东陵 在直立 尊化州 马兰玉 这里边 葬有顺志 康熙 乾隆 咸丰 同志 这五个皇帝 包括慈禧 慈安在内的十四个皇后和一百多个嫔妃啊 是清宗室第一大灵 清帝逊位十七年 余威犹在 所以这个民间虽然盗墓成风 但是皇室的陵路一直还是保存的完好的 想不到今天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贼啊 他居然动起了东陵的主意了 中国历代 对灵亲是极为重视的 自先秦至清代 瓦粉掘墓 那都是有备人伦的一等大罪啊 现在居然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韦 要对帝王的灵亲下手了 这可真是害人听闻啊 要深省就问 那个 这宗室不是有专门护灵的人吗 诶 欲方摇溜头 说来惭愧呀 负责守灵的是我的弟弟玉鹏 之前他接待过一个日本来的考察团 人家送了几瓶洋酒 结果这个蠢蛋 哪天喝得明听大罪 被人堵在屋里不敢出来了 一直到这个贼人都跑逛了 早上他才去联系马兰镇的总兵署 发兵搜脚 二位也知道吧 这世界兵不如飞呀 总兵署敷衍了一刺 这事从此就没有下文了 要深省暗暗松一口气 哦 傅老公又是干系重大 又是骇人听闻 还以为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呢 不过就是个妃子墓被盗了吗 就转过头去看许一诚 却发现许一诚的神色 非常的严峻 他忍不住心里就想笑啊 到底没见过事呢 对这个古玩行当的人来说 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呢 这算不得什么大事啊 啊 他真没有了这个图书子 是 这玩儿古玩的 他还怕没了货源呢 那不是吗 他哪知道 让许一诚心中掀起惊涛的 其实是御方的一句话 在东陵被盗之前 宗室接待过一个日本考察团 仔细想 那个时候 恰好支那风土考察团抵达了北营 许一诚忙问那个日本考察团的名字 与方说 要支那风土考察团 这团长那个姓挺怪啊 叫做什么 戒 考察团前脚走 后脚东陵 即告失窃 这位面太巧合了吧 慕护教授也提到过 他们这次来中国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察墓葬 甚至有计划 打算开决几座 许一诚勿然想起了那半张信签声 那个潦草的灵字 和那五个血色的手指头印 一个荒谬的想法 浮上了他的心头 说不定啊 这代表他正是安葬着 五位帝王的东陵吧 难道说 陈伟里拼死传递的信息就是 这些日本人觊觎的目标 不是普通的墓穴 而是 东陵啊 对于调查东陵被盗一事 五脉的态度很微妙 他们希望此事如果失败 就由许一诚一人承担后果 如果成功 宗室仍然领的是五脉的人情 至于五脉支持许一诚的力度有多大 就要看药慎行的心情了 听众朋友 马国英创作的谈判 许一诚想 难道说 陈伟里拼死传递的信息是 这些日本人觊觎的目标不是普通的墓穴 而是东陵 这未免太荒谬了 东陵是帝王陵亲 且不说这种行为会造成多大的外交纷争 但是这个陵伍的规模 也不是这十几位教授的考察团能吃下去的呀 除非 除非日本人暗地里出钱 出技术 买通国内的盗贼代劳 他们在幕后吃货 哎呀 这可不算新鲜事啊 国内许多的古董商人 就暗中豢养着许多土夫子专门挖货 还未知养楼骨 是时下最流行的一种合作 想到这儿 许一场割下了茶碗 身子略微往前这么一探 盯着御方就问了 如果 只是这一座墓穴 想必您也不至于深夜把我们两个叫过来 这后头还有事儿吧 哎 许先生所言不差呀 这个墓碑到了以后 与彭剑总兵署对此事不上心 只好是报告给了东陵承办事物丫门 然后又上报给了在天津玉居的皇上 皇上一听当时就伏地大哭 然后召集了一干元老一事 加了两道旨意 一 让宗室筹款 重新安葬 殊胜黄贵妃 她要对整个事件 严家跑命 二 调查清楚盗墓真凶 第一件事情 由几位王爷负责 已经重新措置安葬了 而第二件事情 就落在了我的头上了 我到了现场 这么一看 发现那会儿盗墓贼 是一次挖开墓道 正面炸开石门 直入地宫 四周没有别的挖掘的痕迹 这意味着什么 两位该清楚了吧 两个人点了点头 盗墓者盗墓的手段 一 是打盗洞 盗墓室的上方 然后砸开墓壁 这叫放大炮 二呢 直接打通墓道 这叫穿真眼 前者麻烦 但只要蒙中了墓穴的大概的物质就成了 后者省事 不过需要精准的知道墓门所在 如玉方所言 这会儿盗墓贼没有半分的犹豫 一次就准确的挖到了墓门 打开了地宫 没有半点的偏斜 这绝对是熟知东陵内情的人干的呀 玉方继续说 盗墓贼得手之后 彻底销声匿迹 丢失的陪葬 不知所踪 直到昨天 我听说王老板家闹鬼 一打听这个同庆的样子 才知道丢失的陪葬 终于开始流到了世面而生了 这才派傅老公去看看 讲不到啊 赶得早 不如赶得巧 与见两位无脉高人 可见 此乃天意啊 说到这儿 他站起了身 郑重其事地身居一躬 诚恳地说 我早有耳闻 五脉 是京城古董圈的定盘心 希望两位 能拨令元首 查出那位盗墓贼的来历 勉强我等 成为独孝子孙 哦 调神行一听 心想 这位清朝的遗老 果然是来求五脉 做这件事情啊 他这个心里头啊 有点为难 以五脉在京城的人脉 耳目 想要查清楚 殊胜黄贵妃陪葬名气的去向 那不算什么难事 但是 有一桩难办之处啊 历代以来 古董商人跟盗墓贼之间的关系 千丝万缕 暗地里的牵扯极多 是以对盗墓之事 古董行人的人是不会公开支持的 但是也不会公开的反对 就采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 五脉要是下手去查了 那只怕是坏了规矩啊 要顺行脑子一转 他笑着说 哦 傅老公啊 果然是忠心耿耿 这对他来说 确实是一件 害人听闻的大事啊 语方听出他的意思 五脉可不是傅老公啊 跟青氏没什么恩义啊 犯不上为这么个巴肝子打不着的妃子得罪同行啊 听到这儿 他这脸色就有些阴下来了 这个时候许一诚在旁边说话了 人心不足 欲贺难填 欲方先生担心的只怕是这个吧 嗯 正是 若单单只是一个皇贵妃的墓 早也算了 可凡是有一即有二 有二即有三 这会儿盗墓贼是胆大包天 有对清零的布局十分的熟悉 今天挖了皇贵妃的墓 可能了 明天就要挖别的 他们的胃口啊 就会越来越大呀 说不定 他能打皇陵的主意 如果不及时的逮住他们 只怕整个东陵都会危如勒乱 危如勒乱 整个东陵啊 说到这儿 他双眼泛起了血丝 重重的一拍桌子 这东西差点掉在地上 幸亏被父老公的律师手给接住了 究竟这个老头啊 虽然是老太隆忠 可是接东西的动作 呵 瞬节如电 要审刑这才意识到 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啊 这伙人一日不落网 东陵一日不安 倘若满清皇陵真的被盗绝了 那可真的是 有民国以来 古董界第一件惊天动地的重案啊 只怕举国都要为之震惊啊 要慎行 不由的问题 这张刑警 是重大的犯罪啊 怎么不报警政策 怎么解决呢 才说完了 他自个儿先笑了 如今政府自顾不暇 哪还有余力管这些前朝死人骨头的事呢 于是又改了口 那个 对啊 即使政府不管 可以在报纸上刊载新闻 让民间团体一起呼吁保护东陵 也是一种做法啊 可宗氏 为何对此事 你而不宣呢 于方哭笑着说 哎 我们哪敢胜仗啊 此事已经宣扬 等于是召告天下 东陵已经无人跑户了 满地金银 任人取走 到时候 盗墓贼蜂拥而至 东陵就彻底的完蛋了 所以 皇上 是特意的叮嘱 此事务必要 低调 要保密 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啊 哦 这回他算是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了 宗氏想抓贼 可又怕招惹更多的贼 只能是暗中 请行家来调查 妖神行问 那 以你们 你们宗氏在京城的这个底蕴 为什么不自己去查呀 反而要找外人呢 嗯 羽方摸了摸 手指头上的扳着 一脸 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大清没了 宗氏的脊梁骨也断了 不小子孙 太多呀 为了抽大烟 都敢把祖宗卖路 我如果动用宗氏的力量去查 让那群小兔崽子知道东陵也能盗绝 准没好事 发完了一顿牢骚 羽方再度看向了要神行和徐城 所以说 神爷请两位过来 也是宗氏的 这件事情 涉及列祖列宗的身后的安宁 羽方不敢马虎 不知而为 陛下如何呢 这俩人啊 都没立刻回答 陷入了沉默 羽方见俩人没知识 排了排巴掌 家伙端进来两尊玉皮羞 放在了两个人的跟前 这两只皮羞 通体绿营营的 质地通透 一看就知道是精品 羽方说 这两件玩意儿 也不算报仇 哦 只是给两位深夜造访的赔礼 如果两位愿意接手 我们宗氏绝不亏待 要神行游一里会儿说 哎呀 姿势体大呀 不是在下所能做主啊 等我回禀祖长 再给您答复 读过嘛 他拓长了声调 去看许愉成 至于 许兄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那我就不敢做主了 他这是在暗示呢 你许愉成跟我五脉 那不是一回事 这件事得分开了算 羽方眉头一条 他没想到这两个五脉人之间还有隔阂 又看向了许愉成 许愉成 从容的胆了胆衣领 哎呀 这事可不小啊 我也得琢磨琢磨 女方本来也没指望他们马上大夫 呵呵一笑 把这个扇子啪 打开了 拴了几扇 嗯 自然 自然 两位仔细考虑便是了 只是得尽快 我等等 那会儿盗墓贼可等不得呀 说完 他对父老公丢了眼色 父老公公声道 两位贵客 天色已晚 回城也不安全了 两位不忘 就在这宅院里休息休息 明儿再走吧 许一成临走之前啊 忽然问这个父老公 丢失的陪葬品中 有宝剑之类的东西吗 父老公非常不高兴的说 哎 收妃皇贵妃 独姓佛法 如素吃斋 怎么可能会放刀兵之类的凶器在里边呢 哎 可不能胡说呦 许一成又追问 那么 其他的灵心里 是否会有刀剑兵针呢 我打青衣武开国 陪葬刀剑 不说一千 也得有几百把吧 你 你问这干什么呀 许一成 啵了一声 随口敷衍过去 知那风土考察团 对中国剑有着奇妙的兴趣 东陵里有这么多的刀剑 两者之间说不定有什么关系 他在介大府的眼前 已经漏了痕迹 无法深入调查 如果能从东陵这起盗绝案 顺藤摸瓜 说不定还能够独辟蹊径 亏见真相呢 但揣着这些心思 和药慎刑 各自被带到了一间客房 彼此安歇 俩一句话没说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两个人起床 用过早餐之后 与裕方和傅老公拜别 他们出了门口 还没上马车呢 就听到了远处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一辆涂成了黑白颜色的轮尸大卡车 气势汹汹的就冲过来了 正好停在了马车的旁边 两匹远马吓得不轻 连连的撂绝子 费了好大的劲 才被车夫给安抚住 从卡车后头 蹭蹭蹭 跳下来五六个警察 把这个宅门大院给围住了 围首的警察身材不高 下巴微微突起 眼神里冒着胸光 就像是一只汗狼 他走到了御方的跟前 毫不客气 你就是御方 御方一拱手 高北地儿的警官我都认识啊 这位的脸有点生啊 这警察呵呵冷笑 根本不接他话茬 有人举报 说你这儿有绑匪行凶 御方一听 知道是冲他们两个来的 连忙解释说 这是误会 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我是招待他们来谈事的 那个警察哼了一声 把目光投向徐一腾 徐一腾说 确实不是绑票 他这话说得不清不楚 只否认了绑票 只否认了绑票 可是也没承认是被招待来的 警察背着手来回的扫视了一圈 忽然 恩了一声 猛然抬头 一直把车车箱上标的花纹 耳聋 你是宗社党的 这句话问出来 御方 父老公 要慎行 面色都是一变呢 宗社党 又叫 君主立宪维持会 乃是清末的一个团体 由不甘心失败的满清贵族子弟组成 以双龙为标志 一心恢复抵制 核心骨干 梁碧 被同盟会炸死以后 曾经是一混而散 后来 善其在日本 重新建立宗社党 想在东北启示 结果 施舍暗杀张作霖 被强制解散 奉君入关以后 张作霖惦记这个仇 把这个宗社党 定为反动团体 把京津两地的宗室 狠狠地收拾过一顿 一听警察这么说 与方连忙抬手指着说 长官 您看清楚了 这中间还有没珠子呢 这叫二龙系珠 和宗社党没关系 警察省起的眼睛 又看了一遍 我看这珠子有点心呢 不是后夹上去的吧 不会 不会 说着 羽方偷偷地递过去一串珍珠手链 这警察不客气 抓起来 就揣进怀里了 又看向傅老公 傅老公 已怒目对他 手下两个护院做事 要拔枪 不料 那个警察的枪 打得更快 耍 抬枪 对顿了 玉峰的脑门 一个字 一个字 说 要造反 你们真以为 这个北京城里 没王子了 嗯 羽方苦笑着 摇摇头 有点心思的 这个宗室 张勋复辟的时候 已经被 冯玉祥洗过一遍了 剩下的 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 我们只要能守着祖宗的灵心就好 别的 一无所求了 警察愣笑着说 哼 那就最好 哼 然后把枪收了 一刀手 走 许一诚 要慎行 跟着这一对警察 一起上了卡车 扬沉而去 副老公 趁着这卡车掉头的时候 看见副驾驶的位子上 坐着一个少年 这个相貌 像是刘一鸣 李克明被过来了 哦 这是许一诚 这是许一诚 搬来的救兵啊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 徐中 徐三 古董 徐中 徐三 略保 青单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太好 许一诚 要慎行 跟着这一对警察 一起上了卡车 绝尘而去 副老公 趁着这个卡车 掉头的时候 看见副驾驶的 这个位子上 坐着一个少年人 相貌 像是刘一鸣 明白了 这是许一诚 搬来的救兵啊 哎 这许一诚哎 真是不识才觉 咱们一礼相待 他却找警察来 堵门 来勒索 可这羽方非但不怒 反而是微微点头 嗯 幸亏咱们一礼相待了 不然 这就是他的后手 哎 你注意到没有啊 昨儿晚上谈话的时候 启一程 一共就说了几句 可全问为了点 就在银子上了 这样的眼光 这样的手段 嗯 这人不简单呢 不简单哦 鱼方望着远去的卡车 又把两根石头大嘴扳枕上 细细的摩擦 不知道 在想什么呢 卡车 卡车开出去几里地 去宇城 对为首的 那个警察 那个警察 一共手 富贵探长 辛苦你了 这富贵严重没态 冷着脸 靠在这车厢边上 带他不灵 你这一句话 害得密帮兄弟忙万有 一直到早晨才查到事 启一程笑了 行为行为 干明个 我在红冰楼请客 好好地犒劳一下 这位呀 富贵一般说 免了 嗯 这一席我可不去吃 忘了 没加刺 徐于城 拿出了那个玉皮修 递给了富贵 哎呦 这可是好东西啊 得哥几个 拿去喝茶吧 富贵言辟一番 哎 你要是给我 我下回就按这件 收费了 徐于城把玉皮修 硬往他怀里一揣 笑眯眯地说 你们不是说 没下死了吗 富贵无奈 把这个皮修 扔给了手底下人 说找个铺子卖了 打加分 哎 警察们一阵欢呼 卡车开得很快 一阵进风吹过 富贵一拳 把警报给砸住 对徐于鹏说 哎呦 你看啊 如今那个兵狂马乱的 警察厅也维持不住局面了 这种来历不明的地方 啊 有手来啊 嫂子快胜了 你得精点心 徐于城 这个羽王府 不是前清的王爷府 而是东丹的协和医院 那个医院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捐住的 用的那个地呢 就是原来 玉亲王的这个府邸 于是老百姓呢 就这么叫起来了 许于城的太太在协和医院里做护士 刘一鸣见到他的时候 他大幅翩翩 依然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了 还那支夜班呢 这让刘一鸣很惊讶 这年头 肯让媳妇出来做事的人很少 来做护士的 那根本是凤毛麟角啊 许太太一边听刘一鸣讲述 一边写着病历 听完以后 她给富贵打了个电话 简单交代了两句就挂了 继续服案工作 不见半点心情波动 刘一鸣很好奇 就问她 不担心自己的丈夫吗 许太太摸了摸肚子 淡淡的说 她不会有事 她是许一诚 那份信赖 那份镇定 让刘一鸣 非常的佩服 许一诚的生活 跟五脉的生活 那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了解越多 就觉得这二者的距离越远 刘一鸣 刘一鸣甚至发现 他非但没把许一诚 扯进五脉 反而 自己都让他给带远了 想到这儿 刘一鸣闭上了眼睛 把头靠在这车窗上 随着汽车的晃动 而微微的打盹 眼看着这卡车 马上就要进朝阳门了 富贵就问这个许一诚 去哪儿啊 许一诚看了一眼 要身心 我还有点事情 你把我们俩送到五脉那儿去吧 杨大哥 神老这几天在哪儿啊 杨慎行 一直在车厢的一角待着 没支声 听到许一诚发问了 就才开口说 啊 这几天呢 在宿顶阁守关呢 五脉虽然以健保为主 也有自己的产业 京 京 玉 陕 直立等地 都有铺子 一般都有高手坐镇 为之守关 这个宿顶阁呢 算是五脉在京城比较大的一线 就在琉璃厂 沈墨虽然快八十了 偶尔呢 也会在几个重要的铺子 轮流守一守 已是看护之意 富贵说 好嘞 看也不看杨慎行 吩咐司机 直接开那边去 琉璃厂的这个街呢 比较狭窄 汽车不容易通过 就停在了街口 许一诚 要慎行 刘一鸣 这三个人徒步走进去 富贵呢 带着人 自回警察厅 这琉璃厂 那可是京城一等一的古董集散地啊 平日里雅客极多 显而今 战乱的一起 琉璃厂的热闹是大不如前了 各个铺子的前头呢 人还是不少 可大多呢 都是面色慌慌 急着要卖东西 便现钱的 富贵的闲人 没几个 这就是捡热闹的好时节啊 可是如果光收不出的话 那个古董商也发愁啊 电线杆子上的乌鸦 咔咔咔的一叫 就透出了热闹中的 丝丝的 萧瑟 三个人 来到了宿定阁 跟伙计问了一声 刘一鸣留下来 其他俩人直奔后堂 沈默 这个时候 正坐在桌子的前边 拿着一枚放大镜 仔细的观察了一块 盘龙玉佩 他见到药慎行 和许一诚 连昧而至 愣了一下 嗯 这俩人 什么时候 走了一块儿去了呢 沈默招呼两个人坐下 放弃了玉佩 感慨的说 不是你们说的 这放的镜 还真是有好东西啊 哎呦 这一生的这个魔钩啊 是仙豪必见 比眼珠的好使多人啊 不过 有神行立刻接口 不过 根本之头 在人心不在记忆 起物只是说 归根到底 还得磨砺自个儿的道 才能有出息 哎 你倒是记得楼啊 要神行说 您的教诲 他时刻也不敢帮啊 盘旋了几句 沈默就问他们 什么事啊 要审刘旋 把东陵道爵 和宗室委托的事情 就讲了这么一遍 把玉方送的这个玉皮修拿出来 搁桌 说这事啊 得请您定夥 沈默双手 主针拐杖 沈默不语 挖坟掘墓 那可是大罪啊 但是对古董商来说 这不算大事 熟坑货就那么多 没有坟里挖出来的生坑货 您古董生意根本做不大 但是 真到了东陵的这个级别 那可就不能小觑了 一旦声张出去 一定是舆论哗然 无论哪个政府 都得严查呀 五脉这次出售 他就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不能不慎重啊 沈默想了一会儿 眼皮抬起来了 你们俩人意见如何呀 要慎行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想清楚了 这个 咱们雾霾见到啊 向来是不问来历的 只是变真假 不管是家传的 吐藏的 偷的 想的 跟咱们没关系 请宗室的这桩委托 咱们办成了 也获利不多 不成的话 那就要被牵扯进 惊天大汗 一股肾 可就成了体罪羊了 他说到这儿 上前了一步 忧心忡忡 再说了 敢盗杀 肯定都是不怕死的 肥人啊 咱们五脉呢 那都是正经的做生意的 断人财路 如杀人 覆盟啊 沈默听完 没有表示 又问徐于成的意见 徐于成 微微抬眼 似笑非笑 灯灵这个案子 可未必那么简单 这背后 说不定 还有日本人的事呢 沈默和药诗行同时一愣 怎么 咱们这事又扯上日本人 去一成缓缓的 将陈薇里的离奇死亡的事情 说了出来 然后拿出了那半张信签 他说 不怀疑 这五个血纸印和这个灵子 指的就是安葬了 五位满清皇帝的东陵 如果咱们从东陵师妾 这条线顺藤蒙光 说不定 便能够找出盗墓贼 和日本人的关系 搞清楚 唯理之死的真相啊 我 需要五脉的力量 来支持 要神兴非常不高兴 什么意思 就为了给你朋友报仇 又让我们家里要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许一成的声调陡然升高了 你还不明白吗 为你拼死送信 说明这个事情 也不是什么私人恩怨了 说不定 关系到整个东陵的安危呢 兄弟 喜兄弟 你又一想天开了 我接触过一些日本人 他们最重礼节 最懂礼貌了 怎么会打东陵的主意呢 许一成愣笑一声 这些年来 他们打咱们的主意很少吗 冰天耕作 在绿顺 宗本信广 西冈秀雄在江浙 大古的中亚考察队在新疆 乌鸡龙藏在辽东 关野真在龙门师库 长盘大定在享堂寺 你知道 日本人每年派多少人 打着考古的旗号 来中国投东西吗 许一成列举的这些 那都是近十几年来 日本学者 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汉子 每一件都惊动了中国的学界 令人是恶腕叹息 许一成师从李济 而李济对中国这种考古的乱象 最为痛心疾受 这些事情 它是无时不刻 不铭记于心的 要慎行不以为然 日本人愿意来拿就拿 愿意买就买 你咱们又有什么损失呢 这不就是做买卖吗 许一成转过了脸 前所未有的严肃 你错了 这不是买卖 这是怕咱们中国人的根 沈默 沈默见得说得很严重 皱起了眉头 行了 那你这意思是 其中正所求 陈老 此事必须 一共一死 咱们都不能置之不理 要神行呵呵一笑 先帝 看你这么伤心 看来玉方 把你伺候的不错 清香清师哦 徐一成缓缓站起来 双目紧盯着要慎行 他一排车子 立成说 东陵 虽然是满人皇帝的 临近之地 但是如今已是民国了 他归属全民所有 看见贼人 入世行窃 岂有袖手旁观之礼呢 他这声音 震得房梁都嗡嗡的响啊 言语诸心 妖神行表面上挂不住了 他沉着脸说 妞 妞 冠冕堂皇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清华学的那个什么 什么老师的考古 还不就也是 把这个挖坟换个好词吗 你那个老师什么礼记 不也是到处乱挖吗 无知 徐一成轻蔑地吐出了两个字 有 沉默抬了抬 让两个人不要吵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 嗯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 啊 别样了 一成啊 冬陵的事 你来主持啊 需要组里什么 支持啊 直接让慎行 帮着协调 他说的暧昧 可脸都听明白了 这个决定啊 明显就是拉偏价嘛 八月就是沈默的寿宴 在宴会上要移交权利 这个结果也耳生 要审刑 半求无功 不可有过 许一成与五脉是若即若离的 败 可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果 圣 宗事成的仍然是五脉的人情 至于五脉支持许一成的力度有多大 嘿嘿 那就得要看药慎行的心情了 许一成早料到了这个结局 他也不再全数 他大声地说 一成 不敢代表五脉 但我以答应为例 此事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处死方休 然后他一推门 头也不回他 走了 望着还在那摆动的这个门扇 要慎行和沈默对视力 表情都有点复杂 这点都没想到啊 这许一成一听五脉 不愿意插手 他立刻就走了 他居然毫无恋战 许一成跟随父老公等一行六人 来到东陵实地调查 卫陵飞园中的灵情 引起了许一成的注意 因为在灵情保顶下方 有一条巨大漆黑的窝口 窝口边缘发黑 一看便知是被丸力炸开的 记住朋友 马国英创作的看 至于五脉支持许一成的力度有多大 就要看要慎行的心情了 许一成 推开了门 直接就走了 要慎行和沈默对视力 表情都有些复杂 他们没想到啊 许一成立刻就走 毫无恋战 沈默说 嗯 他从小就是这性子了 喜欢什么 就喝出命去喜欢 嗯 不喜欢呢 看都不看一眼 太过极端啊 不合中庸之道 哎 沈默 弹着气说 听那口气 说不上是伤怀啊 还是感慨 后堂安静了半天 沈默拿起了放大镜 游一里线 又重新 割回到盒子里 他那口气 放大镜 这洋物件虽然好用啊 终究是 一树 海盗 那 还是不用了 他颤颤 他颤颤 巍巍巍地站起了身 被那盘龙玉佩拿起来 交给了姚神兴 人形啊 风铃这些万根 你到底是怎么看的呀 说时候啊 姚神兴 突出了两个字 胸贤 要神兴 把眼睛重新闭上了 随唇在如堵 说 你都能看出来了 医生都会看不出来 嗯 要神行 没来由的 涌起了一针嫉妒 族长以五脉为重 姚夫自己上位 可以听得出来啊 但是 他的内心最赏识的 那始终是许一场 就在这个时候 窝子里突然传 一声细微的退响 两个人索然一惊 发现声音是 发自那尊 隔在屋角的皮胸 要神经拿起来查一下 这看了一眼 这脸色 爽 白了 只见玉雕的 这个地邪神兽 脑门竟不断的 裂开了一条缝 如邪 死命 清东陵 位于直立 尊化州的 一处山沟里 据说 当年顺着皇帝 前往尊化打猎 最喜欢的一条猎犬 突然像发了狂 一样的向前狂奔 皇帝 一干世卫 策马 紧追不舍 这条猎犬 翻过了一道山梁 就地一滚 就累死在山顶之下了 死的时候 头向南方 昂首不垂 顺利皇帝 追到了猎犬的尸体旁 顺着猎犬的方向 登高一望 哎呀 惊讶地看到 一股龙气 蒸腾根上 在半空 盘成了一圈 方圆几十里的山水 全都笼罩其中 顺利皇帝下令 安葬猎犬 并宣布 此山王气聪裕 可为朕 受功 说完了 把手中的佩蝶制出 佩蝶飘飘悠悠 飞到了山下 侍卫们下山去找 很快找到了落地之处 即插竿标旗 定为极雪 这个山 就是东陵风水的核心 景瑞山 而佩蝶落地之处 即是景瑞山下的 顺治皇帝的孝陵 那就是东陵最核心的区域 此后 安葬于此的皇帝 皇后 妃子的陵秦 借以孝陵为中心 分不左右 错落有致 形成一个气势宏大的 陵墓群落 乾隆的时候 有一位风水大师 卢奇祥 曾经主持皇家园林有功 被皇帝遇刺 剑八字门 楼风水趟 他前往东陵看雨 进去以后 手的密斗 听罗旁 啪 掉在地上摔了个 弟子就问他 为何手抖 卢奇祥说 此地风水 夹之极致啊 四面环山 格局开阔 二河中流 而不庸置 沙水其邪 朝暗并针 千言万赫 朝五宗回宫 实在是一处 天早地设的 帝王陵寝 这么好的风水 一望便知 根本不需 罗盘 看测呀 这些传说 真未不知 但是以风水而论 这个宗陵 确实是一块 极平宝地 可惜了 得风水再好 清帝逊位以来 原本守灵的 八旗兵 绿营 理工部 内府等部 因为无人发响 跑了大半 只剩下一个 东陵城办事务 衙门 住在马兰玉的 这个镇子上 靠着民国政府 这个非薄的拨款 和宗室的捐助 勉强度日 这天 正午十分 大清天 五月的日头 已然显出了几分毒辣了 整个东陵 地势开阔 被这无遮无阻的阳光 波洒下来 好像就是滚油入锅 这个地面 隐隐的有蒸汽 在生腾着 这么热的天 偏偏有一个人 站在最南端的石牌坟前边 饶有兴致的 端向着 这清世仙人的归宿 西城 身着淡黄色的 卡基布短裤 和短袖马甲 头戴遮阳扁帽 俨然一个考古学者的模样 他时而眯起眼睛 举起一个三角板 对准了北方 时而在一块随身的图板上 勾画着什么 烈日当空 他的额头上 很快浸出了汗水 然而他没有擦 只是把这个嘴唇 紧紧的抿了一下 全神贯注的图画着 就像是一个专注 沉浸在 有趣的游戏中的孩子 从他的一个视线 望北望 一条笔直的 宽阔的神道 一直延伸至 昌瑞山的南路 与孝陵相连 神道两侧的珠灵 碑 殿 排列严整 宽阔坦荡 弥漫着那股庄严的气势 可惜了 这神道上的青石 被人撬走了不少了 坑坑洼洼的 就像是康熙脸上的麻子 里面 满是枯叶灰土 四周残墙破垫 护灵的树木 也所剩无几了 落大的每个东灵 看似宏大 可细处 到处都透着无比的香色 极宏伟的死公雀的前边 站着这么一个极渺小的活人 一大一小 一惊一动 构成了难以言喻的奇妙的景象 过不多事 一对骑士也来到了灵区 骑士们一到了石牌坊的前边 纷纷下马 先在牌坊的前边 跪地叩拜了一番 为首之人 双耳厚长 如弥陀 他正是御方 紧跟其后的是父老公 还有一个浑身贵气的胖子 走起路来战战兢兢的 好像地上撒满了钉子似的 在胖子的身后呢 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大姑娘 齐儿短发 穿着白衫黑裙的文兵新装 在这个队伍的调围 是一个金瘦的老头 胡子花白 动作却惊寒得很 这一行人走过了石牌坊 聚到了许语成的身后了 语方好奇地探过声 看了一下 忍不住就问了 为我说许先生 您这是画什么呢 啊 您这工笔不像工笔 白描不像白描啊 许语成转过了头 推着黑扁帽 咧着嘴儿笑了 您看啊 难得来一趟东陵 我顺便做一下考古素描 哦哦哦 御方听不懂这个词啊 又不愿意露气 就摇了摇扇子笑着说 嘿 也就是在民国呀 这要搁大青那会儿 亏探圣灵 那砍头的嘴棍那个 父老公哼了一声 显然对许语成的这种做法很不满 许语成静字的收起了画板 往身后他们一背 把三角板与铅笔又插回了口袋 放心好了 这跟看也没有半点关系 乱不了你们的龙脉风水的 父老公双目一瞪就叫发作 却被御方给拦住了 轻轻地摇了头 父老公气哼哼微摔手 沾到了一旁 御方扫视了一圈 哎呦 要性果然没来吗 怎么说 五脉是不打算插手这件事情了 许语成淡淡地说 东陵盗墓之时 乱成一粒成淡 御方盯着他看一会儿 嗡嗡一笑 不再追问 一侧身 染过了身后的几个人 一一介绍 那个战战兢兢的男子 叫做御鹏 许语成一听才知道 原来啊 他就是这个东陵守陵大臣 一看他那俩黑眼圈 就知道这小子这些天没手碍吗 寝食难安 宇鹏一躬 宇鹏一躬到底 宇鹏 戴醉直身 见过许先生 他穿的还是前卿的官服 就是旧了点 一打圈 许语成闻到了一股香甜味 再一看 两个马蹄绣的边上啊 那都有活了的焦黄的痕迹了 宇方又指着对尾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说 这位 这位是东陵 左翼长阿和轩 香白旗的 啊 姓瓜二家事 收到这 又叹气着要了头 哎 当年驻守此处的 有两千兵马啊 路径 护灵崖们里 能使得动的 只有他麾下的 几十名 共用兵丁咯 阿和轩 虽然年纪不小了 头发花白了 整个人 却极有兴起神 往那边一站 如同脆火的金刚铁条 许一诚注意到 他穿的仍然是八旗的军服 腰间悬着一把短刀 那只骨劲粗大的右手 始终拨在刀柄上 至于那个穿着文明新装的姑娘 宇方说 是阿和轩最小的女儿 叫海兰朱 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这一对妇女都不怎么说话 只是向许一诚 微微点头之意 许一诚看了看天 许一诚不早了 咱们快点动手吧 这一次 他来东陵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做一次现场勘察 许一诚的老师 李济 曾经说过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凡事不可置 依赖文献 一定要亲自调查一下 原发现场 综合考量才有意义 虽然他说的是天野考古 但这天下万事 道理皆通 若要查清东陵道案 实地考察 那是必不可守的 宇方对此不大理解 觉得 你只要查文物的来源就足够了 不过许一诚再三坚持 他只好答应了 但是终究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也从京城赶来 说是陪同 其实呢 有点坚实的意思 这一行六人 穿过了石牌坊 顺着神道朝礼走 清朝规定啊 邻居 严禁持马 恐惊扰地下的安宁 这些蛮人不敢坏了规矩啊 于是大家都是步行 宇鹏知道 许一诚是来调查盗墓的 一直在刻意的讨好 他操着一口流利的精片子 一边走 一边给许一诚讲解着 邻居的布局 那一声 嘎帮利刺 啥事好听 从这儿往北 大红门 大台楼 石像生 龙凤门 七孔桥 小碑楼 龙南门 龙南殿 王城宁楼 这还只是孝陵 七边是义陵 新太后和旧太后陵 定陵 东边呢 是孝东陵 景陵 惠陵 朱陵分别 还有八圈九营 听我 说给您听 好家伙 您这是报菜名呢 虚诚嘖嘖赞叹 玉鹏陪笑着说 嘿 总在这鬼地方待着 除了鼠坟头 您若还能干什么呢 玉鹏眉头一皱 笔声可道 别无辱 说正事 哎 哎 玉鹏一哆嗦 似乎他很怕 这位大哥 连忙挣了挣官帽 把那天盗墓的情况 讲给了徐成听 在事发的前一天 也就是三月二十八日 日本支那风土考察团来拜访东陵 这些学者彬彬有礼 礼数周全 还捐了一大笔钱用于维护 玉鹏带着这个团 在东陵溜溜的转了一整天 然后日本人就回北京了 团长借大夫还送了玉鹏几瓶洋酒 以示感谢 当天晚上 阿和轩带队去了陵区最东边的定陵 只剩下 玉鹏和其他几个人 在最西边的这个惠陵圈营房里边待着 圈是指啊 葛陵 内府人员居住的营房 酒陵 共有八圈 虽已废弃 但是营房的设施还是比较好的 住着也还是舒坦的 玉鹏 使酒如命啊 阿和轩一走 他就迫不及待的 开了酒瓶唱饮了 喝得五美三道的 很快 沉沉吹去 到了夜里 玩儿更十分 这个玉鹏突然没来由的 就醒了 他听到外头有怪声 他准备下地去看看 刚一塌了上鞋 低头的一瞅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感到地板上竟然冒出半截 被拉成了 人形的黑影 这个头正对着床边 玉鹏带头 这才发现在平方的外头 站着一个人 背对着月光 立在了玻璃窗前 感情这影子呀 是他硬进来的 玉鹏联盟问 不是 是 谁啊 然后就听哗啦一声 这门玻璃就给捣碎了一块 伸进了一支黑漆漆的 聊十三式长枪 外头人自称是 义和团的后人 当初爷爷帮着老佛爷打烊人 现在逃点响银 并不想伤及人命 只要你不出屋子 咱彼此相安无事 不然 休怪枪下无情 这宇鹏吓得像筛糠了 哪儿还敢出去呀 就待在屋里头 外边那人影举着枪 始终对着窗户里边 过了好一阵子 听到外边一声爆炸声 玻璃才意识到 他们不是来抢地上建筑的 而是要深入林寝的地宫 可那个枪 可是始终架在那儿的呀 他一动也不敢动 外面人 再也不说话了 始终保持着那么个 举枪的那么一个姿势 双肩僵硬 脖子 那么歪歪着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 午夜拍案惊喜 请听藏天小说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作者马国庸 演播爱好 一直到了阿和轩巡视回来 这才发现啊 在玉棚屋外站着的 竟是一具 不知道从哪个坟里 刨出来的干尸 全身斜靠在窗前 那个长枪 是挂在窗玻璃上 连这个扳机都没有 不知道这个贼人呢 是从哪儿捡来的 阿和轩把玉棚从地上拽起来 急忙出去查看 找了一圈才发现 北道的墓 是书甚皇贵飞的 玉棚口遮拦地 拍着胸膛说 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 幸亏到的不是惠灵 该要是同志爷的墓被倒开 我这爹爹还不包了我的皮 许腾文 那人什么口音呢 不是那个 像是关外的 跟凤军的口音差不多 还有什么特征啊 不是那 不是这隔着玻璃的这个 又是背着光 这哪儿看得清楚啊 再说了 就算看清楚了 那是否死人骨头啊 胡帆人 我是一个没吵过剑 齐玉棚说 你就没想冲出去过 哎呦 不是我这个 玉棚支支吾吾地说 说喝醉了 腿软 站不起来 玉棚恨铁不成钢 说堂堂的护灵大臣 居然让你把死人骨头 吓得缩在屋子里一宿不敢动 实在是太丢人 又把他训斥了一番 许一成 饿了一声 没再继续问 继续赶路 这一路上 他都在沉思 整个东陵陵区十分广大 有时步行 一行人足足走了半个多钟头 这才走到了位于双山域的惠陵 天太热了 大家累得满头大汗 只有这个阿赫轩 大概是走惯了 连船都不船 惠陵在整个东陵的最东点 同志皇帝生前没有选择领旨 甲崩以后 两宫皇太后才选定了在双山域 不过那个时候 清朝廷这个财政已然恶化了 没法大兴土木 连神道和诗相声都没有 仓促兼称 比其他的这个珠陵啊 都显得很寒暑 北盗墓的这个书慎皇贵妃 那是同志的妃子 自然陪葬在惠陵的附近了 飞园在东 惠陵在西 隔着一条马草沟相望 相比起其他的灵寝来 这个惠陵群啊 是孤悬在整个灵区的东边 盗墓贼选择到这一座灵寝 那也是花过了一番心思的 玉鹏先引着众人去了惠陵圈营房 亲自打了桶井水给大家解课 海兰猪不知道从哪弄了几个小白瓷杯子 大家各自咬了一杯 这里山清水秀 这个井水呢 品质也是非常的好 清烈冰凉 非常的结束 不比那个玉衔山的差 徐医成喝完了水 在营房的左右转了几圈 玉鹏呢 还把那扇被砸碎的窗玻璃指给他看 徐医成就问 那句干尸呢 玉鹏说 那反正就是 没主的饿瓢嘛 扔山沟里去了 玉鹏嘟囔地说 也就够意思了 都能扔到这个黄陵的附近 那也是算他修不来的福气了 许医成站在这营房的门口 他仔细地观瞧着 在这个位置上 可以俯瞰整个惠陵 方程明楼 清晰可见 突然 他的笔头重起来了 回头问 嗯 这个营房 瞧着 可有点特别呀 可又说不上 哪点特别呀 哟 您看出来了 这营房 是护灵用的 所以和一般南北朝向的房子不一样 这门是开在西边 正对着惠陵 我们都叫望陵房 哦 许医成大为感叹呢 这些细节 不亲自来看 是根本不知道的 他照理拿出了图板 勾画了一阵 傅老公斜眼看着 逼声地说 谁知道 谁知道 他不是为了日后 盗墓方眼 海兰朱 掺起了他的胳膊 笑着 勸起说 您想多了 素描 是洋人学画画 练手用的 真要指着 靠这个倒墓 那还不如 拿照相机拍呢 哟 这声音 真够清脆的 非常好听 傅老公不再说话了 大家歇了一气 然后离开了英房 前往惠陵飞园 飞园 本来也有指手的 如今也荒废了 辽卢和同客 早已然被盗了 抢店的香火也绝了 连这个遗树 都被附近的百姓 是倒发一空 飞鸟都没出烙 整个陵园 静悄悄一片刺激 只剩下一片 惨绿色的琉璃瓦顶 进了寝门 正对着的 就是舒慎 黄贵妃的宝顶了 此中 用珠红色的墙环围住 所谓的宝顶 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一大坟包 上边种着树 周围以砖墙围住 放着棺果的地宫墓室 就在宝顶的下方 这座灵寝最醒目的地方 那就是宝顶下方 每条巨大的漆黑的窝口了 窝口的边缘发黑 一看就知道 是被万里炸开的 盗掘案发之后 宗氏派人收拾过这儿 遗体呢 也重新入殓了 可是修补这个窝口 需要的工程量太大了 到现在还没有完工呢 只搭了几个竹质的脚手架在上面 从寝门向里头看 这个宝顶形状啊 就像是一个人头 这窝口就像是一张嘴 两侧枫树 长枝就像是爪子 真有点像一个奇头女子 在幽民之中 在那张着嘴惨叫呢 她伸出骨头的手 要爬出地面来 哎呦 这形象真的是 格外的扭曲和诡异啊 尽管烈日当头 大家看到了这个窝口 周身都是遗憾 看来 王老板的太太所见的 那个鬼影子 倒也未必是虚妄之花呀 父老公一踏进那个飞园 他这个精神呢 就激动起来了 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惨状 忍不住又是放声打哭 海澜珠过去 轻轻地扶住了父老公 而阿和轩呢 他刀臂握得也更紧了 脸上露出了自责的神色 可是这些宗室的心思 许一诚是一点不关心的 他背着手 围着这座陵寝 来回转了几圈 或者俯身 去捏弄一下碎石头 或者是登高跳啊 许一诚观察了一会儿 突然他移了一声 停住了脚步 玉方连忙问 怎么了 嗯 什么人啊 许一诚说 这儿的布局 有点古怪呀 咳咳咳 怎么 什么意思 玉方咳嗽了一声 让玉鹏给他解释 玉鹏一遇到自己拿手的话题 那是精神百倍啊 就问 您觉得哪儿古怪呀 许一诚抬手一指 咱们一进来 迎面正对着的是一座宝顶 后面 后面还有三座排成一条线 这前一后三的布局 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丧的都是妃子 又不是皇后 难道不该左右对称吗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同志爷 一共有一位皇后和四位皇贵妃 这园子呢 就是为他们四位修的 大清那会儿 只葬进了一位殊胜皇贵妃 妇茶室 七年前 公宿皇贵妃才入葬此处 其他两位至今还健在呢 老佛爷一直最怜爱妇茶室 看他与别人格外不同啊 所以他去世之后 老佛爷下离道一指 把格局改了一下 妇茶室在最前 其他三位在后头 以凸显宠爱 说到这儿 他顿了顿 指着那个祸口说 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只有殊胜皇贵妃 用的是十圈拱门 其他几位 用的都是 专圈 同志吧 处处 那都是格外关照的 许一诚忽然问 知那风土考察团 到这儿来过吗 那个 没有 没有 这儿太偏了 他们参观的是 西边的御陵和定陵 而且没有靠近陵园 只是远远的望了几眼 拍了几张照 听完了 宇鹏的介绍 许一诚 走到了大祸口的里边 信不迈进 顿时 凉气扑面 往里走的几步 就走不动了 里面 其实很狭窄 重新入殓之后呢 这里已经被打扫干净了 李公的通道 用砖 重新又被弃妥了 进不去了 整个空间除了阴森一点以外 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样子 许一诚看了一会儿 从那个祸口重新往外钻 身子刚出了一半 突然他耳边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咯啦一声 心中立刻涌起了一阵警惕 他还没有顾得上左右观察的 海兰猪在外头突然喊起来 小心 许一诚一抬头 眼见头顶的竹质的脚手架 不知道为什么猛的就坍塌了 几十根尖锐的毛竹朝他的身上就扎过来了 阿和轩眼中金光暴射 刷 拔出了佩刀 制出去了 顿时钉在了许一诚头顶的土壁之上 这个刀身挡住了冲在最前面的几根尖竹 许一诚得到了一点缓冲的时间 身子往回急忙的一缩 随即那些竹枪劈了啪啦的就都掉下来了 有十几根直直的炸在了许一诚刚才站立的地方 如果晚上半了 只怕许一诚啊 已经是被万箭穿心了 这一顿杂呀 搞得整个宝顶的前面 尘土弥漫 宇方和宇鹏赶紧冲过去 拔开了这个尖竹子 把灰头土脸的许一诚给拽出来 宇方就问 这受伤了吗 许一诚掏出了大白手绢 擦擦脸 还好还好 只是手背疼破了点皮 宇鹏在旁边 愤愤地看着宝顶仙 念叨着 不是 您老人家 您说 您老人家有气 朝那个贼人撒呀 不是您从自己人来这算什么呀 宇方瞪他呀 你多工不力 你还找借口 海兰猪身上 呆着擦上药呢 他走过来 大大方方地拿起了许一诚的手掌 涂上了药膏 许一诚冲着他 泄了救命之恩 海兰猪说 先生严重了 这点药膏算什么救命之恩呢 许一诚说 刚才 要是没有姑娘内声喊 恐怕 我已经死了 海兰猪 冰嘴一笑 涂完了药 把他的手背拿到唇边 轻轻地吹了几口气 正在淡然地笑着说 您 去帮我们的宗室做事 我不去救您 难道还害您不成 哼 哎呦 他笑得真明艳呢 许一诚 却听得眉头一动 羽方问他 有人说我吗 许一诚望着金顶 谈其说 哎呀 师哥 师哥太久了 已经没有什么线索可以寻了 看来 还是得从同庆的来源入手查才行啊 这个地方的事情差不多了 我看 还是躁躁的 回京吧 嗯 好好好 我等以后啊 我做东 嗯 置身一桌酒席 为许先生押精 羽方 一边扶着手掌 一边笑着说 宗室的人呢 对望了一眼 看来许一诚啊 是被这场意外啊 给蛇了锐气了 没心思再多待了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反而都松了一口气 这个家伙 自打进了皇陵以来 既不敬畏 也不刻意的蔑视 而是带着一种好奇和闪亮的眼光 仿佛整个东陵只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 这对他们来说 可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心态啊 这令他们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众人转身离开了飞院 许一诚走在了队伍的最后头 他埋出圆门的一刹那 突然转回了头 多看了一眼 那壮如鬼妃嘶吼的窝口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奇妙的笑意 位于户部街的京师警察厅 最近那是比较清闲的 虽然各个单位还在造成运转 但是所有人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倘若有人来报案 往往连笔录都不破了 随后就给打发走了 大家都跟抽了这个主星骨似的 魂不守舍 三五成群低声的在谈论着现在这个事 吴玉文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拿着新出的世界日报 一杯清茶热气散尽 他都没喝一口 报纸上在副版上有一条新闻 说经师检察厅甄纪处 吴处长会同经商意外骨丸 所得善款用于各处计量所 养技院 刘养局和物本社 善堂等处 呼吁各界体切战乱孤口 族长慈善人得云云 可是吴玉文最关心的 那可是下面那一条 不起眼的小豆腐块 经调查 无眼往下的那个同性的出处 来自一个叫裴涛的汉林 为了激进这个裴汉林 许一成就 月宝清单 获得马伯雍 演播爱宝梁 许一成跟随父老公等一行六人 来到东陵实地调查 惠林飞远中的灵气 引起了许一成的注意 因为在灵气保顶下方 有一条巨大漆黑的窝口 窝口边缘发黑 一看便知是被蛮力炸开的 吴玉文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拿着新出的世界日报 他最关心的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豆腐块 经凤铁路局 三名比例十级工程师 前往山海关 检修线路 日方以管辖权不同提出抗议 国府未发表评论 吴玉文心了明白啊 这是要给张作霖离京打钱这案了 这几天 这个市局更加飘摇 本来警察厅每天都要乘报 治安资文给上级的 这是顶顶要紧的事啊 如今也没人催了 总统署那边什么都不管了 估计啊 都在忙着打包装行李呢 现在的警察厅 那全都依靠惯性在运作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突然的啪停了 散成了一地的沙子了 到了那个时候 经常会乱成什么样 那真的没有人能预料了 这个时候 手下来报 说一位许先生求见 吴玉文一听 赶紧吩咐请进来 然后叠起了报纸 正经理作 许一程西装革履 买不进来 一脸淡淡的笑容 吴玉文当日放过了五脉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许一程在南边有人 可以做北法军的介绍人 所以两边一唠了座 他就急不可耐地问南边的事情如何了 许一程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名片 轻轻地搁在了办公桌上 吴玉文拿起来一看 眉头一皱 这名片上的名字陌生得很 姓黛 名利 字语浓 头衔也不是很大 不过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尚未联络参谋 吴玉文阴纷纷地说 你让老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好得是个处长啊 跟一个上尉联续 有点接劲吧 许一程翘着狼腿 悠然地用手指道指了指 您再仔细看看 吴玉文也是老于换台啊 他再去看 果然看出了端倪 这个上尉联络参谋 虽然小 他可是总司令部出来的呀 经常随事蒋中正身变的呀 那肯定是亲信啊 进水楼台先得约啊 这可比认识什么师长旅长的 这要方便啊 徐腾说 年初 蒋公下令 成立一个联络组 专事对北方诸省联系 就是我的这位朋友管着他 你与他联系 恰到好处啊 吴玉文听了 心中有些惊讶 原来这机构 才新成立不久啊 许一程看穿了他的顾力 又说 新机构 才好办大事呢 因为他急于立功啊 您急于投效 这价钱就好谈了呀 他用手指点了点片子 不是我夸口啊 这位待遇农将军 可会成大气候啊 不趁他为起之时联络 等到成龙成虎之时 再攀附的话 可就完了 吴玉文立刻把这个阴脸给散了 没开眼笑 把片子收好 两个人又客套了几句 许一程不经意的一台演 一程此来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求吴处长帮忙 吴玉文知道 这是要提条件的 一排胸口 只要兄弟我能做的 一定是义不容辞 许诚说 那天拍卖物中 有一件同情 不知道吴处长可有印象 从何处得来啊 吴玉文一浩 吴玉文一浪 催机笑了 怎么着 这黄老板家 又闹鬼了 他身为真级处长 金城耳目中 这点事情是瞒不过他的 许一程不能说出东宁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贪狼心转世 如果知道了那一条生贪之道 断然是不会放过的 许一程索性 将错就错说 我呢 是帮人帮到底 查问一下这个东西的源头 也好对症下药 帮他取血啊 嗯 吴玉文双手包庇 陷入了沉思 他不懂古案 所有的收藏 都是从犯人家里抄走的 能抄多少 抄多少 经手的数量一大呀 抄了多少 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许一程盯着他的脸 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 脑子里也在飞速地转动 树神皇贵妃的墓 是三月二十九日被盗的 到了五月份 这个同性就落到了吴玉文的手里 这期间的周折肯定不长 如果要追查来源的话 从吴玉文这儿查 那是最快的 可是吴玉文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一拍桌子 长发 心累 一个马脸的愣小子跑进了办公室 叔叔 没想到呀 吴玉文说 咱们原来弄过一个同情 你还记得从哪儿来的吗 长发 挠了挠挠的 想了一会儿 一拍趴着 哟 我想起来了 这不是裴凯林 拿来说儿子的吗 许一程这才知道 原来在上个月啊 六马路的日本商人报案说 丢了一批烟土 警察听一查 是一个姓裴的小子干的 人赃并货 当时就拘回来了 他爹呢 是个前卿的汉林 除了儒数上交罚款 还送了吴玉文几件古丸 这才把人给赎出去 那么其中呢 就有这件同情 徐腾问 那位汉林 是不是叫裴涛啊 长发找出了当时的宝书来 一看底下的签名 龙飞凤母两个字 果然是裴涛 许一程没头一战 笑了 原来是他呀 这位裴涛裴汉林 在京城这个古董圈里呀 可算是一位名人 不是因为他文采风流 而是因为这个老头子 对古物十分的痴迷 到处搜罗 可惜呢 他眼离欠家 收的东西几乎都是假货 好多骗子时常上门啊 卖些假东西 裴涵林家里 藏着福西式的酒机金币 大雨的青铜顶 阎鲁公寄直纹的踏实 唐太宗的二十尺窥口大盘 经常是孤方自赏啊 感叹世人都不是识货的人啊 都是蠢财 这已经成了古土界 茶余饭后的笑谈 东陵的盗墓者 居然把这个佟庆 带到了裴汉林家里 这可真是个好算计啊 佟庆是东陵的陪葬物件 留到市面上 难保不会被人发现 而裴汉林名称太差 佟庆收到他的手里 根本不会有人当真的 习语成问 他送这件同性的时候 有没有说是那个朝代的呀 这可把长发给难住了 他不识字啊 抓耳挠塞了半天 才说 那个好像贴力军 什么周代的货 周周周 习语成听了有点懵 佛教在汉代才传入中国呀 周代那会儿 这佛祖还没出来呢 这裴汉林再糊涂 也不至于买一个周代的佛家法器吧 徐语成追问 哪个周 我那个 你可把我问出来 我那个 反正五个周 还是六个周 听他这么一说 徐语成才明白 五周 那就是武则天称帝那会儿了 他没用大唐国号 改为大周 武则天信佛法是出了名的呀 估计啊 卖劲说 那个佟庆 是武则天亲自敲过的法器 嘿 这位裴汉林呢 真信了 可是麻烦在于 裴汉林这个人虽然见谷的水平不怎么样 脾气 却偏执的很 他自信 绝对不会走眼 他是简陋人的圣手 谁要敢说他的藏品是假的 那一定是出于嫉妒的 包括五脉在内 京城正经的玩古董的人呢 都被他骂过一圈了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怎么能呢 怎么你们不是汉林呢 就这么一个固执的老头 想从他的嘴里挖出来源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徐语成心中一转 大概有了主意了 他不动声色的跟吴宇文 又闲扯了一会儿 起身告辞 一走下警察厅的窄台心 他正左右张望 找黄包车呢 忽然听见了对面茶馆里有人喊他 徐语成一抬头 看见刘一鸣和黄克武 正趴在临街的茶座边 朝他挥手呢 徐语成没想到 这俩小家伙居然守在这儿呢 吴宇一愣 然后走了过去 这个茶馆叫天会宣 当年是提督衙门的这个差异门长聚的地方 后来提督衙门改组成了警察厅 这儿就更热闹了 只要是打官司的 跑人群的 四探消息的 都会来这儿喝口茶 顺便呢 盯着对面的动静 老北京说 去天会宣 去天会宣喝茶 那意思啊 就是惹上官司了 最近战事纷乱 茶馆里头的人不多 许一成进了天会宣 一屁股坐到了 刘黄给两人的对面 黄克武叫伙计夹了个茶碗 给他倒了一杯 徐语成呢也不客气 一仰波喝了个金光 俩人的茶壶啊 也不知道是蓄了地几回水了 这个茶水 依然是淡而无味了 看来是等了好一阵了 徐语成把杯子搁下 十指交叠 似笑非笑 你们两个都听说了 两个人点了点头 都露出了愤愤的神色 沈默和许耀二人 在宿鼎阁的谈话并未公布 但是刘一鸣从耀慎行的 一系列的动作里 轻而易举的就推断出了 谈话的结果了 既然知道 我们还不会插手这个事情 你们要何必来找我呢 黄克武愤愤不平地说 你看 他们就想做缩头乌龟 把责任推给您一个人扛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许一成竖起的一根手指 正色地说 这你可就说错了 调查东陵盗决案这件事情 不是沈老或者是耀大哥推给我 是我自愿的 有些事情旁人看着再蠢 也得有人去做才行 还记得谭四同当年说过的话吗 自古未闻变发 不流血而成功者 有之则宗四同时啊 一提起了这个人 黄克武的血气呼就往上涌起来 谭四同最好的朋友是大刀王武 乃是京城武术界所有年轻人的偶像啊 他一拍胸脯脱口而出 习武之人 想就狭义 目见不平 八道相助 许说 要当谭四同 我们俩就是应该大刀王武 刘一鸣推了黄克武一把 别胡说了 多不吉利啊 黄克武吐了吐舌头 刘一鸣转过了脸 对许一诚说 许说 双拳难敌四手 这趟差事 您一个人办太困难了 得有几个帮手 不担心五脉 我们俩一个人的名义参加 他们管不着 许一鸣却摇了摇头 这次东陵的事情太过凶险了 说不定会有性命之余啊 你们是五脉的种子 可不能出事啊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出来 两个人当即就炸了 纷纷表示这是看不起人 黄克武耿着脖子 甚至说要牵个生死器 性命我们自己担 来回争了几个回合 饶使许一诚 也被这两个热血少年 吵得头昏脑胀 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说 哎呀 你们两个真想帮忙吗 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 是 许一诚说 这样好了 咱们按五脉的老规矩来 我给你们出一道宝提 做出来 我就答应你们 做不出来 乖乖地给我回老家去 刘一鸣和黄克武面面相觑 宝提是五脉针对小子辈的入门培训 长辈会给出一个物品 可能是古丸 也可能是禁物 不会给任何提示的 要求说出这个物品的特色何在 值钱在哪里 或者蕴藏着什么门的 一物一提 宝提的目的不是变真 而是要培养小孩子 对各种物件的观察和熟悉的程度 这是剑谷的基本功 他们两个那都是各门的精英子弟 从小到大 宝提做过不知道要多少了 现在听许一诚要吹到宝提都非常感兴趣 黄克武一拍桌子 许说 你可不能食盐 许腾笑了 你看我这身材就知道了 从来不食盐而肥呀 他想想又说 嗯 我今儿出来 身上也没带什么 就拿茶馆里的东西来出题吧 他扫视了一圈 最终把视线停留在七尺柜台的后头 伸直了胳膊说 得嘞 就是他吧 刘一鸣和黄克武同时抬头 看到 取一成指尖的延伸线上 是茶馆二柜后的一座神龛 龛里边供着一块 包着红纸的木牌 正面贴着金纸简的五个字 天地君亲师 黄克武一了 这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天地君亲师 这五个字啊 是儒学认为 需要拜计的五位对象 象征了伦理刚长 这五个字啊 古已有之 到了雍正年间 定下了次去 供奉这个五字的牌位的地方呢 就多起来了 不论是私宅的中堂 私塾 祠堂 书房 商铺 衙门 还是茶馆 都得给他准备个位置 任何一位老夫子啊 都可以就这五个字的意义 喋喋不休的说声一天 这道题 这未免有点简单了吧 徐医成的指头 在半空中一话 我给你们出的题啊 不是那个牌位 而是牌位上的字 他们俩一听 又把视线挪过去了 想看出有什么端倪 徐医成站起来 掏出了一把童园付了茶钱 我呢 正好还有点东西要准备 你们俩慢慢的琢磨 半天以后 咱们还在这儿见 说完就走了 刘 黄 这俩人顾不上跟他道别 聚精会神的 研究这五个字 这个字 是管折体 但是写的有点丑 天 地 这俩字是扁扁的 跟后边三个字啊 大小不搭 那个君字 底下的口 封得有点拘谨 亲和诗 甚至缺了几笔 整个看起来潦草的很 可这是宝题啊 跟真假没关系啊 不是找破绽 而是寻道理啊 俩人从小长在大家族里 这五个字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真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奥妙呢 黄客户说 哎 这看出来没有啊 刘一鸣摇了摇头 仍旧盯着那个字看 黄客户拿起了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淡而无味的茶水 捏在手里头 没喝 过了好一阵 刘一鸣摇下了眼镜 揉了揉眼睛 问黄客武 哎 你记不记得 五拜祠堂里贴的那张 是怎么写的呢 黄客武把杯子啊 重重的撂下说 你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黄客武和刘一鸣 两个人离开了茶馆 跑到了五脉的祠堂 让他们惊讶的是 家里祠堂前供的这个五四红纸木牌啊 虽然书法比天会宣强的多 写法那可是极其类似 天地 两个字 魂扁 君字呢 居锦 亲和诗少了一笔 而且连缺少的位置都一样 就跟商量好了似的 两个人大为吃惊 又去别处转了几圈 甚至啊 还去了国子界 发现京城里的五字牌位 大部分都是这么写法 也有不是这么写的 但大多是心力的牌位 有些东西太过习以为常 反而会视而不见的 他们从小看的太多了 所以对这五个字 从来就没有仔细的留意过 已经提醒 才发现居然这里头 还隐藏着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细节 他们蹲在国子界的极闲门前 神情沮丧 哎呀 如果是因为一道简单的宝题 而不能参与许书的这个大事 那可是要爆汗终生的呀 黄克武犹豫的说 哎 要不然 咱们去问问别人 然后赶紧又摆了摆头 不是不是 这不是作弊了吗 听到这句话 刘一鸣镜片后的眼神一闪 他拍了一下身旁的石碑 说 哎 你说 许书为什么给我们出宝题呀 黄克武 他不知道刘一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刘一鸣呢 也没打算等他回答 自顾自顾自的喃喃的说 如果许书不想我们插手 直接出一道真伪鉴别的难题 咱俩可就真没戏了 可是他却出了一道宝题 宝题是做什么用的 不是贬真假的 而是教你道理的 哎 他说到这儿猛然就跳起来了 我明白了 许书不是要拒绝咱们 而是想借着出题 让咱们明白这五个字里边 所隐藏的道理 黄克武 丝毫也没有兴奋 你 你这不是又回到老问题了吗 咱们不知道什么道理呀 你第一次被大人问宝题 是怎么解决的呀 黄克武回忆一下 嗯 我的爹爹 拿了一把戒子椅让我做 我说不出道道 又怕挨打 只能到处去问 最后呢 问到了沈家二哥 他家是青字门 精通木器 我帮他做了三天木工活 他才告诉我 说这个椅子 是训诫小辈坐姿 象征君子 正经微坐 对呀 就是这样啊 刘一鸣一拍脑子说 宝题的用意不是为难你 而是逼着你主动去找 去问 这样学来的东西 比老师教的 要记得牢 许书朱宝题 就是让我们去寻找其中的道理 不正是要请教别人吗 他想通了 撒腿就跑 黄客屋也赶紧就跟了上去 半天以后 许义成 重新回到了天会宣 刘一鸣和黄客屋 已经坐在了对面了 满脸的笑容 许义成一坐下就问 嗯 那五个字 你们弄清楚了 刘一鸣咋声说 天地二字宽鞋 起天宽地阔之意 君字下方口字封言 寓意君王口不乱开 亲字目无底 寓意亲不闭目 诗无左撇 因为老师不当撇开 许义成轻轻地鼓励下张 嗯 完全正确 谁告诉你们的 两个人脸上都红了 刘一鸣说 我们 我问了好几个人呢 最后是 裹子剑边上 一个六弯的老学究 告诉我们的 是啊 这五个字的本意 是要讲清一番道理啊 可惜 现在 世风日下 很多人光知道这五个字 天天顶礼摩拜 却不知道其中的深意啊 可谓是 买毒还猪啊 他看了两个小家伙一眼 竖起了手指 其实 每样东西里头 都藏着一个道理 看透他的道理 比计算他的价钱 更有意义啊 刘一鸣反应快 嗯 对 考古与建宝的差别 就在这儿呢 所以 您想告诉我们的是 调查东陵的事出于工心 与其中古丸值多少钱 是没有关系的 许一城的脸上 浮现出的笑容 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黄克武 不管这么多弯弯绕 瓮声瓮气的说 怎么说 我们可以帮您了 许一城故作无奈的样子 嗯 可现在就算不答应你们 你们也不干呢 哈 两个人一阵欢呼 引着周围的查客 纷纷的看过来 刘一鸣眼神闪亮 摩拳擦掌 那 那我们接下来 干什么呀 许一城 把目前调查的进度 略做结束 然后开始分配任务了 可我 你一会儿 跟我去趟 陪汉林家 黄克武一听 一下把腰杆挺直的 满眼喜色 许一城 又看了眼刘一鸣 至于 一鸣你呢 回五脉去吧 嗯 刘一鸣先是微微一愣 随即嘴角微微翘起来 面露出兴奋的神色 仿佛觉察到了对方的意图 许一城 许一城笑了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呀 他从怀里掏出力胆性纸 云边红阁 上到密密麻麻的许多字 我叫你回五脉 我叫你回五脉 不是信不过你 而是请你帮我暗中调查一件事 哦 那您这是 这是 书胜黄贵飞幕里的 陪葬品的名录与特征 是父老公亲自写的 你回五脉 设法搞清楚市面上 最近是否有名单上的东西出现过 沈默已经表态了 五脉不参与此事 许一城 让刘一鸣回去 自然是想要偷偷利用五脉的人脉 里应外合 刘一鸣想到 自己成了许一城 安插在五脉里的间谍 心中一阵窃喜 跟随许一城去调查 不算什么 凭自己的本事 做出巨大的帮助 这才是刘一鸣想要的呢 想到这儿 刘一鸣说 可是 咱们不是有了通情的下落了吗 为什么还要追查其他的物件呢 许一城说 你再仔细看看 他打开了信纸 忽然发现一共有两张 明显是两份名单 不由他一惊 许一城低声结实地说 你再仔细看看 明白了吗 刘一鸣哭了一声 把兴致正中其事地叠了两叠 揣进了怀里 恢复到滴水不漏的沉静的神态 时不一时 尽快开始 预祝咱们马到成功 刘一鸣和黄客户一听 腰杆挺得笔直 就是眼神 总往左右扫 有点局促 以往 都有刘一鸣出主意 他照办就是了 现在两个人分开了 黄客户单独面对的偶像 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 许一城端详他一会儿 后退了一步 突然伸出右掌 朝他轻轻一推 黄客户平时拆招拆习惯了 下意识地左臂一弯 身子一转 连销再打 两个人过了三四招 许一城收住这招数 嗯 价是不错 你们皇家 历来是文武兼修啊 你这个行义拳 练了多少年了 十一年了 嗯 童子宫啊 不得了啊 师父谁啊 嗯 大兴的宋世荣 不过武脉有规矩 习武不是正业 所以我们师徒相撑 却不列入山墙 黄客户说到这些武学的话题 神情就轻松了 怎么 你也会这个吗 许一城摆了摆手 我呀 就是花拳绣腿 健身而已嘛 说着双眼 人朝远处往 接下来 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敌人呢 我不能分心 可就靠你保护我了 您放心吧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别人碰掉您一根好毛的 说完以后 他警惕的左右看 许一城笑着说 你也不必这么紧张呢 咱们这还没有开始调查呢 嗯 黄客户挠了挠头 不太好意思的笑起来 两个人离开了茶馆 许一城问黄客户 听没听说过 陪汉林 黄客户老老实实的说 嗯 听我爹提起过 说那个老头子呀 又蠢又顽固 那个脑袋吧 比那个路过桥的狮子都硬 咱们怎么对付他呀 许一城一拍一扇 我已经有了几个法子了 不过既然有你在 咱们先这么试一下 黄客户看到 那一扇高高隆起 里边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大概是许一城这半天准备出来的 许一城忽然问 诶 你演过话剧吗 啊 什么样 什么 没有 没参加过 哼 许一城又笑了 蒙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说 这回你可以试试了 说完 他迈开不就走 不明就里的黄客户 赶紧跟着他 陪涛 陪汉林的家 在东智门 离街不远 虽不是豪门宅邸 但是那个门面是相当的敞亮的 两边还贴着一副管隔体的对子 海东日南旧禅王会 佛医道藏 一句圣言 彭批 玉堂 清密 玉堂是汉林院的雅城 清密 是汉林的别号 可见 这位老先生 对自己 前清汉林的身份 那是十分自得的 他就怕别人不知道 门口的大洋树下 常年都蹲着几辆黄包车 车发们都知道啊 时常有人去陪汉林家拜古董啊 出来 那都是带着真金白银的 心情好啊 坐车都愿意多搭啥几个钱的 这不 一个车夫 正斜靠在车座上 布毛巾盖着脸 正犯瞌睡呢 忽然就被同伴给同醒了 他揉了揉眼睛起来 同伴说 嘿嘿嘿 快看 嘿嘿嘿 没看呢 又买不上门了 呦 嘿 这回新银啊 小孩 那群车夫定睛一看 看到一个穿着绸子衫的少年 怀揣着布包 探头探脑的 来到了赔府的门口 这个少年虎头虎脑的 在门口转了几圈 几次想走 走了几步呢 又转回来了 好像一直在犹豫不决 脑袋一直低着 生怕别人瞧见 车夫们在旁边看得不耐烦了 开始吹口哨 起哄了 少年吓了一跳 脸色一红 这才下了决心 去扣这个门环 过了不多时 排下的一个胖丫鬟 把门给打开了 一看是个抱着布包的年轻厚生 就知道打开啊 又是给老爷献饱的 见怪不怪了 丫鬟就问他的名 少年呢 张红了脸也不肯说 翻过来调过去 就是一句话 说要见裴汉林卖东西 丫鬟没办法啊 回去禀报老爷 裴汉林听着一乐啊 说 小得进来 结果少年又不肯 说这个深宅大员 进去就出不来了 嘿 裴汉林哭笑不得呀 不过 献保之事 那是不积身份的 脾气越怪 这东西说不定就越好啊 于是亲自就来到了门口 少年见了裴汉林 也不所以 直通通就说 我这里有件东西 你买不买啊 古董孩的 一般不说买卖 说收让 这家伙上来就说了一句 卖东西 这一听就是外行啊 裴汉林捋了里 花白胡子笑着说 嗯 你要卖什么呀 让我先看看呢 少年把这个布包一打开 里边搁着一个木鱼 这个木鱼 机缘中空 两侧弯成了双龙咸手 腹部卧虎 嘿 那个雕工是相当的精美啊 裴汉林见这个木鱼 雕工不凡 先有了几分喜欢 从这个少年 手里把这个东西接过去 伸手 哎呦 摸上了一番 这个木鱼的质地是紫檀木 不过 表皮 灰白 暗牙 像是日积月雷 摩世而上 这隐隐地 透着那么几分 谈木的光泽 看上去 颇有些古异啊 裴汉林听人说过 瓷器看右 木器看漆 但凡是木器 老物的漆 暗而波 新物的漆 亮而游 他自负是剑宝的圣手 伸手去蹭这个木鱼上的表皮 感觉有点毛刺刺的 这是七面 常年累月 被破释成极小的细缝所致 如果是假的 是碎不成这么均匀的 只会裂成大块的 于是裴汉林立刻判断 嗯 这个木鱼的年份 他不尽 他放下了木鱼 问少年 你这东西 哪儿来的呀 少年的脸又红了 嗯 你要买就买 你管我哪儿来的呢 裴汉林捋了捋胡子 于衷心长 嗯 你这个孩子 幸亏 今日碰到老夫 不妨教诲一下 你做人的规矩 嗯 没人弃物 去得说清来历啊 不然 这若是贼赃的话 岂不先老夫于不义吗 孔子 尚且不饮 盗泉之水 这个 少年一听 这个盗子 脸色大变 一把夺回了木鱼说 我 不买了 转身就要走 演绎出戏 少年一听这个盗子 脸色大变 一把夺回了木鱼说 我不卖了 转身要走 裴汉林一看 赶紧一把拽住说 哎 老夫不过是打个比方 又没说你 这两个人正在拉扯 从街对面 跑过了一个男子 身材硕长 脸色拉黄 戴着这么一副小圆墨镜 手里边还拿着一根文明棍 这少年一看是他 吓得立刻 把这个包裹一卷 矮是要跑 却被拉黄脸 一把拎住了衣领 破口他骂 不长进的东西 要掏家里的东西买了 匹手就把这个包裹 给夺下来了 挥起了文明棍 狠狠地抽了他一下 少年就跟被这个火了了似的 猛的就是一蹦高 旁边围观的车夫 一阵起哄 都兴奋得不得了啊 老黄脸 打完了少年 冲着裴汉林 欠意的一攻手 哎呀 这兔崽子 把家里的传家宝 投出来换烟土 那个家门见乳 让您见笑了 陪汉林一听 顿时是感同身受啊 他那个儿子 也是抽大烟上瘾 上个月就因为 偷人家烟土 差点给抓到牢里头去 眼前 这又是一个 偷自己家里东西出来的 家贼啊 老黄脸 把布包一卷 转转要走 裴汉林 赶紧拦住了他说 哎呀 这个 这位先生 您刚才说 这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这个木云 虽然看着骨 但毕竟 它就是一家木器 裴汉林 觉得值不了多少钱 可是如今 听说它居然是一件传家宝 可见 李浩是必有名堂的 裴汉林 一向啊 他自认为 是简陋的高手啊 他在这个草莽间 曾经救回过 无数的质宝 他哪肯放过 这个机会啊 拉黄脸 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倒是没错 这就是我们家的这个 传家的宝贝 裴汉林又说了 哎呀 这个老夫 虽然是前卿的汉林 也经验过不少的谷 食材 乐作鉴赏啊 受我眼中啊 这个 我倒是没有看出 这个木云 有什么家传之妙啊 拉黄脸一听就不干了 他把布包重新打开 指着木云就说了 哎呀 您老是年高殉咒啊 可不能乱说话呀 这个木云 那当年 可是唐明皇 在明堂礼佛的时候 用过的 这是什么 唐明皇 对呀 唐明皇 给杨贵妃建的明堂们 那戏文里都写着呢 哈哈哈哈 这白汉林听到这是 哈哈大哟 手指这边就说了 哎呦 这个 这您就 有点一笑大方了 哈哈 说这个 明堂 乃是武则天所见 后有天堂 终有大佛 后来是鬼大火呀 跟李龙基 杨玉桓 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 我知啊 我知啊 我知 善意 辣黄脸听到了这儿 大惊失色的说 不是这个 这真的还有假的呀 我堂堂的汉林 还能骗你 还能骗你不成 可是我们家这个都是世代相传的呀 他就是这么说的呀 不是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这底下还有花纹呢 这个 说着他忙不迭的把这个木云翻过来 裴汉林这才注意到 木云的底部 雕有一些玄妙花纹 觉得有几番眼熟 可是又说不上来 拉黄脸接着说 你看 就这花纹 是繁文分托利华 什么意思 就是大白莲花 那不就是杨贵妃 在这个莲花池里头吗 这裴汉林啊 是又好气又好笑 古史文物 就是被儿党 这些半通不通的人给搞乱的 什么莲花池啊 那叫花青池 能和莲花联系到一起的 只有武则天 他自称是弥勒转世 又莲花相伴 这莲花标记的法器 既然是供奉在名堂里 是给他用的 那才对呢 不是 您什么意思 您说这 这是给武则天的 陪汉林摇着脑袋 这心里头 这可得意啊 自己慧眼通食 又断了他们乙装公案呢 把黄脸摸着木鱼 喃喃的说 哦 你说啊 我说了 我说怎么祖上说 这个木鱼不可丢弃啊 哦 原来不是杨贵妃 在花青池里泡着的 哦 感情了 这是武则天 那名堂用的 哎哎哎 哎呦 这个 你 陪老板 你知道 哪有带莲花纹的这个庆没有啊 陪汉林 没计较他这个称呼 反而是心中一对 皱着梅就说了 哎 什么 你说什么 不是 我们家祖上说的呀 说呀 就这个 名堂里边 除了这个木鱼 还有一个庆呢 都是莲花纹的 叫我多多留意 如果能够凑成了一对 就有大功德呀 陪涛听在耳朵里 心中顿时划过离到闪电 哎呦 不会这么巧吧 我上个月 为了去赎这个败家子 送了一个五周时期的同庆给吴阎王 好像上头也有联闻啊 他赶紧的又把这个木鱼 逃过来 反复的看这个莲文 怎么越看越香啊 越看他这个心里啊 就越着急 世门弟子 在诵经 礼颤的时候啊 物与同庆 那是两件法器并用的 以节制精送 所以这两件物品 向来是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古丸那是讲究成对的 一套茶具 齐全的 比缺一只的 那得贵上好多倍呀 一对屏风 比两扇单瓶子的价格 要高出好多 白汉林脑子里 哎呦 心念电转 哎呦 这五四天 明堂用过的沐浴 和铜青 倘若能凑成了一对 那将是何等的质宝啊 这个吴炎王 他不懂古弯啊 后嘞 这个同庆说不定 还能赎回来 再把这个沐浴收了 我就又拯救了一件国宝啊 想到这儿 裴汉林咳嗽了一声 这个 君子 不夺人所好 但是老夫 曾经在菩萨面前 发过誓愿 要供奉一百个 有佛缘的墨鱼 如今你就差一个 就圆满了 不如 你就成全了老夫吧 啊 价格你开 你开 拉黄脸是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 这孩子胡闹了 拿出来卖 这家传的东西 哪能随便卖呢 培汉林再三要求 拉黄脸就是不从 最后 培汉林说 哎呀 你找到了我 你找到了我地付钱 也算是有缘分啊 咱们不谈买卖 请你进府去坐一坐 总是可以的吧 哎哟 莫非我前进 我前进汉林的面子 还不够吗 这辣黄脸 没办法 只好是答应 陪汉林把他领进了书房 引着他看自己的收藏 不过这个拉黄脸显然是个白定 不知道其中的精妙 评价呢 就是一标准 哎 凡是大就是好的 凡是小就是不好的 陪汉林无论拿出什么来 他就四个字 挺大 挺好 陪汉林解说了一阵呢 觉得这实在是对牛弹气 索性也就不说了 就拉这些闲话 弹了这么一阵子 陪汉林觉得这个火候差不多了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哎 语今呢 那真是斯文扫地 刀同伦丧 读懂 哎呀 这一道 北群无知的商骨之徒把事 他们读书少 可偏偏又爱信口辞荒 党同发义 当有外人 只赤其非 他们就群起而共之 可老夫呢 故心故意 强就了不少 奈何者是凤日下矣 他拖了个长签 然后慢慢地把这个眼睛睁开 瞄了一下这个男子 是不想瞒 这个东西 我还是真心地喜爱 不如 礼伤给我吧 老黄连有点尴尬 说 这是祖传之物 不能出让 上个月呀 有人出高件要买他的杯大鱼 裴翰林一听 四月份 顿时伤心 那个童庆也是四月份买的 那妈问 谁要买呀 那黄脸说 是好像什么 什么铺子里的 是什么好像什么店里的 那个好像 他恩啊了半天也没说明白 他也喊您急了 敢问 是不是 这个肯直直啊 拉黄脸一听 立刻点头说 对对对对 不是就是什么 什么肯 对对 那人的个头 不算高 不算矮 长得挺有意思 那个姓 姓什么来着 姓孙 有眼的下边 有这么一枚黑痣 对对对 那怎么呢 你也认识他 哎呀 孙六子嘛 裴翰林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想了 他凑极了对方 那心跳都加速了 踏出高架买 哎呀 他自己就是一个穷鬼嘛 哪里出得起钱 修古董嘛 他还 还讲了些什么 哦 哥就说吧 他自己手里头有个什么 什么什么 铜器 就需要我这个木鱼啊 凑成了那一对 我没理他 莲华文帝同情 老师 怎么着 您 您见过 裴翰林 一缕 呼吸 哎呀 呀 呀 你没有答应 可真的就对了 这个小子 经常到我这里来卖东西 假地居多呀 那个铜器 前一阵子 他也拿来给我看了一下 他一看就是个假地呀 说到这儿 他瞄了这个腊黄脸一眼 又语重心长的说 哎呀 静西所传地宝物 这是对的 不过 这个木鱼流传了一千多年啊 能和原来那铜器 凑成一对的可能性 有多大啊你 还不如老夫帮你收他 供在佛前 换有几分功德可赚啊 可这腊黄脸这脾气呀 还就真倔 任凭裴翰林 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就是不松嘴 羊吃了半天 裴翰林又不过 说 这样吧 你给我留个地址好吗 男子接过了鼻 一下没保闻 这个木鱼啪 掉在了地上 竟然裂成了两半 两个人一时之间都惊呆了 这个腊黄脸一副声 把这个木鱼拿起来 哭丧了脸说 这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 裴翰林 见这个宝贝居然摔开了 顿时是异性阑珊 他生怕这个小子借鸡额前 一挥手说 这可是你自己摔的啊 以我无关呢 请你快快出去 快快出去 腊黄脸 尸魂落魄的 离开了裴翰林家 走出去没多远 突然 收起了那幅穷线 迅速地拐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胡兔 钻进李家乘铁铺 刚才那个少年 正在那儿等着呢 带李信 一见他 急忙问 逃出了没有啊 男子摘下了墨镜 掏出手绢 把脸上的那个蜡黄色 都给擦掉 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得手了 少年是黄克武 这个撒黄脸的人 自然是许一成 许一成 把手绢叠好喽 揣进了口袋 坐到了藤衣裳 拿起了茶味 咕咚咕咚 一口气给喝干 哎呀 你说啊 这个裴翰林 可真够可以的 我进门跟他唠了那么久 连杯茶都舍不得气 渴死我了 黄克武对许一成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他才进这个裴底 没有一个小时 就把消息给探出来了 许一成放下了杯子 白了白说 其实啊 这个事情说也简单 裴翰林这个人 眼高于顶 太过自负了 听不得别人的劝 所以你得为这话 让他觉得所有的判断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黄克武 先得拿话 勾住这个目标 然后呢 故意疏远他 让这个目标主动凑上来 非得呀 上杆子 进了套不可 一般人觉得呢 越是不愿意卖的人呢 他就越不可能是骗子 不知不觉呀 反而着了道 许一成 往椅子上这么一靠 十根修长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唇角微微一翘 这可不是我想骗他 我才故意的摔碎这个沐鱼的 我真想骗钱的话 我这舌头后子还有一连串的手段 我想把这个宅院都拿过来 嘿嘿嘿 都不难 哎 是 是 黄克武听着 哎呦 他心里这个佩服啊 他印象里 许一成是个温温如雅的人呢 怎么想不到 也有这样的手段呢 啊 这么拔去 他又问 这墨鱼是怎么弄来的呀 许一成一只成衣铺的厚头 那里边有一面新墙 用布帘挡着 地上搁了一个脏兮兮的石灰木桶 他说 这件事情再简单不过了 先找一个大小合适的 然后啊 你花不了半天的功夫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徐中徐三 略保新单 马国庸演播 许一成说 这件事情很简单 前后都花不了半天的功夫 是吗 广告无数 就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玩古安 三分靠剑 七分靠嘴 只要你个言语上 能把对方忽悠住了 什么破绽他都看不出来 再假的东西都能卖得出气 许一成说到这儿 看了一眼黄可恶 语调严肃起来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五脉老祖宗定下 绝不作为的家规了吧 五脉在赝品这个领域的经验 太丰富了 如果真的没有了约束 只怕整个古玩江湖 都要大乱啊 黄可五就问 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呢 许一成端起了盖腕 不禁不慢的说 哪也不去 在这儿等 然后就不说话了 如果刘一鸣要这样卖棺子 这黄可五早就一拳打过去了 可是许一成亮出了这副作派 黄可五就不敢再问了 就在后院里边 打拳呢 拿拳啊 许一成端着茶杯 翘着二郎腿 看着黄可五一招一拭练得很认真 说 狗啊 你这个演技也不错嘛 不考虑 不考虑去新华参加个话剧社什么的 我跟你说呀 那里的女生可不少啊 黄可五脸一逼 继续打算 对了 可五啊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可得说实话 黄可五仿佛受到了侮辱 一拍胸脱说 我从来没撒过谎啊 启程笑了 一鸣这孩子一直窜着我 去夺五脉组长的这个位子 他是心气高啊 你跟着启哄是为什么呀 黄可五愣了愣 开口说 我记得我小时候做宝提 没种物件吧 都拿那个迷子皮仔细的擦我 我是真喜欢啊 捧在手里可惊心了 现在家里风气变了 好多人张嘴就是钱 我二叔有一次 收了两个东西 每一只都出了大价钱 然后 他居然当众给砸了一个 说全天下呀 这就是多一份了 结果呢 那件东西 那价格反而翻了好几番 哎呀 是 钱是赚大了 可我总觉得这不对 很不对 许一诚 看他说的呀 那眼神都直了 知道这孩子心似汗 碰到想不通的事情容易郁闷 他叹你口气 哎 我当初离开五脉呀 多少也有这样的原因在里头 你说 您跟他们可不一样 跟您吧 我就觉得 我这心里头 说的 特踏实 黄克武说的特认真 启程呵呵一笑 还没说话呢 外头传来了脚步手 随即门链子里挑 进来的居然是御方 身后呢 跟着御棚 御方不认识黄克武 只当他是小伙计呢 直接冲着许一诚 开口就说了 您谈听的怎么样了 许一诚说 哎呀 问出来了 把这个同情 卖给裴汉林的 是啃之菊的人 叫孙六子 有眼睛下边 有一颗大痣 什么 一听到了 啃之菊这三个字啊 御方和御棚 眼神是陡然一领 这个啃之菊 就听起来像是个农业机构啊 可是背景绝不简单 此菊 设于民国十年 当时有一个天风意的商号 偷偷倒伐东陵附近的树木 御棚无法阻止 央告政府 直立省省长曹瑞亲自下令严加查办 不料曹瑞根本就是罪方之意不在酒 他打的查办的旗号排兵霸占了东陵 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啃之菊 名为啃之啊 实为道伐 一直是肆无忌惮的乱砍乱发 在宗室奔走运动之下 这个菊在民国十五年被裁撤了 但是东陵里边的遗树 海树 已然被砍了个金光 成了秃山 宇鹏愤愤愤的说 哎呀 说这些年吧 我可没少爱这些王八高子的欺负 一个个都是特别的嚣张 全部吧 咱们总是放进眼睛里头 宇鹏也黑着脸说 哎呀 这些年啊 这些年啊 啃之菊把东陵可招待得够呛哦 想不到这些人贪心不足 竟要到这个灵琴的拙意了 许鹏成止住了两个人的唠嗦 开口闻道 只要有主就好啊 这孙六子 这孙六子你们认识吗 这孙六子你们认识吗 宇鹏摇了头 哎呀 这肯直直的人呐 那都是从京郊 直立 天津一带 赵木来的流氓 混合 到法师一拥而上 分了钱一哄而散 没有固定的编制 到底有多少人 什么来历 怕是连他们的上司都搞不清楚 说到这儿 宇鹏突然一顿 写着说 不过这个 嗯 肯直虚的账房先生 我到时认识 他是管发钱的 说不定能知道一点 宇鹏斜的眼睛 不约的说 那你在这儿还费什么话呀 还不赶紧去问呢 宇鹏吓了一缩脖子 连声说 行嘞 行嘞 我这就去 然后转身出去了 宇鹏又对许一成攻攻手 能搞清楚孙六子的下路 还得劳烦先生出手 许一成眯死眼睛 没有回答 反而是端起了盖腕 不紧不慢的 品了一口清茶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刘一鸣领了 徐一成的名单 就立刻往家里赶 这是徐一成交托的事情 可不能够办杂了 他一路上一直在琢磨 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古董业和别的行业不一样 所卖的物件不存在竞争关系 所以呢 同行不是冤家 反而要定期的互通生气 谁家新收了什么宝贝呀 谁家藏的什么东西呀 都很常量 倘若有客人去买 这家要没有的话 老板准会推荐他去有的那一家 五脉 甚为京城古董的定盘星 那跟好多的古董商交流的 那是很多的 市面上有什么存活 看的是一清二楚 清风市当初找到了五脉的头上 就是看中了五脉的这份人脉 如果是沈默 或者是要慎行来做这个事情 简单至极 只要把这个名单 分派给召集京城里的 五脉的掌柜的们 让他们各自去 到那个相熟的圈子里去打听 不出半天就会有消息 这五脉的面子 在这个圈里那是相当的管用啊 可是刘一鸣呢 他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呀 他使唤不动这些掌柜的呀 而且万一被药慎行知道了 就会折叉出 他在偷偷的帮助这个许一城办事啊 那麻烦可就大了 眼看都走到了大门口了 刘一鸣还是毫无头绪 脚步不由的变得有点沉重 他扶了扶眼镜 一抬头 忽然看到一个影子 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然后嗖 一下就窜出来了 就消失在对面的胡档里了 刘一鸣一推眼镜 呵呵的乐了 哎 太好了 真是啊 大瞌睡就送枕头来 让我撞到了这个家伙 这可是天助我也呀 他毫不由于 抬起腿 也朝正的方向 偷偷就跟过去了 这黑影是个孩子 比刘一鸣还小上半头 他这个动作灵活得很 在秘如蜘蛛往事的胡档里 是七转八拐 一点都不带迟疑的 刘一鸣远远的跟在后头 好几回都差点把这个根丢了 好在这个家伙没有防备 贴着墙走得很急 走街串巷 他很快的来到了一处 僻静的青砖高墙的拐角的地方 等在离事不起眼的小木门口 这个高墙的另外一侧 是一栋高耸的雕兰彩楼 刘一鸣定睛一看 脸红了 轻轻的脆了一口 呸 这是陕西向附近的胭脂胡同 远近闻名的烟花之地呀 哪怕是在这个石道 那个楼上还是隐隐的传来 阴歌艳语 热闹非凡呢 刘一鸣躲在一根电线杆子的后头 看头去看 就见小木门 开了 从里头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 装扮妖艳 这个女人见着这个少年 先伸手去捏她的脸 少年也不闪 两个人调下了几下 姿态很轻跳 然后这个妇人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墨色的小圆核 少年精神一震 一把要抓过去 妇人便要收回去了 少年会议 连忙从怀里摸出了一枚 兽性捧桃挂件 双手就递过去了 妇人接过来 爬完了一下 这才把墨色的圆核交给她 少年拿那个盒子如获至宝 赶紧揣到怀里兴冲冲的往回走 没走两步 没地方旁边有人 突然把这个肩膀给摁住了 沉声地说 和你们有来啊 有头你爹的藏品出来卖 那个被叫做要来的少年 听到了这一声鹤 吓得筋骨一苏 差点瘫在地上 他得一回头 这才看到 原来是刘一鸣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刘哥你呀 那精片子 带着胡同串子的味儿 油滑得很 刘一鸣板着脸 你上次挨了十几板子了 这么快就忘了疼了吧 要来连忙作了一说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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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刘哥 您可千万别说呀 不是 不是咱,咱这也是有苦衷了呀,您听我慢慢到来。 他动作急了,这小盒子咕噜一下,掉在了地上。 刘一鸣低头一看,这脸色啪就变了。 那墨色的圆盒上头啊,写着四个红色,一颗金丹。 旁边还漆着几朵艳丽无比的小花。 刘一鸣不认识这个牌子,但是他可认得那是樱树花。 这个要来可是要身形最小的儿子,特别得宠,脾性顽劣,经常偷家里的小件出来卖钱。 可是刘一鸣没有想到这家伙他居然敢沾鸦片呢。 刘一鸣这个嗓门,陡然就提高了。 那些胆子也太大了,你偷家里的东西就算了吧,还拿出来换扶手膏啊你。 要来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 一抬头,修正他。 什么,什么福臭膏啊? 那都是老黄利了啊。 哼,这叫一颗金丹,大连产的,日本人技术,味正,带劲,还不用熬,可方便了。 我告诉你,现在还不好买呢,要不我跟孙姐熟呗。 刘一鸣毫不客气的把他的话给打断了,那就是鸦片。 只要让李爹知道了,话还没有说完,要来咕咚一声,就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哀求起来。 哎呦,行嘞,行嘞,行嘞,知道你别告诉我,爹,我干什么都行嘞了,不是。 刘一鸣吓了一跳,他本来准备了一套说辞来威胁要来的,想不到,他倒服软的这么干脆。 要来眼皮一翻。 哎呀,我知道,不是,你就拿出我把柄,不是,要我做事吗,这个,不,我就算苦苦哀求,你也不会松嘴的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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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搞那些一,一推二请的虚文呢,不是,大家都这么忙,你就快说吧,痛快说。 哦,见他如此是像,刘一鸣忍不住笑了,开口说,你为你爹,那方官老爷同意能处理,我借用一下,这事我就收拾一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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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要来一听,不由得答应一声。 要慎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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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三老爷用过的, 那还得了啊, 五脉的人差点就要花重金买起来, 说来也怪, 要慎行在旁边突然是大声的哭起来了, 手脚乱舞, 把书架上的一本书给打落余地, 负责鉴定的五脉长辈, 浮身捡起来了, 发现是后汉书, 恰好翻开了嘴叶, 长辈一看, 陡然惊醒了, 书上写得很清楚, 汉代规定, 赤虎只有天子印可用, 猎猴之印是不可能用这个的, 长辈再细细查考, 才知道关羽的汉寿亭侯啊, 这个汉寿是地名, 亭侯是爵位, 后人无知呢, 以为是汉寿亭侯呢, 把这句子给断错了, 那个印前头少了个汉字, 自然是假货无疑了, 五脉以长眼为主业, 倘若在这上面失了手了, 那可是颜面尽失, 这个药慎行还没满一岁就立了大功了, 拯救了五脉的颜面, 那位前辈便把这方假印当作玩具送给了他, 药慎行从小到大, 这个印一直是待在身边的, 后来药慎行成年后接掌家族的事务, 索性用此印作为信物, 四九成这个玩家都知道啊, 药家老大有一方官老爷印, 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标志, 真假那倒是没人在乎了, 平时有什么书信契约来往的, 药慎行都会用这个印来落款, 而刘一鸣打的主意就是钻这个空子, 把这方印弄到手, 伪造书信, 直识掌柜的本, 才吊着, 还能打听到这些故书的下午, 他知道如果是神墨或者药慎行来做这件事, 简单至极, 于是他想出了遗迹, 他决定把药慎行一直带在身上的一方印弄到手来, 伪造书信, 指使掌柜们去调查, 刘一鸣打定了主意, 他想钻个空子, 把那方印弄到手来, 伪造书信, 指使掌柜的去调查, 刘一鸣本以为要来, 还会推脱一下呢, 不料这小子演出一转,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他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啊, 刘一鸣暗暗感叹, 这败家子, 又问他, 你打算怎么到啊, 要来立刻来了精神了, 挽起了袖子就说了, 这事好办呢, 我爹呀, 每天中午, 得睡一个小时, 雷达不动, 我进屋, 给他呆走不就行了吗, 那你爹醒了不就发现了吗, 要来很得意, 我今儿偷走他那件, 翡翠寿星挂劲, 是他的宝贝, 等到他醒了, 我往那一跪, 你说, 我说我偷了您那个, 寿星挂劲了, 我缓缓赌债了, 他就肯定得数了我一下午了, 他就顾不上别的事了, 哎哟, 刘一鸣无语啊, 人家被要挟的, 无不是心情沮丧, 百般的不乐意, 可是像要来这样, 被要挟之后, 还主动的来出来, 出谋划策, 真没见过, 要来看刘一鸣不知声, 以为还不信任他, 一拍胸口说, 咱爷们做事, 地水不漏, 通色无欺, 行行行, 就按你说的办, 刘一鸣思前想后, 觉得没什么破绽, 计划这个东西, 其实越简单越好, 要来做惯了家贼了, 这点事情啊, 想必是家庭就输, 要来这个人, 虽然吃喝玩乐惯了, 可是他的行动, 还是挺有效率, 他跟刘一鸣定起了计划, 转天中午, 还真的把那方印给偷出来了, 递给了等在大门外的刘一鸣, 你用完了赶紧还回了啊, 我身子骨弱, 未必能够惊得住打啊, 呵, 他说的大义凛然, 跟那革命意义似似的, 刘一鸣仔细端详, 这家伙年纪不大, 脸色已然微微显出蜡黄, 袖口也烟熏火燎, 未有的叹力口气, 要来啊, 不是我说你, 鸦片这个东西粘不得啊, 你还是趁早戒了吧, 这这这这, 别跟我说出去, 这这, 要来不以为然的晃着脑袋, 一转身往家里走, 忽然又回过身来说, 对了, 你用这个, 是打算伪造我爹的书信吧, 是啊, 刘一鸣, 有把柄在手里头, 也就不打算瞒着他了, 那你可得小心啊, 我爹在用这个印的时候, 会在底下垫着一粒米, 盖在纸上, 那中间我留有一些小白点, 没这暗记的话, 那一掌柜的不认, 刘一鸣一惊, 原来要慎行还藏着的匕首啊, 不以为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要不是要来提醒, 恐怕得书信一寄出去, 这底儿也漏了呀, 多谢了啊, 刘一鸣的心中浮起了微微的愧疑, 要来满不在乎的白点手, 我尽心尽力, 我就指望你赶紧把这事办完了, 我也是尽早贴身, 不是大家都方便吗, 你要出娄子, 我肯定爷爷倒霉不是吗, 说完了, 哈哈一笑, 转过身, 背着手, 悲壮的, 走出了院子, 刘一鸣收了关公印, 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是五脉的红子门出身, 红子门经年书画, 所以这一脉子弟的书法的造语都是相当的高, 伪造别人笔记, 那是轻而易举, 刘一鸣略略一抖手腕, 就仿造出了十来封要慎行的短信, 然后他只削地上一厘米, 盖上关老爷的大印, 这个事情就成了, 用完了印, 刘一鸣再去找要来, 发现要来正趴在屋里, 呲压咧嘴那揉屁股呢, 看来又吃了一顿豪大, 他一见刘一鸣, 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 表情很凄苦, 刘一鸣就问, 怎么了, 怎么样, 腰来冲着自己, 翘了翘拇指说, 爷们儿我, 硬挨了几十大板, 我面不改色, 我气不永处, 刚说到这儿, 不知道哪儿碰疼了, 又愁眉苦脸的吸起凉气来了, 刘一鸣把印递过去, 问你, 他发现就印丢了吗, 要来大为不满, 刘哥, 什么话呀, 你这儿看不起我呀, 我豁出这么大的面子, 不是那个, 我豁出这么大的屁股去挨打去, 这能出问题吗这个, 对了, 你事情都弄好了吗, 刘一鸣点了点头, 要来松了一口气说, 那咱两清了啊, 你可别拿这事来要挟我了啊, 刘一鸣真心诚意的说, 你可也真的别再碰这个鸦片了, 这东西可真的碰不得呀, 要来把这个眼皮一翻, 敷衍的说, 行行行, 这这样, 这这, 这这一边勉强的从床上爬起来, 他得赶紧的把这个印放回去, 免得被药肾行发现了呀, 刘一鸣也没有再多留, 他离开了五脉, 把这些信亲自送去京城各处的五脉的店铺, 那些掌柜的跟刘一鸣都很熟啊, 知道他经常替家里边刨腿, 要慎行的印记呢, 也没有什么破绽, 所以一个起义信的都没有, 刘一鸣把信一亮, 他们就赶紧吩咐人去查, 这些古董破的互通生气, 一向就知道彼此最近收了什么东西, 出了什么祸, 那个效率是高得很呐, 刘一鸣花了半天, 跑遍了七八家的铺子, 把这个消息也打探得差不多了, 这段时间政局混乱, 古董市场没什么大买卖, 所以很容易就能够给查清楚了, 调查显示, 除了裴汉林的同庆以外, 没有任何殊慎皇贵飞幕里失窃的陪葬物品在市面上流出的, 但是许一鸣给他的另外的一份名单却颇有收获, 但至于这意味着什么, 刘一鸣就看不太懂了, 许一鸣也没说, 这个时候天色已晚, 整个京城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只有少数的地方亮起了灯, 轻轻点点, 刘一鸣急着去找许一城回报, 就给清华园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黄克武, 黄克武说, 说许一城这个时候不在清华园, 而在协和医院, 刘一鸣问, 那你在那干什么呀, 黄克武支支吾吾的说, 许一鸣派了个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不能说, 刘一鸣也不多追问, 挂上电话, 匆匆的赶往了协和医院, 许夫人在协和医院做护士啊, 许一城自然是去陪他了, 协和医院就在东丹, 离这个刘一鸣不算远,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 二十来分钟就到了, 协和医院那可是要害机构, 政府再糊涂也会对这里是着重保护的, 所以东丹一带游荡的奉军残兵不多, 路灯倒不少, 治安呢还算好, 乱世归乱世, 这老百姓呢也得做买卖, 讨生活, 好些原来在龙福寺啊, 天桥啊, 菜市口啊, 牛街啊, 东月庙啊, 这些地方的小摊贩, 看中了这儿的清静了, 都跑到这儿来支摊做生意了, 把这路口堵了个水泄不通, 跟庙会似的, 黄包车夫不愿意往里走了, 刘一鸣没办法, 只好是下了车, 自己朝里头挤, 这个时候是五月光景啊, 大风这么一烙, 温度可就上来了, 微微的, 依然有了初夏的热劲儿, 各种各样的小车全都出摊了, 什么冰烙啊, 豌豆黄啊, 什么蒜莓汤啊, 姜米藕啊, 以字拍开, 吆喝声, 此起彼伏, 香气四溢, 好多人在这儿吃碰头食啊, 刘一鸣挤着往前走, 突然就看到前头有一个人特别的眼熟, 定神这么一看, 不是许一诚又是谁呢, 刘一鸣连忙拨开人群朝那边走, 他看到许一诚正站在一个粉圆摊前, 刘一鸣喊了一声, 许一诚看见他做了个手势, 使他烧不当天使, 老板见来了客人, 连忙停住了打扇子, 口中吆喝也顾不得了, 急急忙忙的抄起了胡沫瓢里头, 是没命的往这滚水里边挤豆糊, 许一诚回过头来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早已然做出了两大碗粉鱼了, 超过冰凉的井水, 把这个粉鱼递到他的眼前, 许一诚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只青花大碗, 把老板的那两碗粉鱼啊, 都堆在了自己的碗里, 又多要了两抓黄瓜丝和一勺辣子, 然后掏出对方大白鼠圈, 扣到了碗口, 这几天的大风才歇, 空气里的土腥味还是有点重的, 结过了饭去, 许一诚端着碗过来了, 笑着对刘一鸣说, 媳妇加班, 想吃点清爽的, 我出来买点夜宵, 刘一鸣刚要说话, 许一诚却深手把这个阻止了, 等会儿说, 两个人从人群中挪出了路口, 朝这个邪和医院走, 许一诚一路上, 小心翼翼地端着碗, 脚步被平时更稳了, 仿佛这个碗是柴瑶所出的珍宝, 在他的前方, 深沉的夜幕勾勒出邪和那个主楼, 极富特色的大乌檐曲线, 一排排红柱子, 树巷分割, 显然如同公雀一般, 严谨威严, 这个时候医院仍旧在运转, 灯火通明, 不时地有医生和担架, 匆匆地进进出窟, 两个人进了主楼, 来到了护士值班室, 许夫人正在低着头写病例呢, 启程把碗搁在桌上, 又摸出一副裹着不套的筷子, 倒背开水烫了一下, 揉手说, 哎, 吃点东西吧, 不过, 这东西可不能多吃啊, 得胎儿不好, 说得好像你比我还懂似的, 许夫人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把那个手绢从满口拿开, 交还到许怡成的手里, 刘一鸣之前就注意到许怡成这条从不离身的白手绢, 这会儿才看清楚了这个手绢的全貌, 免质的, 不算是完全素败, 在一个脚用金色的丝线绣了一个英文单词, 不知道什么意思, 许夫人看来是饿坏了, 拿起筷子稀溜稀溜就开始吃, 许一诚坐在旁边, 双手搁在膝盖上, 一直在注视着他吃, 那眼神温柔平静, 一会儿功夫啊, 粉鱼儿就被吃光了, 许夫人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打了舒畅的宝格, 这才发现刘一鸣也在这儿的, 顿时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许一诚笑着起身, 拿起手绢, 给许夫人擦去了嘴角的吉利芝麻酱, 看你这个痴响, 可别遗传给孩子, 许夫人轻轻地推了他胳膊一下, 行了行行, 吃完了, 别在这儿添乱了, 忙你的去, 然后冲刘一鸣微微点了点头, 重新服案, 工作起来, 许一诚和刘一鸣 并着肩走出了值班室, 在侧面走廊的汉白玉的栏杆边, 停下了脚步, 许一诚向着远方看了一会儿, 转身问刘一鸣, 调查结果出来了, 他的语调很平缓, 刘一鸣却发现, 许一诚在迈出屋子的一瞬间, 他的神情陡然之间有了变化, 刚才还是一个温和而细心的丈夫, 现在眉宇之间, 依然有微微的锋芒崭露了, 刘一鸣把结果递给了他, 许一诚认真地翻阅了一会儿, 露出了笑容, 辛苦你了, 怎么快就查到了结果了, 真是不错啊, 姚大哥没有绝唱吗? 刘一鸣把药来倒印的事情一说, 许一诚不由的也笑了, 哎呀, 你说啊, 这小家伙, 可真是一个妙人, 你说啊, 姚大哥竟然伸出这么一个儿子来, 哈哈, 有机会得认识一下, 刘一鸣忐忑地说, 这个, 这个许叔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有啊, 甚至可以说是一锤定音啊, 许一诚, 赞许地抖动着指印, 双眼望着远方的黑暗, 神情很愉悦, 刘一鸣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办好这件事情, 会让许一诚失望了, 啊, 也辛苦你了, 啊,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儿啊, 谁比看场好戏, 说完了, 许一诚把这个调查结果折叠好喽, 和那方摆手卷放在了同一个口袋里, 等于, 那不够好奇啊, 就问, 你摆手卷吧, 到底有什么来历啊? 许一诚的脸, 居然微微的红了, 这些谈案在上海, 哈佛医学堂读书的时候卖的, 后来送给了我, 就算是我们的, 丁清的信物吧, 哦, 哦, 那, 那那句, 那句, 阳, 阳文, 那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和平, 我们的孩子打算就叫这个名字, 许一诚满脸洋溢着幸福, 刘一鸣第一声念了几遍, 喜和平, 喜和平, 嘿, 好哎, 喜和平, 好名, 希望等他长大的时候, 已经是天下太平了, 喜一诚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胳背是在协和医院的走廊的扶栏上, 身子朝前轻, 双眼仰望着璀璨的星空, 那些星星正以人类肉眼看不见的速度在移动着, 缓慢, 坚定, 不为任何人, 任何事情, 所阻挠,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马国庸创的爱脑上, 许一诚和刘一鸣两个人闲聊了几句, 刘一鸣看看时间确实不早了, 就向许一诚告辞, 许一诚盯住他, 小心点, 然后说具体的明天怎么安排, 回头啊, 黄克武会通知他, 刘一鸣本来想问了黄克武在干嘛呢, 不过想想, 以取一诚的风格, 尘埃落定之前是轻易不会说出来的, 于是就没问, 刘一鸣孤身走出了协和医院的大门, 正琢磨着是叫一辆黄包车呢, 还是溜达回去, 突然一只手猛然从后面伸出来, 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刘一鸣吓了一跳, 转身去看, 看到了一个少年笑嘻嘻地站在那, 另外立着手里呢, 还捧着一碗血花烙, 刘一鸣一惊, 要来,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李尚王来吗, 要来说, 刘大哥, 你接我的猴, 我就也来挖挖你的身啊, 刘一鸣脸色一沉, 看来这个小子怀恨在心, 一直跟着他, 尾随到了这个地方啊, 要来眼睛, 朝着鞋盒那边, 贼兮兮地飘了一眼, 刚刚我都看见了, 你跟那喜常在一块, 你还交给他什么东西了, 嘿, 刘一鸣保持着镇定, 扶了扶眼镜, 冷冷地说, 你也认识他, 哎哟, 这名字我爹一天念叨三遍呢, 我不想认识我也认识咯, 要来的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 非常得意, 我告诉你, 我这最讨厌的就是他, 要是他知道, 你偷了印跟许一诚私混, 恐怕这麻风可不小, 刘一鸣苦笑了一声, 要来这个家伙包袱心还真重啊, 非要原样奉还一丝不可呀, 要来一口把剩下的雪花漏倒进了嘴里边, 爽得尝出了一口气, 他抹了抹嘴说, 害怕了吧, 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了吧, 哈哈哈哈 说实话, 刘一鸣还真不怕这种要挟, 他对这个大家族已经是失望透顶了, 要慎行最多不过把他开革出家门, 这正中他的吓坏, 不过他还得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因为许一诚让他潜伏在五脉是还有用处的, 于是刘一鸣没好气的说, 废话少说吧, 你想让我干什么, 嗯, 嗯, 这倒是把要来给问住了, 他光惦记着抓刘一鸣的把柄, 还真没想过拿到这个把柄以后干什么, 要来抓耳挠腮, 愣了一会儿说, 嗯, 嗯, 这个, 你和洗衣城见面, 是要干什么, 刘一鸣哪儿肯说呀, 要来见他吞吞吐吐, 非常兴奋, 这个家伙的逻辑是很简单的, 凡是吞吞吐吐, 必然是隐藏着大秘密, 凡是大秘密, 自然刺激, 有趣的很, 要来又逼问了几句, 刘一鸣只是摇头说, 我不骗你, 但我们不会说出来, 那还是换个要求吧, 哎, 那这, 咱们尝尝, 你们, 就算我一个人入伙, 我就不向我爹搞发了, 要来提出了一个匪所思的要求, 这回轮到刘一鸣发愣了, 他原以为要来会敲诈一大笔钱, 去买鸦片什么的, 想不到居然是这种要求, 要来的眼神闪闪发光, 语气里充满了兴奋, 我爹这辈子没怕过谁, 偏偏对习仪成这么忌惮, 我跟你说, 我对他好奇, 好久了我, 他做的事情, 一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 很大的事情, 刘一鸣听出来了, 这家伙就是这么一好事的性子, 哪有热闹就去哪, 至于是对是错, 那他是不在乎的, 整个就是混不裂, 刘一鸣犹疑了一下, 说, 行, 这么吧, 我呢, 让许叔来见, 由他来定夺, 怎么样, 行, 行嘞, 好嘞, 太好了, 于是刘一鸣, 只得再度返回了邪河, 跟许一诚这么一说, 许一诚也是吃惊不小啊, 要慎行的这个儿子, 劣迹斑斑, 他耳闻已久了, 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主动跑过来偷靠, 刘一鸣说, 似有樊长, 必为妖啊, 他会不会是要慎行派来的间谍啊, 许一诚却不以为然, 咱们要做的是正经事, 不怕放到台面上说, 他要是行, 最多是不配合吧, 你他的胆子, 断然不敢从中阻挠, 怕什么, 啊, 进去吧, 许一诚刚一走出邪和医院, 要来立刻就迎上来了, 跟评书里, 小英雄爱虎, 见着欧阳春似的, 来了一个单膝跪地, 双手抱拳, 那嘴里是一套一套的词啊, 贬着烦的恭维, 夸奖许一诚, 这许一诚也不拦着, 就这么笑盈盈盈地听, 等这个要来啊, 说得是口干舌燥了, 这许一诚才把他给掺起来, 态度呢, 还是很客气的, 要来非常高兴啊, 以为这事就这么成了呢, 不料许一诚画风一转, 医名和客户入伙的时候, 是要受考验的, 你自然也不能例外, 我这里有宝提一道, 你做出来, 我才答应你, 要来一拍胸脯说, 不是, 这几晚来, 哎, 哎, 你爷们眨眨眼, 爷们就说, 许一诚说, 你是要家人, 玄子门内的专精瓷器, 我也不敢欺负你, 就给你说一道瓷器的宝提吧, 他回转到值班市里, 端出那个刚才成粉圆的青花大瓷碗, 要来接过了碗, 端向一圈, 碗尘有后, 勾着和连门, 四方四字, 写的是, 得丰绵远, 除此以外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原来是某个大家, 私用的器物, 在碗的底部有一个小块, 上头写着, 居人堂, 要来抬起头来笑了, 叶绕, 这玩意儿, 他就是一普通, 普通吃饭的, 这, 这有什么, 酱, 酱, 酱头这个, 洗成了眉头, 纹丝眉洞, 再看看, 再看看, 要来拿这个手指头, 敲着敲碗边, 无奈的说, 哎呀, 非说有讲究, 那就是, 那就是居人堂这个款式吧, 哎呀, 不值什么钱呢, 民国五年, 原是凯称帝, 效仿明清帝王, 在景德镇设了御邀, 任命郭宝昌为督窑官, 烧至宫廷的御用瓷器, 不料, 称帝道具很快就收场了, 袁世凯黯然去世, 声名狼藉, 郭宝昌没办法, 只好把这批瓷器, 重新打上居人堂的款式, 向民间发售, 以支付工钱, 要来虽然顽劣, 瓷器这方面的家学呢, 那还是有点低运的, 这个玩意儿虽然出自明家之手, 可是到今儿啊, 这才十二个年头啊, 说破了大天也值不了多少钱呢, 再看看, 这御邻生还是这三个字, 要来一愣, 只好是低下头, 这回啊, 足足看了十分钟, 这才勉强开口说, 青花斑点凝重, 深入胎骨, 哦, 这是孙迎周的手笔, 孙迎周, 是民国的一位置词其人, 专擅长模仿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词, 几乎就可以乱真, 就连五脉那都是很难判断出来的, 有传闻说, 他曾经在景德镇出没, 说不定啊, 这个青花丝碗就是他的手笔啊, 但是这个碗连宴品都算不上啊, 因为人家从来就没说过这是明清花啊, 人家清清楚楚的在这印着, 居人堂这仨字呢, 再看看, 嘿, 这御邻生还是这三个字, 要来反复的猜了几次, 许宜成始终一脸平静的, 让他再看看, 过了一个多小时, 要来开始打哈欠, 眼角也流泪了, 精神不大好了, 他勉强的抓住了碗边, 又说出了一个答案, 许宜成是依旧摇头, 要来不耐烦的嚷嚷起来了, 不是, 我说, 你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你这故意消遣我呢吧你, 话还没说完呢, 又是一哈欠打出来了, 不得不拿这个袖子擦擦眼角和鼻子, 许宜成微笑着, 把瓷碗拿过来, 接过了新花碗, 他脸色就变了, 把碗狠狠的扔在了地上, 啪, 这碗摔得粉碎, 这下, 这个恒生辩故把要来惊得一票啊, 如同被人打了一门棍, 许宜成指着这一地的碎词, 泪声说, 要来, 这晚上写的什么字, 你可还记得吗, 老师, 不得, 要来被许宜成突如其来的河温, 所爆发出的强大的气场, 被震慑住了, 哆嗦着嘴唇, 这四个字什么意思, 这夹风, 徐晨一次一句, 犹如艰针的声音, 又如同炸雷般 抢在他的耳边 四万一岁 补得回去吗 家房一藏 追得回来吗 不是 要来先是摇头 要赶紧点头 完全方寸大乱 刘一鸣在旁边看着 折舍不已啊 一直以来 他看到的都是个 温文的和气的学生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金刚怒目 这个威士竟是如此的强大呀 要来 在家里边 那是出了名的 非常懒得这么一个人 没想到被徐一城 这么一当头棒喝 那些油花 那些贫嘴 在这当头棒喝之下 半点都不胜了 徐一城 揪住了要来的一领 一字一意的训斥说 亏你还知道家风 我卖烟龟 不得沾染鸦片烟土 你这闺女都学到哪儿去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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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低下了头 不干之事了 徐一城不依不饶 我跟你的父亲虽然不合 但是无论是谁 也绝不会容忍 无脉中 出一个大烟鬼的 你今天 让我给撞见了 你就别想蒙昏过去 许一城 一想到 陈维里被人害死了 却要背上西施大烟 过量的这个恶名 对这个恶习 是深恶痛觉到了极点了 看到了要来的这副模样 正处中的心中 那种伤痛和怒气 刘一鸣这才明白了 感情许一城啊 这一直拖延着时间 就是在等要来的 烟瘾发作呀 借此来教训他 看来 他对五脉 嘴上说没有兴趣 其实啊 哼 他是非常的关心的 刘一鸣想到这儿 心中暗笑 而要来呢 这个时候 依然是劈类交加 只得是连连告饶 许一城这才松开他 脸色很严峻 这套包题 就是告诉你 这鸦片一碰 家风进葬 想后悔都完了 你从现在开始 给我好好地借出 否则 我就让你爹 把你绑到禁毒局 把你关起来 哎哟 我那 不是那个 那那是个入火的事 忍安 嘿 这要来到了这个份上 还惦记着这事呢 许一城 眼睛微微的这么一眉 只要你 诚心悔过 我就带着你一起 但如果被我发现 你九习复发 不不不 爷们 爷们什么人呢 爷们一言九鼎 四马难追 我再沾染那玩意 我 我 我直接 直接 不送菜口 不送菜口 砍头 要来一贯是魂不吝 在许一城面前 却是束手束脚 许一城说 行啊 起来吧 我要几句话 要问你 哎哎 要来强大精神 许一城盯着他说 你抽的一个大烟 叫什么 不是 那个 一颗金丹 东阳火 原来北京地面上 都是抽国产的鹰牌 那玩不行 不够纯 而且抽是麻烦 现在 都该抽这个了 不用烟枪 碾碎 大指的一转 羊脖子 往鼻子里都一吸 都叫冲天堡 这多少钱 嗯 一块银阳的那盒吧 也就是三天 三天 对啊 要来 把那个鸦片盒子掏出来 比划了一下 刘一鸣可许一城 倒吸了一口两气啊 哦 这么贵啊 照这个抽法 一个小富家庭 不用半年就给抽垮了呀 要来又解释说 你当然 那好多人舍不这么臭啊 就会掺点别的 有的呢 还用这个香烟带一下 叫娘带 哎 就是多长几天呗 许长问 如果鸦片吸食过量 有可能会致死吗 要来歪的脑袋想了想 哎呦 国产的呢 够够够呛 里头掺的杂质太多呀 啊 没抽死 你得先呛死了 哎 哎 外国货 不一样那个 就这 一颗金丹 味醇 里边还有什么海洛英 哎 一过量啊 就容易啊 哎 蒙圈 许一成 又问了几句细节 要来答应的 有点心不在焉了 明显 这个引头上来了 撑不住了 许一成 扣下了鸦片盒 转身走进了邪和医院 不一会儿 拿出了一个 小药瓶 沿着线索追查 邵义两个字 出现在许一成的视野中 但是这到底是个地名还是人类 或者只是个建筑 填固呢 许一成决定 求助于任职警察厅的朋友 富贵 听众朋友 马博英创作的长篇小说 古董局中局三 略保清单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演播爱宝梁 和任编辑许北威 录音师张笑音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逃不开工作 表做完了又来了 怎样也甩不掉 回想感觉 三号 马博英 演播爱宝梁 要神情的儿子要来 力气满满 许一成耳闻已巧 但他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主动跑过来 要投靠自己 于是他决定将细就继 反正他也有事情 要咨询要来 洗衣城又问了几句细节 要来答的有点心不在焉 明显是这瘾头上来撑不住了 洗衣城扣起了鸦片盒子 一转身走进了邪科医院 不一会儿拿出了一个小药瓶 美国最近制成了一种 专制鸦片饮的药 这些你拿回去吃 你沾染不久 兴许还能有救 然后他又嘱咐刘一鸣 一鸣 你把他送回去吧 他要是再沾 你就来告诉我 我可不是五脉的人 我可不会留什么情练的 说到这儿 他的眼神里放出了锐利的光昂 刘一鸣不敢多问 掺着要来 离开了 洗衣城站在黑暗之中 手握着鸦片盒子 目送着他们离去了 直到两个人的身影 彻底的融入了夜幕 看不见了 他就在轻轻的摇摇头 不知道在感叹什么 第二天还不到中午 碧鹏那边就传来了消息了 说经过多方的打听 已经找到了孙六子的下落了 肯直局 财彻以后 他一直就没找着什么正经的工作 就在外头私混 家住 京城南边 丰台 大营旁边 一个叫做大炮子的村子里边 按照玉方的意思 暂时先不报官 能私下解决最好 所以宗室那边来了玉方 玉鹏 还有副老公 以及那天一起去东陵的海南猪姑娘 许宇城呢 昨带上了黄克屋 要来也嬉皮笑脸的跟着一块来了 全然没有了昨天晚上那个囧态了 父老公看不惯呢 说 诶 许先生 你怎么带了一群孩子来呀 你这干什么呀 要做孩子王啊 许宇城淡淡一笑 不去理会 没说什么 反而是要来正想反唇相机 说 总比你这老东西要强 但是他忽然看见了 娇艳如花的海澜猪 这话他就说不下去了 只是贼兮兮的盯着海澜猪看 海澜猪也不发火 笑意盈盈 最后 反倒把这个要来看都不好意思了 玉鹏带路 这一干人等匆匆去了丰台大营 七转八弯的找到了那个村子 这个村子的旁边是个大池塘 所以叫做大池塘 他们进了村子 跟村民这么一打听才知道 这个孙六子只跟着他的老娘住 也没娶妻 不算是村里的人 在村子东头那个池塘边上搭了个棚户 勉强度日 这一行人得了指点 一路寻过去 远远的看到 远处有个隆起的小土山 这个土山上头稀稀拉拉的 有几棵草树 下头是个池塘 这个池塘方圆不小 没有通外头的水路 它是一片磁水 水面上浮着一层深绿色的水苔 那个味道特别的冲 上头萦绕着无数的瘟营 叫人一看 浑身就不死在 一个用烂木头搭起来的歪斜的棚户 就立在土山和池塘之间的杂草堆里边 黑乎乎的散发着霉味 急碰荆棘 围住了就算是一个院子了 他们走进了棚户 远远的传来一阵哭声 玉芳和许怡成对视了一眼 三步并坐两步赶过去 门别锁 一推就开了 里头一个衣衫褂褂的老太太 正靠着这个早在那哭呢 老太太见到突然有这么多人的闯进来了 吓得立刻就不哭了 玉芳扶起了身子 放缓了语气 大娘呢 我们是孙六子的朋友 她在哪呢 老太太一听 这眼泪又流出来了 在外头 泡子里呢 众人听了心中都是一惊啊 不是这水泡子实在是忒脏吗 刚才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呢 什么 这孙六子呆在这样的泡子里头 这是不是说她已经死了呀 黄克武的眼里最后 他爬到这个土山上 往下这么一张望 果然 在水泡子深处的草丛里 看到了一具浮起的尸体 黄克武和药来 找来了一个长杆子 把他给捞上来了 尸体依然泡了一宿了 已经是肿胀不堪了 但是眼皮子底下那颗大痣 那是错不了的 尸体散发了一股 不知是腐烂呢 还是糖水的臭味 与方与鹏两个兄弟 都套出了手绢 捂住了口臂 反倒是海澜中 面色如常 饶有兴趣的 上上下下的 打量着这个尸首 许一诚问老太太 这个 这怎么回事啊 老太太战战兢兢的说呀 而我还是 晚上我儿子就叫人叫出去了 就一直没回来 那晚上黑灯下火的 我也不敢出去 我到了早上 我来出来找啊 我就发现 我这儿子 他就淹死在自家前的 那个泡子里头了 这孙柳子 飘在了水泡子的深处 老太太孤身一人 拖不动啊 找到村里的人 又都不愿意搭理他 他无可奈何 只能是靠在 这个灶台前边哭 听老太太讲完了 一时之间 所有人连事都不好看呢 这孙柳子 是贩卖同庆的重要的线索呀 他要是这么一死 这条线索可就彻底的断了 父老公面无表情的 把这个尸体翻过来 目光一扫 伸手 拨开了孙柳子后脑勺 这个头发 许一成和宇芳一看 脑后边 有一处明显凹不下去的伤口 宇芳偷袭了一口凉气 哎呀 这是险要人 走了一步 也就是灭口啊 他转过头看向了老太太 语气明显的不善 昨儿晚上 谁把您儿子叫出去的呀 老太太摇了头 不知道啊 没看见呢 宇芳是连虎带下 也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答案 这个时候 一只观察尸体的海兰猪 忽然喊起来 哎 你们快看 他对手腕上是什么 腰来村心想表现一下 鼓起了勇气 把死者的右胳膊给抬起来了 扯开了破布袖子 发现孙六的手腕上居然带着一串珠子 珠子带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被长袖遮挡 加上整个人都浮股了 所以大家都没看见 海兰猪眼神够犀利呀 只从袖口的一点点鼓起来 就看出了这个端倪了 要来忍着恶心 把珠子摘起来 芒不迭地 又把给胳膊给扔回去 大家凑近一看 原来这是一串黄灯灯的虎蜜蜜柱子 佛家七宝为蜜蜜 红玉髓 车徐珍珠 珊瑚 金 银 其中 米拉多用来穿成佛珠 那是相当的宝贵的 像这么大的米拉柱子 这价值是绝对不菲呀 挂在穷鬼 孙六子的手腕子上 这也太滑稽了 这个米拉佛珠的来源 再明白不过了 肯定是独信佛法的 这个殊胜黄贵妃的 陪葬品啊 这也证明了 孙六子确实 跟这个东陵道末 是有关系的 他把尼金同庆 卖给了裴汉林 却把这个米拉佛珠 留下来了 一见到了这个珠子 傅老公的情绪 变得激动起来了 他上前几步 想要从药来手里 把他给拿过来 启诚一身手 把他给拦住了 傅老公眉毛一束 嗯 你 你要干什么 启诚严肃的说 你们 谁都先别懂他 找出杀人凶手 得指望这串珠子 傅老公见他说得认真 只好兴兴地退后了 宇鹏愣了愣说 哎哟 这一串珠子 怎么就能抓到凶手呢 难道他会说话不成 许一成让药来轻轻地拿住了那个佛珠 千万别动 药来愁眉苦脸地站在那边 后悔呀 他何必出这个风头呢 心里一百遍地骂这个该死的孙六子呀 他抬眼去看海滩珠 人家真好奇地盯着许一成呢 人家根本不朝他这边看 许一成环顾四周 露出了一个笑 你们听说过指纹学吗 大家面面相去 只有海滩珠点了点头 许一成抬起了手掌 你看 咱们都画过样 按过气数 应该都知道指纹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千人千文 绝无重复 洋人呢 就此发明了一门学问 叫做指纹学 用白粉 搜紧 留在桌边 窗帘 碗筷 刀擦上的各处指纹 然后啊 再跟人加以对比 就可以知道是谁 就可以用来破案 是无往不利的 当时指纹学刚传入中国不久 连各地的警察厅都还没有普及呢 更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了呀 大家听的是将信将义 这个时候海滩珠说 对 许先生说的不错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也听过苏格兰厂用指纹找嫌犯 那是相当的厉害的 许义成冲海滩珠微微一笑 指着要来手里的密拉佛珠说 密拉这种东西 乃是上古松有所宁 致软而黏 谁的手指头碰过它 就会留下痕迹 这串珠子是从东陵到处 上头除了孙六子的指纹 一定还留有杀人者的痕迹 咱们只要做简单的比对 就可以知道 是谁灭的口 玉方咒了咒妹 那要怎么做呢 许乘说 今儿来找孙六子的事 只有咱们几个知道 所以 为了洗脱嫌疑 咱们先把各自的指纹都留一下 与密拉上的指纹做一下对比 证明一下清白 我还拦住 拍这首笑了 是了是了 这可真是个好计策 一目了然 他怎么一说 女房 女棚 父老公等人 也就没法反对了 黄克武跑到了附近的村里 很快弄来了几张白纸 还有一盒印尼 许乘说 要来是我家的小辈儿 刚才摸过了佛主 不算他 咱们几个 各自留一下 左右两枚食指的印记吧 食指 那是最常用的一根手指头 所以 留在活竹上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于是 除了要来以外 其他的六人 各自领了一张白纸 用手指头 粘了一泥 留下了指纹 然后 统一交给了许义长 许义长 看过一圈 沉默不语 父老公 又开始催促了 父老公 看出了没有啊 不是你 你又 又干什么呢 这个 装什么事 弄什么鬼啊 启诚淡淡的说 我看来 这位凶手 就在我们之中 而且 已经自己招任了 什么 众人都是一惊吗 许义长 连忙问 那谁啊 谁谁谁 许义长说 现在 大家都把双手抬起来 把手心冲外 所有人都听他的吩咐做了 父老公 疑惑的看了一圈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啊 许义长又说 您再仔细看看 父老公再看了一圈 突然 嗯了一声 眼光像刀子一样 扎在了玉棚的左手上 大家刚刚都用了阴影 所以 两枚食指上 依旧留有红的痕迹 只有玉棚与众不同 变红的是右手食指和左手的中指 不仔细地看 你就会忽略 许义长说 玉棚 你为什么用中指留印 玉棚就把每一都说 都不能说 不是 不是 怎么了 那咋咋 怎么了 食指中指不一样吗 这个 不一样 许义长走进一步 是不是之前 你把密拉佛珠送给孙六子的时候 用左手的食指碰过 所以心虚 怕被发现 你就想用中指 蒙混过去呢 不是 你 不是 你可不要血口 把他扔人呢 那就是他送给你的 不是 那他本来就应该是我得的 这个 玉棚的这句话一出口 周围立刻就惊下来了 玉棚这才恍然大悟 气急败坏地喊起来 你这 你怎么在讹我呀你 你要是心里没鬼 谁也讹不了你 玉棚在一旁 勃然大了 好啊 日方夜方 家贼难方 原来你才是那吃里爬外的东西呀 抬起脚了就要踹他 玉棚抱住了玉方的腿 大声地哭叫起来 哥哥 哥哥 别听这混蛋挑拨 我真没干这事哦 父老公拦住了玉方 一双鹰一样的睿眼 看向了徐城 我看着玉棚从小长大 这孩子虽然顽劣 他还不至于对不起诉讼 你刚才只是玩弄口舌 可还有别的证据吗 请一尘看了 严玉棚 摇了头 叹息着说 哎 你们如果 这么胡断的话 我有证据 又有什么用呢 行了 东宁这个事情 你们另请高明吧 说完转身就要走 玉方连忙扯住了他 许先生 许先生 不是单凭着皮血所化 确实是不好治他呀 咦 要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凭证 总是 绝不公息 得了玉方的保证 许城这才停下了脚步 走到了玉棚面前 你要证据是吧 好 我来问你 惠灵的望宁房 是什么朝向 啊 不是 这个 玉棚不知道 他为什么问这个呀 张嘴就说 那个 那个 面戏 北东 正对惠灵 方便观察动静 许城说 记得 在东陵的时候 你讲过 失窃的当夜 你就住在惠灵 望宁房 到了二更时分 有人站在外头 拿枪对着你 你借着月光 只看到一个人形 不敢动弹 事后才发现 那是一具尸体 对不对 对对对 许城冷笑着说 夜晚而更 月亮明明在东头 哪来的月光 能从西边 照进屋子呢 华人 华人 宇鹏 一下就给 问浪主了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局中局三 月光 请安 八七点六 许一诚 冷笑着 问宇鹏 夜晚而更 夜亮明明在东头 哪来的月光 能从西边 照进屋子呢 不是 不是 宇鹏一下就给 问了 接着半天 才回答说 那我 那我就是记错了 许一诚说 这些家伙 连东陵都敢唱 如果要到决 直接把你杀了就得了 何必费尽心机 挖着尸体 把你堵在屋子里呢 他们怎么对你这么好呢 我 我 一帮打不出来了 父老公和宇芳 听在耳里 脸色越发的阴沉起来 宇鹏的故事 他们都听过好多遍了 原来只是气恼 这个胆小如鼠的东西 没想到这里头 还有这么多的破绽呢 许一诚一招手 黄克武赶紧的 从怀里头 拿出一张纸来 许一诚说 我那天 在墓前 搜集了一点爆炸的粉末 在清华请人做了试验 那是一种威力很大的炸药 这绝非一般的盗匪 所能弄到的 宇鹏啊 宇鹏 难道你勾结的是军队吗 喂 喂 我到祖宗�� 我干嘛呀 我 我治愈吗 我 许一诚一把扯住了他的袖子 给药莱使了颜色 让她闻闻这个味道 药莱拿着佛珠子走过来 这鼻子像狗似的 在浴旁的袖口 袖了袖 徐长问 什么味儿 要来笑嘻嘻的说 这味儿问我就对了 太小了 是活手高啊 车打烟 得点烟灯挂烟泡 所以常玩的人 孝子烟熏火燎 还带着姑姑烟天味 这下 御坊 父老公全明白了 打烟这个东西 只要一上瘾 什么祖宗亲人 什么礼仪廉耻 全都不顾 御鹏还在那墙边 臭大爷 跟我少林没关系 你叫绕茬 诬陷我 你诬陷我 你诬陷我 徐一诚换声说 你个真是 不见黄河不死心啊 徐一诚从身上摸出了两张纸 抵给了御方和父老公 他们一看 第一张纸 是父老公 清笔书写的 失窃的 陪葬的物品 徐一诚说 我已通过五百打探过了 整个直立的古董铺子都没有见到这份名单上的陪葬品 目前留出来的 除了倪金同庆 就只有这串 密拉佛珠 不过 我还顺便打探了另外一份名单 你们看看 两个人才看第二张纸啊 这围桃就皱起来了 这份名单上罗列的 都是 丁炉 香炉 铜路 铜鹤 铁树什么的 一看就知道 那都是东陵地面建筑丢失的机器啊 徐一诚接着说 我在东陵 看到了机器残缺不全 所以我自己锁了一份名单 结果发现 近几年来 这些东西在市面上都有露面 瞧得很 每次交易的人 都是这个孙六子 要是没有你这个守灵大臣的纵容可指使 他一个穷汉 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最后这一刀 彻底的击溃了御鹏的防线啊 他像卸了起的皮球 坦坐在地上 一句话也不说了 徐一诚接着说 他从东陵开始 我就怀疑你了 可是没有想到你下手这么狠 直接把孙六子灭口 我只好扎你扎了 让你自己跳出来了 海澜珠在一旁拍手 笑着说 一旁哥哥 这次可真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了 一听说指纹比对 是洋人发明的东西 以为真能抓住真凶了 其实啊 指纹这个东西 就算能留在蜜蜡上 他水里这么一宿 早就泡霉了 他真的是在唬你呢 徐一诚对他微微笑 拦住 你的反应可也不慢啊 配合的恰到好处 要是没有你的旁边 补伤的逼局 徐鹏 他未必会信啊 是先生 你骗起人类可真是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惊动了灵青 让我的父亲愧疚到现在呢 说到后面 海澜珠看向了徐鹏 脸上虽然还带着笑意 但是他语气却纷冷起来 让徐鹏愣得一哆嗦 徐鹏走到无路 是好事乖乖的交代了 原来他很早就染上了烟瘾了 开销特别大 守灵那点俸禄 根本就是入不敷出 于是他跟啃直局的孙六子勾结起来 偷偷的运东陵的东西出去卖 开始呢 宇鹏不敢打灵青的主意 只拆些机器 可是自打他切出了一颗金单以后 这烟瘾是越发的大起来 偷卖机器已经是不够花了 这个时候 有人就找上门来了 让他理应奈何 他也和外人去到这个飞园 然后答应他 试上之后分他一半 徐鹏财迷心窍 真的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 他把这个阿玄支开 自己装作九岁 其实是给那伙捣墓贼指路的 书肾黄贵妃的墓被炸开之后 那会人突然翻脸了 只分给他一件铜庆 一串蜜蜡佛珠 宇鹏啊 心惊胆战了很久 委托孙六子 把这个铜庆和蜜蜡佛珠 尽快出手 孙六子知道 东陵被盗的事情啊 他威胁着这个宇鹏 说要去告官 硬是扼走了他手里这个辅助 只是把铜庆 买给了裴汉里 许一曾介入此事以后 很快挖出了孙六子的踪迹 宇鹏越想越害怕呀 后来也琢磨 不如啊 让他们找到一个死孙六子 所有的事情啊 都扣到他身上去 这事就算是结了 于是 宇鹏故意引他们来找孙六子 先行一步 将其灭口 没想到 弄敲成拙 被徐城抓了个正招 徐城又问 盗墓的贼人是谁 他在关心这个呀 因为这条线可能连着陈薇李之死呢 宇鹏低着头 真不知道啊 跟我接触的这些人 那都蒙着脸呢 不过 那天晚上他们埋炸药的时候 我倒是听他们一时在喊一个名 那 那说不定就是地名呢 那个 嗯 对了 就叫什么 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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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异成一乐 少一 这个名字有点俗气呀 满北京没有一千 也得有一百呀 他有详细的问清了情况 女朋友摇着头说 我 我真不知道这少一什么意思啊 那会儿盗墓贼找上门来的时候 都藏头藏尾 我知道 他们都是王领徒啊 我哪敢打的呢 我 我分着点钱 我就 我就得了 听完了宇鹏的坦白 宇鹏这个脸都起白了 你这个 你这个不认 扶老公伸过手去 说我要扶他 宇鹏赶紧伸开了双背 哭着说 我扶他喽 我扶他喽 不了 嘎啪嘎啪两声 傅老公 竟出手 把他的两条胳膊给卸了 宇鹏疼的 发出了杀猪一样的喊叫声 刚才傅老公还站出来维护宇鹏呢 大家没料到 他突然下手会这么的狠了 我扶他 扶老公收拾完 站了起了身 退到了玉方的身后 脸色阴沉如水 一句话都不说了 腰来瞎啪的 偷偷地捅了一下 黄克武啊 哎哎哎哎 你能鞋帮子 鞋子这么利索吗 黄克武 摇了头 举重若轻啊 这少说也得要几十年的功夫啊 我 差远了 他又看了许一诚 钦佩不已 你们还有看见吗 那串米拉斧珠刚一发现 许叔立刻就做了一个局啊 跟那天下狐一闻是一样的 这脑子 可被药袋搬强多了 要来听这话一点没生气 眼珠就咕噜噜的 盯着海兰猪 那个 海兰猪小姐反应也不错 马上就接茬说 说英国如何如何 他们俩挺默契 海兰猪似乎察觉到 这边这俩小家伙 在窃窃私语 倾眼都一邪 俩人立马不知事 这边 玉方硬着头皮 对徐强说 家门不行啊 让先生你见笑了 这兔崽子 中士一定会好好的处置 这一盗墓贼的事情 先生 您还得多费心 我既然接受此事 自然会把他插个水落石出的 不过 还请您别悔错了意 我可不是为了你们满人的宗室啊 你们只要约束好自己人 别再添乱就行了 玉方有点尴尬 五言一对 和父老公压着玉棚 匆匆离去了 海兰猪跟着他们走了几步 忽然回 除了说 徐先生 您既然说不为宗室 那您又是为什么呢 徐一诚站在那 没有回答 海兰猪眼神闪动 也没有继续追问 娇俏地行了个英式淑女礼 然后追着前面这几个人 离开了 徐一诚站在水泡子的边缘 脸上 一点高兴的神色都没有 虽然这次揪出了内奸 可是距离陈威力之死的身下 还不知道有多远呢 另外 这个少艺 他又是什么呢 东陵北道动机又何在呢 那个日本人以及那兵 常见图影 又有什么关联呢 徐一诚觉得 他好像在拔一颗枯藤 你看着 就是浅浅的这么一层 但是你越挖 这个芝满就越多 一直到黄克武喊的 徐一诚才回过了神 神思疲倦的回律手说 回去再说吧 当天喊声 徐一诚在红宾楼 演请了富贵探长 和手底下的几个人 以感谢前两天的事情 当此乱局 平日里 功仇交错的红宾楼 这个时候也冷清了不少 只有寥寥的挤桌 伙计们都百无聊赖的 趴在这柜台上 富贵手下的那几个警察 难得吃点好的 推杯换展 吵吵闹闹闹的 只有富贵 面无表情的 一筷子一筷子 加着精美的菜药 可是坚决不喝酒 徐一诚知道他的脾气 也不劝他 给自己倒了一杯 拽了把椅子 笑眯眯的凑过来 富贵 抬了他眼皮 你又惹事了 事情还不小吧 徐一诚说 你怎么知道 你每回惹事来找我帮忙 都是这德行 徐一诚哈哈一笑 端起了酒杯一迎而进 放心吧 这回不是大事 就是想让你帮我 打听点事 说 不会一点废话都没有 少议 什么 人名 第一名 就是这两个字 徐一诚拿着筷子 蘸了酒 在桌上 把这两个字写出来 北京附近 有没有类似的地名 典故 建筑 绰号 或者人名 跟这个有关系的 富贵盯着这两个字 看了半天 这两个字啊 太宽泛了 有没有别话呀 嗯 应该跟这个 军队啊 土匪啊 强盗什么的 有关系 富贵嘴角一抖 啪 把筷子放下 身子变得严厉起来 徐成 你到底想插什么 徐成一看他的反应 就知道有门 笑着说 我这就是 就是朝鲜古董 你知道来历 富贵 说话 把身子就站起来了 徐成 你最好说实话 要不然这事我不管 徐成知道富贵这个人是个狗脾气啊 他说急就急啊 连忙把他摁了回去 低声的 把从陈维力之死 到揪出玉棚的这个事情讲了一遍 讲完了以后的政策的说 富贵 若是我扶屈深思 临死前托估给你 你会不会替我查明真相 悉情冤屈呢 好 怎么了 富贵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徐成接触 陈维力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他冒名控死 托估于我 所以 我也是不能不管他 我跟你说了实话了 你也就再不要劝我收手了 富贵盯着他 他知道这个混蛋是个驴脾气 决定了的事情 八匹马也是拉不回来的 富贵缠过了一会儿 干巴巴的说 成 那你赶紧告诉我 少艺到底是干什么的 富贵疑死疑还 少艺 这个名字 如果限定在直立要势力的军人 或者土匪力 那就只有一个人 王少艺 王少艺 其印象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 富贵本来就把他这脸的 现在他的脸色 绷得更紧了 仿佛他名字 他就是一个精神 你不知道很正常 普通的老百姓都没听说过 但是 在京师警察厅 直立警务处 以及整个国父 王少艺这个名字 就是阴魂恶鬼 已经提及 必有血光之灾 而且还不是小费 是盗费 徐医成 见他说的正中其事 不由的 挺直的摇杆 你是警察厅的朋友 富贵 徐医成 见富贵说的正中其事 不由的 挺直的摇杆 这听富贵继续说 王少艺 是活跃在支离一带的汉匪 他的白包子大哥 阿福田是头领 他自甘做军师 手底下的匪徒 作用一两千人 软门洗绕 竟禁忌 乃至热盒关外 民国十二年 富相同银号大掌柜 全家离京出关 一家十八口 中途失踪 最后 在济云河边 发现了 一排头颅 一字排开 身子和货物 不知所踪 民国十三年 京师 慈德女校十二名女生 将三名老师外出春游 富士山谷 此者 均饱受蹂躏 肢体不全 民国十五年 天津 宝通镖局 护送德国商团进京 全数死一交业 营查顶破 与外交压力 派员追查 结果 亲民感叹 被人碎成几十块 送回来了 国府真弄 凋遣了几个营 前往征教 也毫无守候 老师许宇成的这心情啊 听到这都是为之以寒啊 啊 这个 就动辄碎尸的这个残忍的手段 但已经超出了一般为了求财这个土匪啊 那根本就是乐在其中啊 光凭富贵的辽术 就能闻到那股刺敌的血腥味啊 富贵牵着说 这些案子 人人都知道他们是真凶 就是没人敢去激纳 这个王少姨外号叫恶诸葛 极其狡诈 派员来查他们就杀 打兵来教他们就跑 到了后来 不奔持剑相互退位 警察听说啊 这是交匪 需要军部出兵 军部说这是地方治安的事情 军人不被干涉 一来而去 索性谁都不提这个名字 当他不存在了 旁边大大闹闹的警察们 听到富贵说起了这个名字 都不敢闹了 一个个滴着脑袋 芽菜 大气都不敢出了 富贵冷冷的看了他们一眼 接着说 最近一次 向东王少姨的 是张少帅 向那这会儿土匪立威 带着亲信 前往政教 结果举掌下来 张少帅反而成了接下胸 总算王少姨虽然疯 却不傻每一伤少帅的性命 原样送回来 张大帅没办法 只得在名义上进行收编 给了他们一个团的编制 然后对外宣布打劫 如今这一步就住在平安城 平时是听调不听宣 反正 打起奉军这杆大气 更加肆无忌惮 如果这么一说 哎哟 这马福田王少姨 根本就是游荡在直立地面上的 一群嗜血的贪狼 许一成手指敲着桌面 迅速的 把这个直立地图 在脑子里过了这么一遍 平安城 离尊话不远呢 离马兰玉 东陵很近呢 如果第一是龙少姨 那么很多的事情就解释通了 这种偷匪 杀人随时都看得出来 导墓 那算多大的事啊 那割下的就被说 多谢你的介绍 我明白了 你不明白 富贵一等眼 你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是一支军队 放心吧 我又不是去剿匪 我只是去看看而已嘛 徐一成说的和气 语气却是无比的坚定的 他起时 让伙计结账 富贵却伸出手 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这家伙的手劲 比徐一成踏得好多 就像是铁钳子 徐一成 抽不出手来 无奈地说 不是 不说好 不劝我们 我不是劝你不去 我是要跟你一块去 不是 不是 你 你去干什么呀 我是警察 调查那几件 几年悬案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徐一成盯着这个冷脸坛长 哎呦 这 这家伙我认识好多年了呀 他从来就不会笑 但是也不太会撒谎 徐一成笑了笑 笨拙地从他那个钳子里把手缩回来 医生说 谢谢 富贪战窥斩不动 仍然是一副默然的神态 手里的筷子连抖都没抖一下 又吃了一会儿 他们结了账 一起走出了红宾楼 这个时候 依然是晚上八点多了 天早就黑了 徐一成和富贵走在最前面 低声地讨论着去平安城的事情 后面的一群警察 腰五鹤六 吵吵嚷嚷嚷 这一群人刚一出饭馆的门口 富贵突然眉头猛的这么皱起来 随即爆喝一声 弹开 一脚把徐一成从台阶上踹下去 自己朝后一扬倒 与此同时 一枚炙热子弹 穿过徐一成和富贵刚才站立的地方 穿过身后的一名警察的肩膀 把饭店打门的玻璃 打得粉碎 这一下恒生惊变 让所有人都抬出了 那些警察第一时间爬在地上 瑟瑟发抖 那名被打中的倒霉蛋 跌倒在地 大声的呻吟着 徐一成反应很快 被富贵踹下胎尽以后 就地滚 藏身在一处大花盆的后面 他有些狼狈的张望着 看到富贵 靠在一根狼柱的后头 露出了小半张脸 目光死死的盯住 被夜色笼罩的起伏的屋顶 腰间的薄荷枪 已经握在手里了 红冰楼 为了招揽生意 门口也挂起了 内置电气灯的这个大灯了 一六八个 璀璨耀眼 给潜伏在夜色中的枪手 提供了最好的照明了 这个杀手 一致耐心的在门口等着呢 等着徐一成出门的一刻 而富贵 把徐一脚踹到台阶下面的花盆的后边 脱离照明的范围 这个枪手就没想到指了 这个杀手 一定是冲着徐一成来的 富贵凭着直觉就猜出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 那几个警察在大灯笼的照耀下 一动都不敢动啊 那都是火把子了 可是呢 对面那个人一直就没再开枪 闻讯赶来的伙计们 退门出了一看 大惊失措 富贵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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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计赶紧把门口的大灯笼 这个店全都给断了 洪宾楼的前面 顿时是一片的黑暗 富贵 这才从郎柱旁边 猫之腰走出来 吩咐那几名警察 赶紧把受伤的同僚送到医院 然后走到了徐一成的旁边 挨着他 沿着斜角 退回了洪宾楼 富贵把身子靠在隔板的旁边 探头看向了门外的黑暗 对面是一片民房 错综复杂 是个天然的 适合伏击的好地方 即使是 一击不中 还可以及时的撤退 富贵眯着眼睛 估算了一下 喃喃的说 四百米 一枪 几般没有误伤 徐一成 你可是惹了个了不得的人呢 这个局里有这样的射击的精度 无论是枪剑还是枪手的素质 那都不是凤军士兵所能达到的 这个枪手背后的势力一定是相当的强大的 枪手应该是从他们进了红冰楼就买死了 尽等着离开的一刻 如果不是富贵的反击师 徐一成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死里逃生的徐一成 脸色变得十分严峻 但他不是在害怕 而是在思考 这枪声背后的意义 这是为了警告他们 怕也是为了杀他一口 和杀陈为李的 是同一会儿人吗 富贵 在暗中发问 你还去吗 徐一成捏起了拳头 且开心的笑起来 当然 这一枪说明了 我快接近真相了 平安城 在北京城的东边 差不多距离也就是 两百多里地的路 这个地方在敦化的西南 与御田济县交界 这里南北都是烟山余脉 东边是翠平湖 中间是一大片肥沃的平原 算是直立比较富庶的地方了 这里只要是按时纳梁 就能够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所以叫平安城 那是名副其实的 这一天 正午 通往平安城的关道上 跑来了一辆交轮马车 拉车的两匹远马 趾高气扬 神气十足 八只蹄子 错落有致的 敲击着黄土的路面 简步如飞 关道的沿途 那都是前清修的民房 还有庙宇 水渠 没怎么被战火拨击 别有一番情志 在车厢两侧的卖座 左边是黄克武 右边是富贵 黄克武一身飙尸打扮 黑山尽庄 可这个神色呀 颇有些局促和紧张 富贵的脸神 始终盯着马车的两侧 好像任何的一松杂草里 都会跳出几个杀手 富贵的腰间 鼓鼓囊囊 恐怕带了不止一把枪 在车厢里边 许一成正背靠着座椅 闭目养神 他脱了西装 换上了一身丝绸马罐 还在鼻梁子上 架了一副小圆墨镜 在他的两只食指上 左右各戴着一枚 精灵剔透的一扳尺 手里还攥着一对 大字合同 活脱脱的一个 古董爆发户的形象 这些行头 包括马车 那都是清宗室 参注的 要把许一成打扮成一个 下乡来收古董的商人 这些牌畅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作为条件 许一成不得不同意 让海兰猪一起跟来 海兰猪这个时候 就坐在了许一成的身边 一身纯白的洋装 还戴了一顶超大的波斯菊类的风貌 雷斯的帽眼挡住了他大半张脸 只露出一张樱桃小嘴 阳气失踪 他把戴着手套的纤细的手臂 撑在了窗边 优雅的拖着自己的下巴 朝外看着 不时的发出小小的惊呼声 许一成知道 清室那肯定会派人跟着的 许个监视之意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来的这个人居然是海兰猪 哎呦 自己要去的这个平安城 那可不是什么太平的地方啊 王少义凶残狡诈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海兰猪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 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不过与方再三保证 海兰猪自己会照顾自己 许一成呢 这才勉强的同意了 看着打扮好像娇油的海兰猪 许一成对这个女孩子 忽然有些好奇 她到底有什么能力 能让那个宗室这么放心呢 不过她没有把这个好奇 说出口来 而是把视线挪开 闭目亮神 她现在必须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对付王少义的身上 别的那是顾不过来的 海兰猪注意到了 她这个细微的变化 换了横优雅的坐姿 还打了个小小的哈欠 车厢里边的气氛 安静 尴尬 许一成这次去平安城 除了海兰猪以外 一共挑选了三个人 富贵 黄克武 刘一鸣 但是枪击事件的意外发生 让许一成不得不把刘一鸣 留在京城 另有安排 富贵万贵蛋 到零平安城之后 有什么打算 许一成说 很简单 就两三 好处 王少义的绰号是 鄂诸葛 这说明他很聪明 而聪明的人的思维方式啊 都是可以琢磨的 谁有疯子 你才没法预测他的想法呢 这个王少义再凶残 他的行动也是紧紧的围绕着 好处 这两个字的 只要让他相信有足够的利益 自己这一行人就可以保证安全 至于 怎么让王少义相信 那就得看许一成的表现了 这辆马车很快的来到了平安城的城门的前面 门口有两个穿着奉军军装的卫兵 马福田 王少义的队伍 现在名义上归奉军的岳赵林统下 所以呢 有自己划定的驻地 他们这个举止啊 居然比北京城的正牌的奉军 还友善一点呢 卫兵听说 许一成是来收骨董的 没怎么检查 就把他们给放进去了 不过啊 他们看着这个海兰猪那个眼神 可是真是有点 有点不对劲 富贵狠狠地盯了他们肩 才把他们给逼腿了 平安城里很热闹 店铺 饭庄 银号 杂货铺 一英俱全 居然还有个戏院 虽不及京师的繁华 但是该有的都有了 海兰猪隔着车厢朝外看 嘖嘖地撑袭呀 哎呦 我还以为啊 这贼窝儿 比多丧多乱呢 原来跟那个普通镇子 也差不多啊 兔子不吃窝边草 谁都希望自己住得舒服点 许一成 简短地评价着 不能被这个家乡迷惑 这个是直立最凶残的 一伙诽谤 小看他们人都死了 而且死得十分凄惨 海兰猪忽然问 那 那既然这么危险 许先生 你为什么会接这个委托呢 嗯 这可是他第二次发问了 在这个狭窄的车厢里 许一成没有了回旋的空间 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要为一个朋友报仇 可 也不只是为朋友报仇 海兰猪微微的偏过了头 表示有些困惑 他希望有更多的解释 可是许一成就没有继续说 他对宗室的人不想谈得太多 他们总是有一种淡淡的优越感 这让他很不高兴 海兰猪感觉到了这种敌 您就都是笑了 我知道 许大哥 你的心里是存有疑惑的 其实呢 我跟玉方他们可不一样 我是心疼我的父亲 东陵师妾 最难过的就是他了 也不成为 我陪你来啊 就是为了尽一个女儿的孝心 亲手 为她解决这件烦恼的事情 阿和轩看起来年纪不小了 很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在首领 一辈子的事业 突然遭到了否定 难免会被打击 许腾理解的点了点头 伸出手指 撩起了车帘 看了个白头 忽然说 东陵师妾 你的父亲会难过 宗室的人会着急 可其他的人 就未必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中国现在乱成什么样子了 各地都在疯狂的 盗挖着古墓 盗卖的名气 很多古弄商 会亲自雇佣盗墓的土夫子 就守在坟地边等了 一箱一箱的往外运 运不走的 就地砸毁 大家都忘年了 像东陵这样的宝地 这要谁敢咬第一口 其他的人 就像恶狼一样 十要几空门 海澜珠瞪他的眼睛 他留下归来不久 不知道 国内 居然能乱成这一副样子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徐中徐三 欢迎继续收听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长篇小说 古董徐中徐三 略望青山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爱国庸 徐一诚 他的手指 微微地捏着扶手 语调中 开始裂台着激动 我的老师 李济 在清华开办 田野考古之学 就是想把这股风气 给扭转过来 纳入到正规的 学术的轨道上来 贩卖古文 这是司令 考古才是工薪之所在 你在大英帝国留学 应该知道 文明世界 对文化遗产的做法 中国再怎么乱下去 这怕是文物切尽 人心尽丧 连根都给倒掉了 海澜中忽然问 怎么说 徐先生 如果东陵没到 和你那个朋友无关 你还是会接受 这个委托罗 会的 启程毫不犹豫地说 这已经不只是个人 或者是你们宗室的麻烦 而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危机 我怕 东陵这倒截的口子一开 盗墓贼们再无忌惮 这局面就完全不可收拾了 东陵之后还有西陵 西陵之后还有明陵 河南有宋陵 陕西有唐陵 汉陵 想想看 倘若这些陵秦全被挖空 这个国家还能剩下什么 不论如何 都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说到这儿 他的声音居然微微发颤 海澜洲看着许语成 我惊 一愣 因为他印象中的许语成 总是带着一副 云淡风轻的笑容 没想到他会如此的激动 中国历史嘛 在凝视着小圆墨镜下 那副沉重的面容 他本以为许语成 不过是个手段高明的长眼大师 没想到他居然有如此的思想 西语成 把小圆墨镜重新带回了笔梁 又变回了一个石块的商人 没有他的声音 依旧是洪凉的 所以说 于公于私 但我都得追查 追查到底 这一点嘛 还请海澜洲小姐你放心 海澜洲 摘下了镂空的蕾丝手套 把手伸到了许语成的面前 甜甜的一笑 你都亲自来平安城了 我有什么不放心呢 不过 总算了解了许大哥你的心思 现在咱们是同意陈仙 就够了 他忽然改口了 从许先生变成了许大哥了 许诚也并没有计较 伸出了手 两个人大大方方的握了一下 海澜洲觉得这个人的手非常的烫 很温暖 可惜 一握就松了 没有机会多感受一下 马车 最终在平安城最大的一家客栈的门口停下来 许语成下了车 立刻进入了角色 摆开了塔扑 张嘴就定了三间最好的房间 老板见他出手阔绰 自然是满面笑容 招待得无为不至 入住安排妥当以后 许语成赶走了伙计 把其他的人叫进了房间 简单的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 在之前的调查里已经确定 东陵被盗的陪葬品 只有黎金 同庆和虎文密拉佛舟在市场上流出来 而且还是玉鹏私藏下来 其他的大部分陪葬品肯定还压在这些盗墓贼的手里 很多人在盗墓之后 这个东西一五就是三年五年 等风头过完了再卖 但是这两个人肯定不坏的 因为他们麾下的人马有一两千人 每天人吃马嚼 那就是好大的一笔费用 对于军阀来说 什么都没有现代洋更吸引人的 如果王少义是东陵的盗墓者 那么他们一定会急于把这些东西套现 以冲军想的 可是古董买卖 有他自己的门道 这些赃物太敏感了 贸然拿到铺子里边去卖 吃亏不说 保不准还要被扭送官府 所以王少义不能亲自去卖的 得找个靠得住的古董商 来替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销赃 这就是为什么许宜成要打扮成一个下乡收骨董的商人 只要取得了王少义的信任 替他销赃就能掌握住这批东陵民企的下落 他这次平安城之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其他人对这个计划没有意义 许宜成让黄可乌去找客栈的老板 把他带来的一只同志的金铲排出去 古董商收东西分为两种 一种是亲自去乡下跑 挨心挨怨的去转悠 这叫属佛柱 意思是一粒一粒的属过来 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捡捞的概率高 往往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拿下好物去 还有一种呢 叫做等铺子 一般是在镇子里边 最热闹 消息最灵通的地方 比如说客栈吧 摆那么一只金铲 头上压上这么一摞铜钱 这就是告诉别人啊 我来跪地收货 家里有什么好东西 可以拿来客栈 当场买卖 这叫收竹台图 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别的 像是河南 陕西之类的古玩大省 古董商们 一般都是属佛柱 宁可一趟趟的着 因为好东西多呀 等兔子呢 一般是路过一些不那么盛产古迹的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不一定能够挖到好东西 就索性两处招牌 让人主动的上门了 许一层摆金铲出去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广告 告诉这个平安城的所有人 包括王少爷 我路过宝地 顺便收点古董 有一者 请与我联系 过了一会儿啊 黄少五回来了 表情很怪异 许一层就问他 怎么了 黄可无数 盔台上 已经摆了三个秦产了呀 这就是说 已经有三个古董贩子 也来了平安城了呀 他们也摆住等兔子的架势了 平安城的附近没有什么古迹 从古至今 这都不是什么大都大城 很少有古董贩子 专程跑的事啊 哎 这一下凑了四拨人 这个事情可蹊跷了 许一层斜靠在藤椅上 用手指头敲着膝盖 说 其他几家 八成是听到了一点 东陵的风声了吧 想过来收货 这是好事 只要有人 能把王少艺手里的货 给调出来 就算这个事情成功了 不过说 我先出钱留待一圈 也不等许一诚说什么 转时就出去了 许一诚跟他有默契啊 不用多说什么 就嘱咐了一句 小心 富贵不得不通 他得负责所有人的安全 所以 这个平安城的地形 驱使 得事先猜好了才行 海兰猪呢 站起了身 推开窗子往外看 这里 是个临街的二层房间 正对着平安城 唯一的一条大街 海兰猪把帽子摘下来 解开了洋装上的第一个扣 透气 黄克武的脸红了 转时要出去 许诚 却对他鼻声说 丑 别乱走 对面有人 黄克武先是一惊 随即就发音过来了 他借着余光 看到客栈对面的屋子床边 闪过了一个人影 海兰猪 只怕是一进屋就发觉了 他故意做出这种轻松的姿态 就是让这个人放松警惕的 哦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 其中心里想着 然后打开了报纸 翘起了二郎腿 慢慢的流来 海兰猪呢 斜坐在床边 从包里取出了一把小巧的织级刀 开始修剪起织下来 只有黄克武有点尴尬 觉得站也不失所也不适 他想想 哦 不是 自己的身份是保镖啊 就赶紧考降站好了 没过多时 伙计跑过来敲门了 恭敬地说 谢谢 下头有人找您呢 徐一诚和其他两个人对视了一言 想不到啊 三百块就有人锁上门了 不过再仔细一想 平安城 这爬雀也就这么大点 有什么动静啊 肯定一船就满城皆知了 徐一诚说 可我 你在房间里看着行李 海兰猪下去 你跟我去 海兰猪五妹的笑 徐大哥 别这么生分好吗 会被人看出破绽 叫安妮就可以了 这是我在英国习的名字 好 徐一诚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趁着往牢下走这个机会啊 海兰猪好奇的就问了 为什么 你会让我陪你下来呢 让客户收着房间 他很清楚 徐一诚对自己是怀有戒心的呀 徐一诚说 前清的时候 在关东有个习俗 看见千周乐透的就知道卖药的来了 因为关东从前没有见过骆驼 不知道他脾气温顺 他们一看卖药的居然能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收拾的服服贴贴的本事一定很大 这个药肯定就一定是管用的 海兰猪先是一愣 然后就明白过来 徐一诚感情把自己当骆驼用呢 他笑眯眯的贴过去说 那我可就当你的骆驼了 你想让我怎么服服贴贴的呢 这次轮到徐一诚狼狈的快走了几步了 海兰猪难得见徐一诚 面露尴尬 直直直的 眼着嘴笑了起来 两个人下了楼 远远的看见一个老农 站在了柜台的前面 这个老农 头戴斗笠 皮肤有黑 双眼被层层叠叠的褶子挤压成了一条细细的缝 门外头还搁着一副挑大缝的担子 虽然已经晒干了 但是这个臭味还是不小 伙计把老农叫过来 老农赶紧点头发用 说 听街上人说 收宝贝的来了 他也来献宝了 许一诚既然办了古董商 那就得开张了 于是他抬起了下巴 故意装作了不耐烦的样子 说 你要什么东西 老农把这个手在挂子上用力的擦了擦 然后从担子边上拿起了一个磁枕来 这个磁枕是个胖小孩的造型 平躺着仰卧着 两个胖活活的小手托起了一片连叶 那个连叶 鲜毫必现 眼睛 眼闻 清晰可见 十分精致 不过磁色暗淡 估计啊 依然蒙尘已久了 虽经人草草的擦拭 但是还没有显出什么光泽来 许一诚把东西接过来 看了几眼 老农特别紧张 也趁着脖子瞅 许一诚瞪了他一眼 老农尴尬地笑了几下 腿后了击破 生怕弄脏了他的衣裙 许一诚端向了一会儿 还拿手指头弹了几下 此阵发出了闷闷的响声 磁枕也归磁起一类 但是不算特别值钱 随唐的时候才有 到了宋代呢 更是大量的收缠 多是民谣所出 枣型多 来历多 而且陪葬的时候 一定会把主人的磁枕 搁进去 枕到头下 所以这个玩意儿 多是盗墓挖出来的名气 家里相传的 反而是少见 习一诚就问这个老农 是哪儿来的 老农说 是头年袍地挖出来的 一只鸽在家里边压大缸 有人说是宝贝 刚才听说有人来收了 所以特意拿过来 碰碰运气 习一诚检验了一圈 已经大概有底儿了 此诊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诊 那就是活人诊 一种叫尸诊 也叫寿诊 或者是阴诊 那是死人专用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 生诊 朴素 实用 因为 真得拿它诊着睡觉啊 这个寿人呢 方 硬 华丽 反正死人 他不会嫌个的慌啊 而这个 明显 是一个诗人 应该是宋词 定要所处 所以 看这个胎色 是白里 透着一点点的黄 肌肉 如蜡泪 还能在这边角 看出 蛛丝刷纹的痕迹 啊 这是个尴尬的武器 说值钱吧 此诊是卖不出特别贵的价儿的 说不值钱吧 这好歹 啊 也是定谣出的送货呀 老农看得着急 连忙问 这 这 能买多少钱呢 启仪诚沉吟了一会儿 眉头一皱 把这个词针 就递回去说 这个东西嘛 有笨 有重 做工也不怎么样 也就是样式 还算讨喜嘛 给你两个大羊嘛 老农说 能不能多给点啊 启仪冷笑着说 这客栈里 还有别人来说 啊 你可以看看 他们 能给你几块呀 你问了他们 可就不能后悔了 这个东西 搁到市面上 起码能叫上五百大羊 如果是地道的一个古董商人 这个时候 就要拼命的贬低 尽量的压价 让外主觉得不值钱 才能赚这个差价 有人不要吗 拿给我看看 正说着 从这客栈后头 赚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 中年 微胖 粗眉毛 装本跟许一诚差不多 胸前呢 还揣着一块金怀表 原来 伙计不止叫了许一诚一尖 还叫了 另外一个等兔子的 这个人走过来 启诚冲他点了点头 就算是打个招呼了 然后 把这个死阵递过去了 这玩意儿 您也过过言 言语里呆了暗示 我已经看过了 而且叫了个低价 如果不是什么 特别值钱的东西 对方呢 往往就会退开 犯不着啊 为这点东西得罪人 可是那个人 居然伸手接过去了 反复的看了几圈 还掂量了一下 然后 问了老农 同样的问题 老农不敢不耐烦呢 老老实实的 又答了几句 那个古董商 看了许诚一眼说 我加一枚鸣鸣 得让给我吧 许诚故作不满 朋友 得有个先来后道吧 我已经问过件了 您是横插一杠子 这 这可是坏规矩的事情啊 这个古董商 居然也不坚持 太守说 那行了 我不争了 你收着吧 说完了转身就要走 可是 这个时候 许语成 倒不依不饶了 事情按照许语成的计划 一步步的顺利进行 这天 他带着海澜珠 假扮成下乡 收古董的商人 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 王少义 听众朋友 正当许语成 向陆备打听王少义时 一颗子弹从暗处飞来 尽管情况万分惊险 但许语成还是死里逃生 并且他很开心的认为 这一枪就说明 他离真相 越来越见了 这股董商 居然也不坚持 抬手说 行 这我不争了 你收着 转身就要走 许语成 却不依不饶起来了 哎 我刚才已经谈妥了 两位大洋 您这一开口 就加一枚 还不要了 怎么着 是诚心给我添堵 是不是 那股董商也急了 嗯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啊 我要坏规矩 我不要也坏规矩吗 这老奴 战战兢兢的凑过来 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那这个 那那那那三枚 他那浑浊的眼神里 闪着金光 嘿 这是典型的 奴隶式的小精灵 许语成脸色一沉 哎 刚才说好了两位了啊 就值这么多 有本事你卖给他去 这老奴犹豫了 既想多占点便宜 又怕错失了机会 左右为难 那股董商 懒得跟他们吵 说 好好 三枚卖给我 拿来吧 说完 他从怀里边 掏出了三枚 银晃晃的现大羊 扔给了老奴 然后瞪了许诚一眼 转起这个磁疹 就要上楼 这个时候 这老奴忽然喊了一嗓子 我这儿还有东西呢 你看看吧 这股董商回过头来 本想翘起嘴唇 把他给骂出去 可是这个嘴张到了一半 却看到 这老奴手里握着一把手枪 黑洞洞的枪口 正对着自己呢 不知道怎么管这管 古董商还没说完呢 砰 酒厅一声枪响 他这个有戏陡然 抱出了一团血花 他惨叫着 从楼梯上就摔下去了 老奴的眼皮翻了几下 奋力的 把层叠的皱纹 朝上下挤开 那个贪婪的老奴的嘴脸 一下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对 阴森猙獰的眼睛 老奴慢慢的走过去 看到古董商人捂着腿 在那儿嚎呢 抬起了枪 又在他那个肩板上 捕了一下 这次是近距离的射击 大半个肩板血肉横飞呀 古董商人 发出一声更为犀利的惨叫 躺在地上 剧烈的 海兰猪尖叫起来 往徐城的身后躲 老奴一副声 叹了叹他的鼻息 对客栈老板说 我的太子 别死了 没这么便宜的事 说着 那嘴边还带着一丝笑意 其实他第一枪 已经把这个商人给打废了 第二枪 纯属是为了听那个惨叫声 似乎乐在其中 来了几个客栈伙计 七手八脚的 把古董商人抬下去了 地板上脱了一路的血迹 除了许一城和海兰猪以外 其他人都练色如常 仿佛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老农颠着枪 走到了许一城的面前 上下打量着 那个裤腿上还带着飞溅出来的血 海兰猪低下了头 死死地抓住了许一城的胳膊 双肩瑟瑟发抖 许一城一把把他给扯开 嘴里骂着 没见识的娘们 然后赶紧的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包 美人香烟 给老农递上了一根 老农也不客气 叼着烟抽了几口 点了点头 地道 他慢慢的在那吞云土 许一城就在旁边候着 也不敢说话 老农抽了半个 说话 知道我为什么收拾了他 没收拾你吗 许一城说 知道 他这个人 不递道 老农把这个眉毛一抬 有点意思 怎么不地道了 许一城说 我们正在 看您的东西呢 谈妥了件了 可是他 非要往上抬呀 这是什么 这是不义 把件抬上去 我一争 他又不要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不信呢 最后 您一纠缠 他不趁机压件 反而给了钱就走 这是什么呢 这又是不治啊 郑景收古董的 没人这么做买卖啊 这个人 他每一步都没走在点上 明显就不是这行里的人 这个心思就不在这儿 嗯 那你说说 嗯 他这心思在哪儿呢 这个 这在下就不知道了 许一城 又要给老农 递上一根烟 老农 把这个眼睛一斜 没接 猛地抓住了许一城的手 许一城 脸色一变 却又不敢挣扎 老农 呵呵地笑着 呵呵呵呵 他那手上都是老茧子 一看 就是玩枪的老冰 以为 嗯 带块金怀表就能装过明人了 哪像你啊 你的手细皮嫩肉的 这才是摸着瓷器和字画出来的呢 许一城把手抽回来 陪着笑说 您抬计了 您抬计了 老农突然把眼睛又瞪起来了 声音又阴狠下去了 这个平安城 可是个穷地方 哦 正经收古董的一年也来不了一回 你跑来这儿等兔子 是不是这个心思 也不在这上头啊 嗯 他故意拖了个长签 看这个许一城 只要许一城一句话说错了 他是不在乎多费一颗子弹的 许一城笑着说 在下来这里 自然是撑着钱来 可这事能不能成 不在我 得看您成全 都成全 嗯 老农把这个眉毛一条 把这个嘴理开了 我一个乡下人 我能穿 什么呀 什么 这个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再也不知道您是谁 我这一双招子 我干脆自己被他给废了得了 您说对不对呀 王团夫 这老农哈哈大笑 把枪扔给了旁边的客栈的掌柜的 拍了一下徐城的肩 你这人有意思 行 有意思你 这个人 自然就是外号 恶诸葛的 王少义 他几乎没有照片 富贵在警察厅 也只能找到几段彼此矛盾的口供 一直到现在 徐城才发现 哎呦 他感情就是这么一位瘦小枯干的香气老汉 这个真是出乎意料了 王少义接着说 别怪我老汉招待不周 这年头想来平安城打探消息的奸细太多 我得不防 老汉我信不过别人 我只好是亲自去试探了 说的事 他磨了磨了 那个后曹牙 发出了尖利的声音 好像是意犹未尽 徐城看了一眼 那个辞证 您这个东西 选得好啊 不贵不贱 贱别呢 难易适中 吃不茬里人 一试就知道啊 哼 所以 看着外行的古董商啊 那一定就是奸戏 他就是都市 那人手艺不熟 死 活该 王少义说的离职气壮 这个王少义 果然是警惕性十足 连一个收骨董的住进来 都得亲自挑着份担子来试探 幸亏许诚 是行中的离手 稍微一个不注意啊 就会像那位 不知哪派来的探子一样露了底 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徐城心得想着 冲这个王少义啊 一拱手 这次 这次在下前来平安城 其实呢 是 听到了一点风水啊 呃 想在王团府这走点祸 只是苦于没有门路 只好学江太公 在这儿先摆出架势来 从刚才那一番接触 徐城知道 王少义这个人 心思狡诈 猜疑心是极强的 与其等他起疑 不如自己先承认 王少义淡淡的说 我这是正经八本的凤军子弟 宝镜安云 是我的侄子所在 这儿可不是做买媒的 能有什么货呀 你从哪儿听来的 嗯 齐强说 嗯 一旁 他呀 哎哟喂 看来呀 有时间 我得进京跟他聊聊了 徐城也笑了 您不一定能见得到他 我听说 一旁让宗室的人 给逮着了 至今下落不明了 他这是在告诉王少义 你到东陵的事情 总是已经知道了 这么一说 是在不露痕迹的施加压力 听到这儿 王少义 呃了一声 嗯 他又装出了 摩不关心的样子说 那这个 北京最近的这个局势如何呀 其实这样 虚异成摇摇摇摇 漏出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哎呦 暖套咯 一天一个消息 一会儿说张大帅要跑 一会儿又说南边已经打到了城边了 一会儿又说要和谈 哎呦 没人有个准逐位 王少爷说 那这么乱了 你还有心思来收股丸呢 宁教 乱是收股董 盛是卖股董啊 咱赚的不就是一个钱吗 喜唱乐呵呵的说着大实话 王少爷一怒 没想到这家伙怎么实在 他好好的笑 行行行 喜唱趁机拿出了一张片子 恭恭敬敬的递过去 您跳 甭管有没有祸 能见到您王团父 那也是在下的荣幸了 别人喜唱 就在客栈这儿候着 随时听您的吩咐 那你就等着吧 王少爷接过了名片 什么承诺也没做 转身就走 他走到了海兰猪的身旁 停下了脚步 对海兰猪咧开大嘴说 小姑娘 刚才那嗓子 演得不错 就是欠点火 还得多磨练磨练 海兰这脸色 耍变眼声 后退离步 王少爷 嗨嗨一笑 伸出皱巴巴的手指头 在他粉嫩的下巴上 怎么一划 本来平安城的 没让这点血腥给吓倒咯 你 说着走出客栈 依旧挑起了粪担子 又变回了乡下老汉的模样 一步一晃 悠着 走了 许一诚和海兰猪回到了房间 一进屋 海兰猪歪歇一下 差点就瘫坐在地上 幸亏许一把把他给扶起来 王少爷带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他差点都没绷得住啊 许一诚说 你看 我叫你别来 你必须要逞枪 现在都还来得及 要不然 我就口死去回去吧 海兰猪咬着嘴唇 我不回去 我得替我爹 逮着这个洞贼 许一诚说 这个事情 地方已经委托给我了 你干嘛要多此一句啊你 海兰猪摇摇摇头 不走 王少爷已经知道了 我要一走 他肯定起一心 海兰猪说的有道理 许一诚叹一口气 不再坚持了 海兰猪就问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许一诚说 咱们这个来衣啊 王少爷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 那就只有等了 别忘了 柜台上除了咱们的那三只金蝉 这几种踏死了一只 还有两只呢 过了一会儿 富贵回来了 许一诚问他怎么样 富贵说 你出门就让人给跟上了 跟着我兜兜的 兜了一大圈 看来这平安城 是歪松内劲啊 看似松懈不堪 其实一进城 就陷入了他们 那个严密的监视之中 这屋里就安静了 这回的感觉 跟刚才是截然不同 就好像他们进入了 一个鸟笼子 这王少爷到底什么意思呢 谁也不知道 更不知道 等着自己的 是拔毛啊 还是放血啊 还是挨仔啊 不是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这个 习长说了 他还是在试探咱们 如果这会儿沉不住气 夺路而逃 那就自个儿往死路上撞了 我还拦住 白的这一眼 刚才 还有人要把我撵走呢 那照你怎么一说 那 那就真的是自找死路了呀 许一成 说不过的 只能苦笑着 打开报纸 继续看起来 整整一个下午 客栈外头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当然 更没有别人来献保了 到了晚生 许一成 叫老板 送来了几样小菜 跟其他几个人胡乱的吃了几口 许一成 一点都不起 拿起本书来 慢慢的翻着看 海兰猪 可是有点心浮气躁 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 黄克武呢 沉默寡言 只要腹罐 拆开了手枪 是擦了一遍又一遍 擦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十点多 平安城 关门庇护了 见不到一点光的 黑压压的 就好像是这个风度龟长 连声音都没有 屋里的人呢 本来要各自回房休息 突然 听到有小步声 踩在木板上那个 咯咯吱吱的声音 咯吱 咯吱 这一步一步的 非常的诡异 很快 一团昏黄的烛光 逼进门口 只要 客栈掌柜的 把地方都给推开了 面无表情 别 带上行李 上路吧 这话说的阴气森森 许诚就问 那是 王团夫的意思吗 客栈掌柜的 面无表情 您不去也没关系 我回禀就是了 许语长 跟其他几个人 使得变色 大家只好跟着就去了 很快 他们就走出了客栈 走上了街道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 古董渠中渠三 略行来 演故事 书冲起 九百 午夜 拍案惊奇 欢迎继续 欢迎继续收听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藏天小说 武董局中局三 略望青山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爱 启程 一行五个人 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 朝前走 客栈掌柜的提着灯笼 走在前头 就好像周魂芬似的 很快 他们就被带进了 一株黑乎乎的建筑 接着烛光 启程认出来了 原来这是平安城的 城隍庙 这个庙里边鬼气酸酸 正中 城隍老爷在那端坐着 两侧 牛头马鞭 黑白无常 个的个 都是面目猙獰 在城隍老爷的头顶上 拴着一块 退了事儿的这个扁额 上来写着 豪然正气 是个大字 两侧的银帘 做事奸宁 人儿焚香无异 居心正直 建物不败何妨 写得不错 真是这个时候看 真是有点说不出来的 讽刺味儿啊 没当多一会儿 王少医从城隍庙 大殿后头走出来了 他换上了一身乳装 腰叉盒子跑 周围的士兵 如同鬼影环似 手持长枪 面目僵硬 到时辰了 跟我到樱桃地府 转转吧 王少医 咧着嘴笑着 然后一直去一城 跑海滥珠 黄克武和富贵也要跟着 前辈旁边的士兵 拿着长青一横 拦住了 王少医说 咱们失去他妹妹 这些拿斗拿枪的事 就免了吧 两个人怼视了眼 这是故意要把他们给分开 可人家手里有枪了 稍有反胖 就得横尸当场 徐一城拉住了富贵 敌过了一个五方的眼神 如果王少医要杀他们 早就丢手了 不必等到学 富贵黄克武没有办法 只好是跟着个小头部出去了 他们走了以后 徐一城上前一步 递过了一根烟 王大夫 赵燕 您刚才说 夏令营造地府 这什么意思啊 王少医接过了烟 你不是来找我做买卖吗 不下去怎么谈 说完一伸手 请许一城望 城隍庙的后头请 许一城和海兰珠 走进了城隍庙的后头 这里面有的那间 极小极小的砖房 上瓦 下砖 墙皮 独成了暗红色 屋子左右不过是三米见宽 这个墓的门槛啊 都有将近一掌 许一城一看 这小屋 眉头一动 对海兰珠说 你 来过城隍庙吗 海兰珠摇头 我很早 就被苏琪迎过了 城隍庙真是听说 没有进来过 那你可得留点身 为什么呀 许一城 还没有回答呢 王少义已经催促两个人 赶紧进屋子了 他们高抬腿 迈过了门槛 才看到 感情给屋里头 什么也没有 只在正中的地板上 有这么一个 黑漆漆的大洞 那似乎是一个地印子 旁边搁着一把木梯子 不知道是顿向哪儿的 请 王少义的表情 在灯笼的照耀下 阴晴不定 说不出来的诡异 许一城 盘着梯子往下走 这个笛脚很深 一股子没味 许一城 到了梯子底下 看到海兰猪 也慢慢的爬下来了 海兰猪 对黑暗的地方 似乎有点恐惧 手一直在抖 一碰到许一城 他就一把 抓住了许一城的胳膊 噓噓噓 先是许一城和海兰猪 然后是王少义和客栈掌柜的 这四个人 依次吓着地窍 外头 砰 把地窍这个口给盖上 这里边彻底陷入了黑暗 许一城就感觉 这里边黑暗之中 死过还有人 可是只能听得见 他们喘气的声音 隐隐绰绰的 看不见人 海兰猪这个指尖 都怪抠起热物里的了 他悄悄的问许一城 什么 是不是鬼啊 许一城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是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掌柜的花亮了一根阳火 点着了一个白纸大灯 把整个地窍给照亮 海兰猪发出一声尖叫 差点把许一城给掐出血来 灯光一亮他才看到 感情四面的那些影子 全都是鬼啊 各的各青面撩牙 面露猙獰 有堵着长舌头的吊丝管 满脸血污的跌丝鬼 手拎着肠子的腰斩鬼 还有什么虎伤鬼 磕肠鬼 逆丝鬼 等等 各有各的凄惨的 死的形状 全都立在四面墙前 深的往前倾着 仿佛在寂静的距离 是跃然而出 一对对乌童的眼珠子 几乎 就要跌着这个海兰猪了 海兰猪面如透色 身子不断的颤抖 取一张 拍了拍他的手背 别怕 这都是尼死 海兰猪定的精神 再仔细看 才发现 这些都是尼彩的塑像 只是雕得栩栩如生 在昏黄的油灯的照应之下 油泥浮动 真好像活了似的 徐长说 你在国外长大 你不知道 在城隍庙的后头 一般都有个暗示 叫做 阴丝间 就是这儿了 里面供着各种鬼侠 供有人观看 就算是免费游历回 阴曹地府了 海兰猪眼神犹豫 惊魂未定 您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可这气氛 着实惊悚啊 王少依又笑了 哈哈哈哈 杨姑娘 这声惊叫 这才算是真情是干 不错 有进步 哈哈哈哈 如果是大城大镇的城隍庙 阴丝间里 琳琅满目 会有几十种鬼像 以警示示人 不可以做恶事 不过平安城是个小地方 阴丝间里 只有约末七八尊一宿吧 徐一城环顾一周 发现这里也不全是鬼 阴丝间正中 居然摆着一张方桌子 桌子旁边已经坐了两个人了 一胖 一瘦 都穿着马褂 都看着徐一城 我一直说 那个眼神 脱尾不闪 也带着他们几次的金黄 王少义 请徐一城 在桌子里边坐下 海澜珠松开了他的胳膊 站在旁边 眼睛低垂 根本就不敢往左右看 那两个人 鸽子 眼观鼻 鼻观心 装作了若无其事 也把他招呼 掌柜的体裁灯 恭恭敬敬地站在后头 王少义呢 自己拽了一把板凳 大骂紧到坐顶 头顶恰好对准着叫门 他环顾四周 手指都超声一致 鬼门一关 咱们就算是进了阴草地府了 阴阳隔绝 在这儿 天不知 地不管 人间更是没关系 对 有什么话要说 就不必再藏着掖着了 他这话 一说出来 所有的人都觉得阴风阵阵 下意识地 把这脖子缩了缩 仿佛真的在阴草地府一般 整个地下室只有一个底下口 还被这王少义牢牢地给关上了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天不知地不管 叫谁都不灵 在座的这几位 那都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了 掌柜地提着灯 站在王少义的身后 看不清他的脸 只看得到一片阴阳 如同盼观 许一诚心里头冷冷地哼了一声 王少义故意选择这个鬼地方 只怕是别犹犹新了 别的不说 但是这鬼气纷纷的氛围 就已然让人先错了几分 锐气了 王少义对他们的反应很满意 他伸出手说 嗯 你们三位 都确实是来平安城收获的 彼此认识认识吧 在座的两位 冷淡地彼此 攻了攻守 互相捣了性命 瘦的那位啊 叫高全 一口天津话 胖的那位叫 蝙蝠人 说话带着山西人特有的腔调 他们俩只报了名字 来自哪里 什么不顾字的一开不提 可见彼此都有地方 海兰猪这才知道啊 这客栈外头搁着四只金蝉 正是来了四拨古董商人 王少义亲自去查验 干掉了一个探子伪装的只剩下了三件 这才有资格被邀请到 阴司间 一干人都打完招呼了 王少义被眼睛一眯 我先问个问题 兄弟我在东陵所的事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齐语成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坦然说 是玉鹏 另外两位啊 有些支支吾 王少义一拍桌子 恶狠狠的说 我刚才说了 鬼门一关 谁都不许藏着掖着 当着这么多恶鬼都敢撒谎 可得早报应啊 高 变 这两位还是有些为难 王少义愣笑着说 咱们都说实在乎 爱新觉罗家的坟 是我跑的 这是机密的事情 只有自家兄弟知道 你们来平安城 肯定是得到了内部走漏的风势 我不怪罪你们 求财吗 但是你嘴不言的 我一定得有个交代 你们把这个偷消息的人 这名字告诉我 咱们得卖卖接着做 要不说 我就拿你们开头 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他这话一说出来 这阴斯里顿是一片寂静啊 高 变 这俩人本脑袋吹起来了 心里边 都紧张着自知斗争 在这昏暗的小地下室里边 又被鬼怪所环视着 人的这个内心 本来就是极度的压抑的 现在王少义这几句话 轻易的就动了他们的心理防线 徐成微微的叹息 王少义这句话相当厉害啊 等于是分化了这两人与内线的利益了 这些求财的人 哪会抢什么义气啊 为了自己的好处 他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果然 两个人很快的 各自的说出了一个人名 王少义点了点头 对张贵的耳语的几句 张贵的本个灯个下 重新爬上了地面 打开盖子 交代了几句 又跑回来 过不了多久 外边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枪声 狗边俩人一嘟说 王少义点嘴笑了 你看 大家都诚诚实实的说话 多痛快 咱们说正事儿 掌柜的拿了一个口袋 搁在桌子上 一件一件一件的往外掏 很快的就在桌子上堆了一堆 又坠着珍珠的凤冠 知金的金贝 大小玉佛 翠佛 各种金银法器 几蛋大的宝石 厚 零零总组二十多件 灯光昏暗 徐城只能搓搓一扫 和书神皇贵飞墓里尸切的陪葬品似乎都对得上好 跟他们比起来 剩给玉鹏的那个尼金铜庆和密腊佛珠 那就算根本不值钱的 高权 蝙蝠人 这俩人眼睛都直了 这些东西可都是硬货呀 所谓硬货 就是说 东西凭着本身的质地就值不少钱 比如说 这鸡蛋大小的这个足不滤 不用堪念的 光是这个原石就能卖出天价啊 那么与之相对的是软和 比如说 字画 本身一文不值 只是因为和名人有关系 这才身价大成啊 这些东西 非金即宇呀 要是放在这市面上 少说 也是十几万大洋的败败呀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听到了风声以后 斑斑的就跑到这个平安城来 徐城 忽然听到身后 海澜珠发出了操作的呼吸声 他知道这个姑娘有点忍不住了 偷偷的壳雷声 是以他烧干勿躁 王少一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娘们儿 娘们儿看了金银手势 哈哈哈哈 都一得行 哈哈哈哈 在座的人都呼啸起来 气氛烧烧的轻松了一些 王少一言说 这些玩意儿都是从同志的飞灵里弄出来 兄弟我也担着好大的风险 你们可别不灵情 高权满脸对笑 王大夫 您过历了 青石都没了多少年了 非能找您的麻烦呢 蝙蝠人也接口说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东陵 呼望着 也是呼望着 与其让那些死人巴掌 不如 拉出来 给活人 照点夫啊 好好 王少一听得连连点头 忽然一抬下巴 直勾勾在盯着徐城 你 啊 你怎么不过来恭维恭维我呀 徐城说 麻烦接目 有损赢得 我来平安城是为了修财 这损生的天意啊 我还是不沉 告别两个人眉头照起来了 忍不住出言计讽 我说啊 骂话呀 你都坐在这个隐私界里头了 你还宠什么圣人呢 你呀 他们又对王少一说 贱人啊 啊 乌里啊 乌里啊 还睁着眼睛说下话 我看 贱人是憋悠悠心 他们两个人 心思是一样的 今天这些名气 一共是三家来分 如果少一个竞争对手 他们可就每个人能 多得三成啊 当着汴妇人 高全和许一成 王少一不但说出了更大的 盗掘慈禧木的计划 而且还明确说出 这个计划 伤人 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 王少一 听完了 那两个古董商的话 王少一淡淡的说 许老弟说的不错 咱跑了人家的分 就别捡便宜卖乖的 其实呢 用的我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 这两千多号人的生意 人为妈交过 当家不宜啊 说完的伸出了手 把这对珠宝名气 推到了桌子中央 用着我想销赃 你们想赚钱 不过买买只能两个人做 过今儿 你们却来了三伙 哎呀 这让我有点为难呢 三个人都冰出了呼吸了 知道这个政庭终于来了 王少一接着说 兄弟我四千向后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跟马富天马团长说了 马团长到底是过来人 要见识 他问我 这些玩意都卖了 能卖多少银钱呢 我就说呀 我说怎么着也得十来万吧 马团长又问我了 咱们这个团 一个月发想钱得多少啊 我说五万不值 马团长说 你就算都卖路 也不过就是三个月的军项了 搁哪儿够啊 眼光 还得放长远不是吗 我想也对 这个飞子墓 就算刨了几座 也不过就是一两年的收入 没意思 要挖 就挖个大 说到这儿 王少爷一拨了 桌上的这个名气 接着说 这点玩意儿 不过是天头 今儿把主位举到这里 是想跟你们做比更大的卖卖 东陵里头最富贵的 那得算是老佛爷的墓了 主位有没有兴趣啊 咱们吃个慈禧太后的献席啊 哎呦 一言计出举座接近啊 那张沟河纵横的脸 在珠光的映照之下 比那个周围的鬼面塑料 显得更加空腻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都还记得 当年慈禧出殡的时候 那是无尾的奢华和风光 恐怕是前无古人 而他们专业搞古董的人 自然也读过李莲英和他侄子写的 爱月轩笔记 知道慈禧墓里的陪葬品之丰厚 恐怕要冠绝珠灵了 要是全部挖掘出来 那可是一笔惊天的财富啊 王少仪居然打算开决慈禧墓 哦 这份野心和弹量 这可真是不得了啊 慈禧墓的登记 那不是殊胜皇贵妃的坟墓能比的呀 虽说此时盗墓成风 可是公开的搞这么大的事情 众人的心中还是有点 有点坠坠呀 王少仪看到他们被吓住了 吓吓一笑 这陵墓啊 就跟整娘们一样 头一回都紧张得够强 不然有了第一回 又有了第二回 卖门就习惯了 这是一笑话 可大家没笑 不论是徐医成 还是高权 蝙蝠人都敏锐地捕捉到 王少仪刚才用了一个词 叫做 吃瓷喜的献喜 吃献喜 这是民国以来才有的事情 民国开国以后 各地一直动乱 挖坟掘墓的事情 旅有发生 无人监管 于是就有古董商人掏钱 雇用土夫子 专门挖股坟取名气 后来 土夫子觉得这么做 自己吃亏太大了 索性反向操作了 先找准了坟墓 然后叫了几家古董商 当场挖坟 现场签卖 假高者得 因为往往是几伙人 围着个坟坑盯着 跟着个嗨咽喜似的 所以就叫 吃献喜 这种吃献喜的做法 古董商都得先付上一笔钱 给土夫子 当做了定金 土夫子收购了定金 这才开始挖坟 无论这个坟里挖出什么来 这个定金都不会退的 这就是搞底 王少爷说 吃慈禧的献喜 自然是打算 先跟他们三家收取定金 然后再去开决 高权人一拍桌子 好 清了您的 汪三府 难得啊 忧思凶信 我 我就舍命 赔尊子了 我就 蝙蝠人也不堪示弱 跟着说 这些牧力 都是 明知明告 王 王团夫 你 为名 做主 啊 取一取 也没有什么 不可吗 王少爷 又被这个眼睛 看向了徐玉成 你呢 怕了 徐玉成淡淡的说 慈禧墓有多大 几位应该知道 那不是寻常的坟墓 说开就开 别的不说 那个墓道在哪 你们谁知道啊 如果不知地宫的入口 就是几百亿人应望 也得几天的功夫 北京政府再无能 这么大的动静也传出去了 王团夫说 开慈禧墓 可也得告诉我们 怎么开呀 钱财动人心 也得有命才能花呀 有好 快到点儿扔了 行嘞 我就给你们吃个定心玩吧 当年 慈禧墓修到最后一道手续的时候 留下了八十一个石匠 封闭墓道 本来这些人是被灭口的 可其中有个姓姜的石匠 在施工中途 被大石头给砸了 晕过去 边外太监以为他死了 跑回村里 隐形埋名 活到现在了 这仨人没想到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这要是真的 那么墓穴定位 根本就不成问题了呀 高权惊喜之说 玩啊 真的呀 哎 那个 莫非 王段夫 已经找到那个 新讲的那个石匠了吗 王少爷就说了 没有呢 不过又眉目了 很快就能找着了 他停顿了一下 忽然看了三个人一圈 你看啊 这么大的机密的大事情 我可都跟你们说了 兄弟我够诚实吧 到现在该轮着你们了 嗯 该轮着你们 表示表示诚意了 三个人面面相觑 心想 我这就要钱了 王少爷下巴一胎 这回吃线席啊 咱们改个行事 你们也别吃了 带我走货就行 寻常的吃线席 古董商给了定金 土夫寺挖出东西 交给古董商 这事就完了 这是为了防止 万一这个坟是空的 土夫寺白干一场 而王少爷现在的意思是 这个慈禧墓里头肯定是有宝贝的 不用猜 所以他挖出来 都算自己的 但是 会指定一个人 代为出货 拿到市面上 去换鲜的羊 要知道 慈禧墓里的东西虽然值钱 但是都见不得光啊 得有门路 找到那些匿名的收藏家才行啊 古董食堂水太深了 怎么找人 怎么透口分 怎么收款子 怎么保证不被曝光 这里边的门倒是很多的 王少爷杀人 如马 可是 在卖货上 他是一白丁 他必须得找一个行 代为出手啊 想想看呢 慈禧墓里那么多的宝贝 光是这个抽水 你的手就能拿软了啊 果然是一种大富贵啊 王少爷接着说 慈禧墓的事 兄弟我要知道 影响不小 所以知道 人越少越好 你们这三位 我只能挑出一位来出货了 猜错的都是人精啊 慈禧一琢磨这句话 这连事都变了 刚才 王少爷 已经把盗爵慈禧墓的这个大忌 坦然的说出来了 连僵尸匠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现在居然只挑一个人合作 那么 那么 那 剩下那俩人呢 知道这么多的秘密 能把他们给放回去 现在终于明白了 王少爷那句 慈禧墓的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厚 那是斗着核腾的杀气 留一个杀两个 这也不是求财了 而是求生了 赢了 他把负给等在眼前输了 幸运就交代在平安城里边 这帮昭一直守着这套 可不在乎多这么两条人命啊 阴慈禧 果然是阴慈禧 生人尽了阴间 怎么能活着回来呢 高权的对角都开始哆嗦了 蝙蝠人面无表情 可是脑袋上的喜汉 一层一层的猪 海兰猪站在了徐城的背后 不知道徐城的表情是怎么样的 海兰猪突然起了好奇心 这个平时总是嘴角 带着一丝笑容的家伙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徐城会是什么表情呢 可惜 这鹰丝见你的气氛太沉重了 谁都不敢动 王少议身后站着掌柜的 这个手里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举起了一把枪 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任何人想抱起伤人 那是不可能的 稍微一个突的动作 都可能导致他立马开枪 王少议没有催促 他抱着胳膊 往后靠着 留给三个人充分的时间去消化 没过多久 高权压着嗓子就说了 不然那就行啊 有以往短缚的意思吧 行 蝙蝠人和许玉成 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 表示对这个安排没有意义 富贵仙中求啊 输了掉脑袋 赢了可以拿到无限的富贵 唯一横在自己前面的障碍 那就是桌子上的另外两个人 高变 这俩人有胆子 来平安城 自然也不是什么闪男性女 看彼此的眼神 都带了几丝的锐利 从这一刻起 他们可就是生死仇家了 地地道道的你死我活 因此间的气氛 转向沙发 海兰柱打了寒颤 悄悄地朝前靠了半步 手轻轻地去碰许玉成的一脚 许玉成温死不动 海兰柱的指尖 触碰到许玉成的肩膀 在这一瞬间 他说我感觉是他现在摸不到这块石碑 反思不动 坚持无比 他就才知道 许玉成的肌肉 已经崩起了 蝙蝠人说 那你 打算 怎么跳 王少义 一推明信 规矩很简单 这堆东西里头 有真的 有假的 你们一人轮流拿一件 拿完为止 谁的手里头真火多 就算胜出 吃献喜 那比的是财大气粗 待人出货 讲究的那就是眼力和口才了 王少义出这么一道难题 那就是为了检验一下 这几个人的眼光啊 阴四间 光鲜阴暗 只靠掌柜的举着一盏灯笼 鉴别起来 颇有难度 可这话说回来 要是一点难度没有 怎么能 叫出这个手段来呢 海澜珠心了一喜 殊胜皇位妃里 梦里 丢了什么东西 父老公开了过一张详细的单子 徐医生都看过 这一场靠窖 对徐医生来说 可谓是毫无难度的 可是 海澜珠再一琢磨 发现不对了 王少艺在宣布规矩的时候 只说有真有假 可没说真的是不是全来自舒胜黄贵妃的这个梦啊 他这可是故意玩这个小花样 让人捉摸不透 如果自以为有了名单就高枕无用 搞不好 您可能是聪明反备 聪明误 海澜珠想到这儿 背后他轻轻的阿里声 这声音在阴丝间里显得格外的行喽 其他人把眼睛转过来朝这边看 吓得海澜珠心中一颤 王少艺别有深情的看他眼 这位小姐 这独居事关重大 你就不要再出事了 不然 我也抱不了你 这个时候许臣开口说话了 王财富 给这东西长眼的话 可以用工具吗 王少艺一愣随即说 随便你们用什么 只是不许离开这阴丝间 许臣说 那就好 说着从腰间解下了一条宽大的黑带子 正是五脉珍藏的那一套海底针 原来他一直随身带着 这个海底针 是乾隆年间 一位名将 为五脉所长 气质不凡 他一亮出来 在场的人 包括王少艺 掌柜的都发出了一声惊叹 不过高拳和蝙蝠人也不甘示弱 也各自从怀里边各自掏出了一套衬手的工具 扔到了木桌上 示威似的发出了砰的一声 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 谁不傻子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说着 他摸出一枚骰子 让三个人致点 徐医成 投出了一个三点 高拳是四点 蝙蝠人是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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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上这一堆东西 差不多有二十多件 有凤冠 精备 御佛 御观音 各种金银法器 以及树立大宝石 先挑哪件 后挑哪件 其实是大有讲究的 蝙蝠人第一个 她毫不犹豫的伸出手去 先端走了 那个最醒目的凤冠 这件凤冠上面 是七支金丝构成的凤凰 有展翅翱翔者 有高气支头者 有引进高歌者 早醒不通 可是彼此相连 形成了一个整体 极为精致 下面还坠着 米粒大小的珍珠几十颗 扁碎法郎 极为强烟 就是在这个银丝间 这么混暗的地方 都是光彩要人 这就是俗话说的 开门火 这个凤冠的一半的夹制 那都在做工上 所以真假 一目了然 蜿蝠人先取这个 算是为自己 先垫定的一份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古董 局中局三 略望清单 这一回啊 轮到了高权了 高权不像蝙蝠人 十分慎重 没有轻易出手 他盯着这堆东西 看了一会儿 拿出一枚放大镜 凑近了仔细的端枪 其他两个人也不出事 冷眼旁观 任他随看 这个规矩的妙处就在于 不怕你看得仔细 因为每回啊 你只能拿一样 你看出真品 未必能拿得走 反而是你看得太仔细了 旁边的人 会从你这个表情里 看出来个端倪来 等于啊 你给别人做假衣裳吧 但是 你也可以故意 装枪作诗 误导别人 总之 这里边是二语我诈 其实是 高权看了有十来分钟 直到王少义不耐烦的开口催了 这才从中挑了一片精被 精被 又叫陀罗尼精被 只有金凡字的经文 都是诸佛菩萨真言秘咒 或者是功德名号 盖在王者的尸体之上 可以 罪灭 浮生 往去西天极乐世界 这个东西啊 那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呀 非得皇生遇刺才行 殊胜皇贵妃 品级不够 只赢得了慈禧的宠爱 才有幸 用这么一片 盖上脸 高权挑这个 那也是有原因的 精被这个东西 少有人未造 因为 精被 是丧陵阳阳荣 混着金丝制酒 质地这么一摸 就知道 它是不容易造假的 这堆东西里头 只有凤冠和金被 属于大开门 断无打眼的 这个问题 以前以后 被挑走以后 这个第三个人的心里头 一定起急啊 这一急 就回乱了方寸 刚才高权 那么长时间的观察 七七故意的 那就是给许宜成 制造心里的压力 这两位挑选呢 看着 好像没有什么 出奇的地方 其实是颇有深意的 高 变 这两个人 看来依然是 暗暗的 达成了默契了 要把这个许宜成 驱逐出局 然后他们 再做行政 就连海兰猪 都已经感觉到了 这两位行家 先后出手 因此间的气氛 变得凝重无比了 一时之间 就连那些鬼怪塑像 都好像被这个傻气冲撞 而练了 几分猙獰了 王少爷说 月儿 到你了 许一成肩头一动 从海底针中 抽出了一枚小巧的铁锤 这个锤头 只有两寸箭宽 相当精致 其他人 知道他要取金银器 用敲锤之法来看质地 不料 去渔城 打起这个小铁锤 没有半分犹豫 朝着桌上的一枚 单伞的东猪 就砸过去了 锤声落下 东猪应声而碎 花费了一朵粉 和数十片 晶莹的残渣子 现场一片寂静 大家都傻了 这个东猪 是东北黑龙江一带 所产的珍珠 因为科尔大 圆润 为皇室 所侵爱 真正的东猪 如果用暴力弄碎 会化为粉末 有人用鱼骨胶和南猪 混裹成假冬猪 这种假猪子被粉碎之后 鱼骨胶只会成片状 是不能够成粉状的 这种鉴别方法 在古董行里叫做死鉴 意思就是说 鉴定结果出来了 东西也没了 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 才会有如此这种事啊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许一诚会做出这个选择来 这枚东猪是假的 没错 问题 现在是生死之局啊 规则要求比的是 谁拿的真火多呀 许一诚没有去为自己 争取到一件真品 反而挥我的锤子 去砸毁了一件假货 让桌上可以分的物件 少了一件 这不是便宜了别人了吗 他这脑子里到底想什么呢 他还想不想赢了他 或者说 他还想不想活了呀 许一诚这出人意表的举动 别说海澜珠和高便这俩人 就连王少义都面露惊讶之色 有手不由自主的 摸着自己的瞎巴 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家伙 不知道他的狐狸到底买什么药啊 西城连事不变 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 不打算做什么解释 高便 这俩人虽然不明白 可是 那你习惩自己个儿反哨 我们没有义务提醒你 紧接着是第二轮 蝙蝠人亮出了一套分玉三宝 分为棒片镜 这是剑玉的力气 蝙蝠人招掌柜地 把这个灯笼端过来 捏起了三宝中的镜 这个东西较静 其实呢 就是一片磨得很薄的 透明的玻璃 周围啊 镶嵌着这么一圈同套 就这光链 透过这个镜子去看玉气 就可以滤出 玉中真正的色色 比如祖母绿 珍品过镜这么一照 看到的是红色 繁殖则称绿色 这个镜子这么一照 真伪立线 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蝙蝠人凭着这件宝贝 很快就选中了一尊 翡翠滴水观音像 搁到了自己的面前 面露得意的神色 高全呢 从鼻子里吃了一声 对蝙蝠人 那个得瑟劲很不屑 他伸开了五指 故意从许一诚的面前 抓起了一把 混金六指肠 毒蛊 金刚蜀 放在了慈禧的面前 这东西他挑的是 十分有水平的 因为金刚蜀 这个东西啊 乃是密宗之宝 阳食 度粮 以及用法 那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加持神用 金刚蜀为三股 修金刚步伐 蜀为五股 修大为德明王法 用九股 只有行道念诵 修莲花步伐 这才用独股处 殊胜黄贵妃 不信佛法 但她是女子带发修行 又相信自己是 大分驼里华 白莲花转世 那么放进棺材里的 自然该是 独股金刚蜀啊 高权的这个选择 不光是精通佛门 以轨 同时呢 也对这个清宫的掌控 但是做足了功课的呀 这一选 那就是示威了 果然 蜙蝠人的气势 为之一多 还有急忙转过头 去看徐玉成 他发现这个家伙 居然把眼睛给逼上了 价格就没看 一直到王少仪 开口催促 徐玉成 这才把眼睛睁开 告辩二人 非由地屏住了呼吸 看他到底 还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徐玉成 果然没让他们失望 挥舞小锤 又击碎了另外一枚珍珠 不用问呢 也是假的呀 过了五轮 解的是 徐玉成如果认真一点 迎面 不输给这两个人 他为什么舍弃优势 去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要知道 这不是赌钱呢 这不是赌物啊 这可是赌命啊 海澜珠感觉自己紧张的 偷不过气来了 自己的身家性命 以及东陵的安慰 全都细一 许一成一身啊 他这么一个做法 坠入深渊的可不是他一个人啊 海澜珠的一口浊气 憋在胸口里边 每一种抒发 窄小的黑暗的地下室的空间 让这种情绪更加恶化了 终于忍无可忍 从后头推了许一成 大声喝道 到底在干什么呀 而出人意料的是 这回王少医 居然没有出言呵斥他 呵斥他 扰乱秩序 高 辩 这俩人也没抗议 隐私监理的人都想知道 这许一成你到底想干嘛呀 面对着指问 许一成缓缓缓地回不头来 他居然笑了 笑容很爽朗 和他前两天 在东陵文前写声的时候一样 海澜珠呼吸一指 居然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了 放心好了 一切交给我 许一成淡淡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然后重新转回身去了 海澜珠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虽然他仍然不知道许一成有什么寒酸 但是听他怎么说 胸中的这个恶气呀 就稍微减了一点 干脆就不出声了 我说啊 你快点跳啊 蝙蝠人忍不住嘴唇了 他刻意地把这个挑字说得很重 这个签里啊 充满了嘲讽 原本这个桌省一共有十九件名气 高全和蝙蝠人各得物件 许一成砸毁了物件 还剩下了死件 就是许一成 把剩下的全部揽入怀中啊 他也是无法胜出的 许一成轻描淡写地扫了他一眼 目光很平和 蝙蝠人后续的那些刻薄话 一下就堵在嗓子眼说不出来了 许一成也不看周围人的眼神 净直从桌子上拿过了一件 赞克蝉枝花卉的金针永固碑来 这个金碑形如宝顶 底部橡鼻托足 做工极为精致 许一成把他把玩了一阵 把这个海底针摊开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左手 看他这次要抽什么工具了 只见他的手像变戏法一样 手指这么一翻 一把海底针就像是自动跳出来一样 唠叨了他的掌声 这是一柄如同人牙一样的器具 末端突起 头略先扁平 四牙如锤 许一成先用锤头 轻轻地敲击背体 听了一下声响 然后用人牙 在背体上这么一画 用手指这么一浮 上面几乎就没有痕迹 高边儿人同时恩了一声 这金器呀 它有特点 真品一变不一段 烟品呢 一段不一变 这个金碑声响沉闷 又不容易留下痕迹 显然 金之不纯 而这永固碑呢 是天子每年元旦 开笔 一世上专用的 金针永固 这个寓意啊 是大清国 远远远远程 这是重要的礼器呀 怎么可能不是纯金呢 再说了 这种重器出现在一个 黄贵妃的墓中 这也是极不合理的 毫无疑问 许意诚又一次挑出了烟品 可这又能如何呢 第六轮开始了 这个桌子上只剩下了三件物品了 高全 蝙蝠人各自挑了一件 放在自己的跟前 只留下了一件东西给许意诚 在他们两个人的眼里边 这个许意诚已经没有威胁了 他们各自的手里都已经有了六件物品 旗鼓相当 胜负打平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射出了一道汉意 他们很快的把这个视线挪开 等着徐秉诚完成最后的选择和判决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徐秉诚这回终于没有动用海地震 而是伸出手去 把最后的一件物品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是一件奇特的物品 它是一件高碑大小的银制的圆筒 这个形状啊 就好像花生一样 这个筒的外表呢 画了一个洋人女娃娃 金发 寒笑 身子与四肢 撑满了这个圆筒的表面 看起来呀 圆滚滚 胖乎乎 这个娃娃的穿着风格 与中原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四周呢 还镶嵌着几圈 宝石花纹 造型是很古怪的 这个质地呢 那是相当的珍贵的 嗯 这应当是国外进贡的东西了 高辩这俩人一直不选他 是因为拿不准真假 冒险期间呢 索性 把他生给许一诚吧 可是事到如今 就算这是真的 又有什么用呢 王少一宁笑着 看向了许诚 语音啊 你这眼力还真不错 把我缠尽这个家玩意儿 都给挑出来了 不过我讲过规矩 朕获多辙生啊 许诚微微一笑 抬起了时日 你们等等 王少一说 我理解的规矩 谁也别想变 你趁早生什么 说到这儿 他忽然停住了 因为他的视线 越过了许诚 看到许诚 身后的海栏中 眼睛发亮 那是一种 无比惊喜的眼神 王少一天性狡诈 觉得这个事情来着蹊跷 可是蹊跷在什么地方 他实在想不出来 许语腾 轻轻地 粘住了这个娃娃的头顶 往上这么一摘 变 扶 这俩人眼珠子都圆 原来在这个娃娃里头 居然还套着一个一模一样 只是尺寸小上一圈的这么一个娃娃 这简直叫跟变戏法似的呀 许诚 练着 粘了五次 这里头是一个娃娃 套着一个娃娃 最后一共摆出了六个娃娃 一字拍开 微微壮观 许诚笑道 你们不知道 也不奇怪 这个东西并非中国所产 名叫罗刹套娃 藏藏嵌套 这个东西是俄罗斯人 在光绪二十六年发明的 后来沙皇清点为外交礼品 金昼银造 让公使送中国几个 分发给宫中满场 光绪三十年 殊胜 唐贵妃去世 他的这套金银套娃 也就作为陪葬 放进来了 如果 一层套娃 算一件物品的话 那么这里正好六界 与高辩二人 恰好打瓶 巧打瓶 一层 王少艺不但说出了更大的 盗绝慈禧木的计划 而且还明确说出 这个计划只能和他们三人中的一人合作 暗示其他知情的两人如果没被选中 将会被杀掉 高权 高权看到这 豁然就站起来了 愤愤愤的说 不行 你 你这范围是 把一剑拆成六剑 不能这么算 许诚悠然说 那四事平凤算几件啊 一套如此的茶具又是几件呢 高权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在这个古董行凳里 一套和一件 这个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平凤 一扇扇分开来 这要是卖的话 就要称件 凑在一起 那就称套 就得论套卖 可是 论套卖 可比这个论件卖 那也要吃钱多了 这个俄罗斯套啊 合起来是一套 拆开来 每个都是一尊独立的娃娃 没有什么不妥的 何迪 你自己也说了 这是光学 二十六年才有的东西 怎么能算 不懂呢 高权说到后来 自己也突然不说话了 自觉理亏了 海兰猪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中国的古董商们 一心钻骨 哪知道这些西洋的新玩意儿啊 但是 这套啊 香金欠银 又是从黄贵妃 这个坟墓里挖出来的 说的是一件古董吧 还真合规矩 许一诚的这个空子 可谓钻得高密 高权还要指责 蝙蝠人在一盘冷冷的说 老弟 您坐下来 好好地捉摸捉摸吧 我见过日 高权眉头一立 刚要开口反驳 突然一下想到了什么 眼神变了 没错 许一诚是钻了孔子 把一件变成了六件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每个人 都有六件真品在手 平局啊 许一诚要是有心赢他们 只要每轮都挑出一件真品 最后再选这个套王 他是可以轻松的多亏的呀 可是许一诚没有什么做 反而一直在砸毁着赢品 高权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啊 这个平局不是巧合啊 是许一诚一手促成的 他急忙把这个视线转向了蝙蝠人 对方微微点头 表示他想的没错 他开局后的一举一动 那都是在算 算他需要捣毁多少件的赢品 算每根手里保持多少件的真货 才能让最后成为平局 换句话说 许一诚必须在一开局的时候 就对所有的名气真为兴有成竹 而且连他们两个人都算进去了 算准了 他们不会取那个最关键的这个套娃 取胜是不难的 难的是平手啊 这得需要多强大的计算的能力和心态啊 古灯 狗圈挫回了椅子里 双眼迷茫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阵劲 这个结果 也大大的出乎王少义的所料 他挫着手指头 表情阴晴不定 那一道道脸上的沟壑 在油灯下映出了阴影 这个时候 许一诚功的功手 王团长 慈禧木的物品其多 不是一家可以吃得下的 既然打平了 可见 这就是天意啊 何方三家分货 一诚 虽不信佛法 就也知 为人当有好生之德 不必闹出不坏的人名来啊 听到了这些话 高辫这俩人不与耳同 把这身体关心轻 眼睛都睁大了 几乎要从这个喉咙里边 滚出这个惊叹的声音来啊 这许一诚 居然是为了救他们两个 这两个一心一意的 要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俩人都不是蠢货呀 一琢磨 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王绍义涉险的这个局 只要是分出胜数来 就是一生二死 取称如此的苦心孤义 冒着如此之大的风险 就是为了促成三个人 打平的这个局面 有了平局 三个人谁都不用死 跟这个王绍义 也有了商榷的余地 一想到这儿 狗拳蝙蝠人的表情 复杂极了 有敬佩 有感激 有愧疚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干 海兰主知道许一诚 献熟知陪葬名气 本来是可以轻易取胜的 可他没有料到 许一诚居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他向许一诚往过去 只见许一诚 凝望着王绍义 平眉淡漠之中 居然隐隐地露出了几次 悲悯的佛像 许一诚这个时候又开口了 他攻了攻守 王贪奉 咱们就此把守 三家焚火 您 以下如何 若是一开始 许一诚说这个话 别说王绍义 就是这个高辩 这俩人也不会同意他 以为啊 那就是许一诚你示弱了 如今许一诚漏了这么一手 震慑了全场 再提这个要求 那就是高峰两劫了 王绍义 那俩人 刚才可还是要弄死你呢 许一诚正诚说 城隍庙里的殷私间 正是为了警告世人 不要作恶 否则 死后下地狱 下场是凄惨的 人为图暴力而伤人命 有损因得 在下可不想去真正的阴曹地府 走上一遭啊 他说完了 还弄了一圈 把这些迷象 扫尸了一遍 海兰猪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真怪地 推了他的肩膀一下 许一诚 偏起来那个真实 许一诚淡淡地说 知己从前 一片丢人而已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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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 有手段 有担当 有魔力 我喜欢这样的人 王少仪这一番话 隐私间的气氛 微之一松 高辫两人 连忙起身 朝许一诚 攻守之前 两个人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啊 这才如释重负 纷纷表示 愿意让出大力给许一诚 自己呢 站小头 三个人 正弹地 正弹着 正弹着热火呢 王少仪手腕子 一高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把短枪 啪啪 两声枪枪 震得小小的音丝间内 沉笔 提起来往前落 许一诚 下意识地挡在海南柱的身前 两个人都眼前闪黑 耳鸣不已 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以后 许一诚抬头一看 眼神凝脂了 高权 蝙蝠人 这两个人已然躺到在地 胸口 一片红 已然气绝身亡了 鲜血肥剑 撒在恶鬼泥塑 和白质灯炉上头 许一诚脸色贴近 王团长 你何故畜而反而 王少仪吹了吹 枪口的青烟 老子从没答应你什么 这是我的地盘 我的道理规矩 你应了 他们两个就得死 许一诚深的前倾 肩膀未颤 显然气愤一息 王少仪又把枪抬起来 对准了他的额头 一诚 别再自作聪明 替我离归远 知道 徐一诚深 双目定定地看着王少仪 没有躲 也没有求饶 海兰珠 不由得手心情悍 似乎是过了很久 又似乎只是过了几秒 徐一诚 徐一诚闭上了眼睛 第一次露出了疲惫的神态 海兰珠 站在一旁 看到此情此境 心中泛起了悲凉 纵然许一诚 智谋通天 算计百出 在这不讲理的土匪面前 也是毫无用处的 两个人 僵持了一会儿 王少仪 呼 把枪给撤回去 笑着说 行 还挺倔 现在还指望你给我出货呢 我暂时不动你 看得出 这个王少仪对徐一诚 还是挺欣赏 徐一诚愣愣地说 王太夫 您就不怕我返回京城 去报官吗 王少仪毫不违意地 伸开了腿 踢了踢 那两具尸体说 这俩人都是你那的投名状 你去报什么官呢 当年 临冲上梁山 王仑让他下山随便杀个人 背了人命官司在身 叫做投名状 然后才能入伙 如今高便二人 就是王少仪替徐一诚那的投名状 哎呀 这招可真够毒的 因此间的赌局传出去 没人会相信徐一诚救人的这行为啊 只会认为高便二人是赌败而死 把账为算在他的头上了 王少仪 王少仪 这恶诸葛的名字 可谓是名不虚传啊 徐一诚还没有说话 王少仪又指了指海澜中 哎哟 这位姑娘 甭管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不妨 咱且留住平安城 赏赏风景吧 等事成以后 再回去不迟啊 徐一诚和海澜珠听到这儿 面色大变呢 王少仪 这不光是纳了个死投兵状啊 还要留下一个活质啊 徐一诚喊起来 不行 这跟咱们之前说的不一样 嘿嘿嘿嘿嘿嘿嘿 是不一样 你二童童快快的赢了 本来没这么多事情 谁让你自作聪明呢 非要搞什么三家焚火 我的火 让你做主吗 我要不留个活人质 我怕你又耍心眼 说完 他也不能徐一诚答应 收枪在腰 转身对着掌柜的说 白门 收拾 掌柜的拿起一根长杆子 朝上头的门带捅了一捅 上头很快有人掀开了这母门 新鲜空气涌进来 因此间的血腥味稍微淡了一点 王少义先爬上去 然后下来了几个壮丁 七手八脚的把这两具尸体抬上去 他们一走 里面暗箭很多 只剩下他们两个 反正这儿也没有别的出路 土匪也不催他们 徐一诚像佛塔似的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海兰珠伸过手去 摸到了他 他的全头紧紧的攥着 海兰珠说 徐大哥 你没事吧 过了一会儿 徐一诚 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哎 自作聪明 我真是 自作聪明 非得还是这样个无辜的人 还要联维你 也要深陷 海兰珠说 徐大哥 碰到这些不讲理的土匪 徐大哥 立即尽力了 我是每一张之女 做人之就做人之吧 我也做事情去 你也是本分 不行 这太危险了 王少爷调我人 可不是一般的土匪啊 所以 所以你尽快回去 通知医生他们 回来救我呀 啊 说到这儿 海兰珠 展颜笑 嘿 小看了我 我的英国 可学了不少东西呢 不然 与凡哥哥 也不会放心的让我来呀 海兰珠 心生恶作剧 忽然很想看看徐城 为自己着急的样子 于是他就说 实在不行 我就嫁给这糟老头呗 当了压寨夫人呗 别胡说 两个人正说着 外头门板响动 掌柜的自己又滴着东都下来了 两位 这儿不好就得 都请上去 上去 徐医生和海兰珠 正要往上走 掌柜的忽然又说话了 徐留步 徐医生平静叫 没有好脸色 你又让我们上去 又让我们留步 你什么意思 掌柜的把这灯笼割下 说念出事 你是雾脉中人 徐医生这次来 没用假名 因为他在古董圈里 名字是不怎么显赫的 没有什么声望的 想不到 在平安城的客栈的掌柜 居然在这里 一口叫破了他的真实的身份 这可麻烦了 万一有什么事情 引得这些诽谤去报复卖 那可真要打乱了 掌柜的看出他一杀实的慌乱 语调很平淡 伸手一直许成妖间 那一圈 坠着 海底针的黑笔 这东西 是不是叫海底针 许长点头成事 掌柜的呼吸 略险急促了 伸手想要摸一下 许长以为他要所会 便开头说 你想要就拿走吧 这是得为我做些事情 我要不玩鼓动 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这是他 与我家祖上有救 我一直听说 这没见过 这次难得有机会 我想看看罢了 许一掌仇追手 有什么救 掌柜的伸手 点在牛皮旁 那一枚四合如意云的小印上 先前我还不大感人 但是看到 这四合如意云中 多了一轮日桃 我就知道 这叫做破云文 乃是我家的标记 看来 这海底针 是我家祖上亲手打之 这话一说 许一掌吃惊不小啊 这海底针 是乾隆年间 一位姓欧阳的能工巧匠 所打造的 当时那位欧阳公家 犯了事 姓的五脉 顶力相助 才逃过了这些 欧阳公家为了报恩 又被五脉 夺身打造了 这么一套鉴定工具 完全贴合五脉的鉴定手法而成 所以被历代奉为宝具 想不到在这平安城的土匪窝里 居然碰到了一位厚人 居然碰到了一位厚人啊 从局中局三 略报清单 作者 马国庸 演播 爱宝阳 每个人话一出口 其一声吃惊不小 想不到 在这平安城的土匪窝里 居然碰到了一位厚人 看他能一口叫出这个牛皮小微印的这个样式和名字 看来就是多么是真的 您信欧阳 不错 刚才你一量出来我就认出来了 我家曾祖父曾经留过遗言 若遇此物 即是恩人的后代 就算是死地 也要留三分的青年 走 跟你 你 你的意思是 取程有所移动 掌柜的 语气之中带着几分讥讽说 你带钱的人情了 就算留到了现在 也算不得什么了 不过 就算我想救你们 王团夫也不会答应他 看在这海底针的份上 我答应你 快好好地照顾这位姑娘 不会让险杂人等来骚扰 我能做的 就这么多了 好 如此 多谢了 西医生知道啊 这就算是运气好了 不然 身处这一伙如狼似虎的匪徒之中 海澜珠 一个守护夫妻之内的姑娘 如花似玉的 那 那真有危险啊 快上去吧 不然王团夫又该回忆了 掌柜地催促着 三个人爬到了地面 海澜珠 贪婪地 深吸了几口空气 胸口起伏着 引得周围几个匪兵窃窃私语 掌柜地带着他们 离开了丑黄庙 来到了他街上 过不了多久 许医生看到 迎面又有几个士兵 压着两个人 从县衙门走出来 不用问 那是黄克吴与富贵 几个人见了面 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呀 可爱着 这个掌柜子在旁边呢 只好是用眼神 简单地交流着 掌柜子说 徐先生 你的马车就在城门口呢 随时可以走 海澜珠姑娘 得跟我们回去 海澜珠看了徐城一眼 忽然伸过了手来 像洋人一样勾渡了他脖子 下巴垫在他肩膀上 泪如雨下 哭着说 一定要来接我哦 可别把我依然扔在这哦 徐城浑身一僵 下一时又把他给推开 海澜珠弟兄说 坐西向点啊 他的那不会起呀 徐城斜眼 看了一下 站在一旁的兵匪们 知道海澜珠说 错 王少益之所以放心 把徐城放回北京城 因为 有两条人命的 这个投兵状以外呀 那就是扣押着 海澜珠这个人质了 海澜珠越是表现得不舍 这枚筹码才越有价值 他的处境就会越安全 于是 徐城 裂带尴尬的 拍了拍他的背 海澜珠伸手 推开徐城 擦了擦眼泪 一甩头发 对掌柜的说 带路吧 我可得住间上坊 太破的地方 我可受不了 掌柜的面无表情 很小 王澜峰吩咐过 不会亏待你 海澜珠就这样 被掌柜的带走了 其他人则被押送出城 马车就停放在城门口 上头居然还挂着一盏 白纸的灯笼 那上面还沾着斑斑的血迹 显然 是刚才欧阳掌柜的 在阴司间里提的那一盏 车 就是王少医 送给徐一成的警告 马车夜行十分危险 远马不失路途 随时有颠覆的危险 可是徐一成一秒钟 都不愿意多等了 上了车就吩咐 回北京 越快越好 副卫和黄克武剑 他脸色贴轻 不敢多问 赶紧上车 马车朝着北京城 淋淋的驶去了 徐一成在车里边 把阴司间里的事情一说 黄克武和富贵大为震惊 这个王少医一步三算 手段还是如此的狠辣 不愧有恶诸葛之名吗 富贵说 你也忒烂好人了 能从他手下逃生 那就算侥幸 你还想救别人 徐一成神色黯然说 哎 两条命啊 就这么没了 哎 谁知道 比王少医和日本人 之前害过多少人命 黄克武犹豫了一下 对徐一成说 徐一成 我觉得呀 这回你可能弄错了 嗯 徐一成缓缓地转过了头 眼中揍出了不解的神情 黄克武在怀里边 取出了一个东西 徐一成一看 李克分辨出 这是一块石碑的碎片 他面露不解的神情 黄克武说 你们被带进城隍庙以后吧 我和富贵叔 被押到城隍庙 隔壁的县衙 关在监牢里边 我挺生气 我只质问看守的人 怎么把他们当犯人呢 啊 知道不知道 我们是徐一成的人呢 看守的人说 这就是平安城的规矩 怕你们乱说乱动 等到王团富谈完了 自然会把你们放出来的 关在这儿 又不是你们一家 嗯 什么意思 还有别人在监牢里 嗯 还有几个人 都是短装打扮 抱着胳膊 站在这个监牢里 表情都有些不高兴呢 黄克武回答着 富贵 我重说了 这客栈里 还有两只金蝉 看来 王少议出货的人 不止我们 这些人估计啊 是其他两位老板 带来的保镖 其一场叹息着说 哎 估计他们现在也活不成了 对王少议是故意把人分开 他们不就生一个灯死啊 嗯 其实啊 监牢里还有其他的几个人 大多是这伙人 从附近乡村里绑架来的富货 那都是准备勒索赎金的 不过其中的一个人 这跟咱们有关系 黄克武是不会买官子的 他继续往下说 那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 身穿着探险的短装 鼻梁子上还吓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他还听到我们提你的名字 就从地上爬起来 问我们 认不认识许一诚 他听口音吧 挺怪挺怪的 说不上是哪儿的人 许一诚眉头一挑 云云约约的 哪点不妥 母后有三 对对对 就是就是那个 慕虎有三教授 他说他是许先生的朋友 慕虎教授说 他是跟随支那风土考察团来北京的 与您偶遇一见如故 只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去清华拜访您 几天前 支那风土考察团组织了一次北京附近的田野考察 他也参加了 结果在尊华附近遭遇了土匪 考察团主力及时撤回了 他运气不好 被土匪给绑回来了 关在这个地方 那刚才他听见我们两个提起了许一诚 这才爬过来问我们 许一诚听到这儿 脸色微微发白了 他不是担心慕虎教授 而是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他有一个假设 他认为 陈维里之词和支那风土考察团来中国的目的 密切相关 支那风土考察团寄予东陵 雇用盗墓贼来盗挖书胜黄贵飞墓 所以只要查出盗墓贼的来历 就能够顺通摸挂找到和日本人的联系 这也是他潜入平安城的根本的原因 墓虎教授 墓虎教授出现在平安城的监牢里 却让他的这个推论变得极其可危了 东陵盗墓者是马福田 王少义的诽谤 这个诽谤 袭击了支那风土考察团 绑架了墓虎勇三 这就等于说 盗墓贼和日本考察团之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合作的关系 因此 许渝成的这个推论 从根子起就错了 这样一来 许渝成推断日本人 觊觎东陵的这个证据 也只是那半张纸上的这个零字 和五个指头印啊 从证据上来说 这太牵强了 换句话说 这次来平安城付出的这个代价 很可能不会有任何束缺的 一想到这儿 饶氏许一成的这个冷静 他那个后背上 也渗出了细细密密的一层汗来 但是很快就调整了思绪了 就算 与威力之死无关 如今 也已经无法回头了 就还拦住消息 揭发动力道绝 这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黄克武看许一成的表情 迟音迟情 唯恐他忧虑过重 就岔开话题 说 一说 你确实认识这个木户教授吗 许一成虚弱的 点了点头 一面之缘呢 不过这个人是个书袋子 倒没什么心机 这次来中国啊 就是单纯的想做学术 对了 木户教授还说了什么 你手里那个残碑的碎片是怎么回事啊 黄克武继续讲着 哦 我在监牢里 告诉木户教授 许说 现在正在平安城谈生意呢 谈妥了 正确把你带走 可是木户教授却拒绝了 他说 他说 说他的背后是大日本帝国 他说 这些土匪不敢伤害他 他说 不过他手里有样东西 希望你能够拿给许军 让他转交给戒团长 他说完吧 就转过身 走到了这个监牢的角落 掀开那个烂稻草席子 拿回了一样东西 我一看吧 居然是一块碑石的残片 上面还刻着几个字 看这个字体吧 像是北魏时代的 这个东西已经碎成了这幅样子 不值钱了 无论是土匪还是监牢里的人 都懒得去抢这个东西了 木户教授 把残片递给我的时候 还一脸的痛惜的样子 他说 他们在这次田野考古中 发现一个半挖开的北魏古墓 正在勘察 结果呢 遭遇了这些土匪了 这些人只顾着掘开墓穴 翻找陪葬品呢 根本不注意记录开墓后的物品的次序 和泥土的分层 本来这块石碑保存是完好的 结果被这些人搬起来 砸开墓门 活活就给敲碎了 他说 他用尽了力气 才抢回这么一块残片 他说 这可是北魏的古碑呀 如果及时踏下碑文 说不定可以解决许多的中古历史的疑问 怎么就给砸了呢 太可惜了 黄克武自己也是个爱惜古物的人 所以对幕户教授的遭遇感同身受 那些土匪根本什么都不懂 在他们的眼里 只有金银珠宝算是好东西 其他的能撒就撒 能毁就毁 多少东西就是这么没了的 幕户教授 让我把这个残碑收好了 还仔细的盯住说 说这样东西 一定得送回日本才行 所以务必妥当的把他带出去 还说 至于他呢 你们不用管 然后他又絮絮叨叨的 说了一大堆我们听不懂的话 哦对了 他说话那表情吧 真许说你 看考古的时候这个表情特别像 黄克武知道 玩古董的人里 颇有爱物成吃的 有石疯子 善疯子 敬疯子 这位教授 可真称得上是位考古疯子 只要能保住这个残碑 他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了 他是法子内心的 喜欢这些东西啊 五脉里这样的人都不多呀 黄克武 自幼接触古董圈子 所见所听 全都是各种利益 他看到幕后教授这种痴人 内心那个震动 尾声是不小的 启诚 面沉入睡 陷入了沉思 黄克武接着说 对了 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呢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告诉布护教授啊 我说 这古碑是我们中国的 应该留在这儿 可是布护教授 谁瞪着我 他问我 打算把它放在哪儿保存 我一下就给问住了呀 现在兵荒马乱 人都活不了 更别说一块骨碑了 幕后教授告诉我 说日本有一流的博物馆 这东西放在那儿 可以得到最妥善的保存呢 说这一点 说你们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说 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这个文物 就该给它找一个好的归宿 而不应该带有国别的偏见 和民族的情绪 西上看着他 怎么 你觉得这些话 有道理吗 嗯 我 我就是觉得吧 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可我又说不上来 木户教授说 文物的存续是数千年的事业 跟这个相比 国家的姓王 那就是几十年呢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与其政治国家的归属 不如考虑谁保管的更好 让他能够延续的年头更多 许一诚听完了 眉头微微的照起来 才是这么说的吧 嗯 西上把眼神 移向了车厢之外 语气却郑重起来 你听说 昭陵六郡的故事吗 嗯 唐太宗的昭陵吗 唐太宗生前 有六体色迹 分别叫做全毛光 十伐翅 白鸡鸟 特勒彪 青椎 萨鹿子 他希望死后 也有这些骏马 陪伴左右 就让严厉本作画 严厉德雕刻 在昭陵里 摆了六块浮雕 那都是无伤的真品 可是在民国七年 有个叫做 卢秦斋的古董商人 把全毛光和萨鹿子 全都撬起来 以十五万美元的天价 卖给了美国人 为了方便运输 他们居然把这些浮雕打碎 装上轮船 卖去了美国 黄哥我听到这儿 人不有的恶励声 浮雕跪在完整吗 他们居然 只是为了运输的方便 就给毁了 这个手段实在是恶劣啊 另外 那四批 在民国十一年 也被卢秦斋锁到 幸亏在运出西安的时候 被截获了 总算是保留了下来 所以 可问你看 文物之爱 没有国别之限 但是考古学家 却是有祖国的呀 美国人 肯花这么大的价钱 来买唐代的浮雕 确实是热爱我中华的文化 可你看看 这六郡的遭遇 若是怀了独立之心 无论迈到什么国家 那都是一场灾难 日本人 对我中华文化之热忱 官决全球 爱之身 因此才贪之切 爱无成吃 比这害人性命之势 无脉也不少见 何况日本呢 你可要留点身呢 黄可无脸红了 他点着头 启程重新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沉思 这一夜 总算是老天爷长了眼 马车一路狂奔 居然一次都没有被勾勾 侃侃所绊倒 马车跑到北京城 西着门外的时候 恰好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不过 跑到这儿 马车的速度不得不降下来了 富贵从车厢里探出了头 发现这一大早的 通往城外的路上 居然乱哄哄的 有好多的行人 有扛着大包小包的 有头裹着绷带的 有拎着藤木箱子的 这些百姓 这些兵顶 这些小商人 还有不少戴着眼镜和礼帽的政府官员 这些人好像逃荒似的 从西着门的城门里 就都涌出来了 他们朝着城外跑 在黑暗之中 哭喊争吵声不断 时不时的 啪啪啪啪 还有冷枪飞过 许一城一直认为 东陵师妾和日本的考察团 有密切联系 只是没有实质证据 而这一天 他的推测终于得到了 间接的证实 不但替许一城 大了愁名状 还扣押了海兰猪 在手中 作为人质 马车 好不容易挤到城门边 突然 一个黑眼斜斜的冲过来 一把拽住了冤马的将士 大声的喊着 哎呀 你们 可回来了 许一城等三个人 定睛一看 居然是要来 这么黑 这么乱的地方 他能够分辨出这辆马车 可真不容易 许一城问 要来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大刘呢 要来带着哭签喊着 哎呦 可 可等到你们了 大刘的 他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这件事情 要从许一城离开北京以后说起 刘一鸣本很想跟去平安城 可是许一城告诉他 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设法查清枪击事件的主谋 刘一鸣很高兴被违派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使命 这说明了 这说明了许一城已然将自己以为了心腹 他现在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到底是为了把许一城扶上位才如此尽心 还是自己打心耳里就崇拜这个人呢 不管怎么说吧 黄克武只是去做个保镖 跟着许一城就好 而调查枪击则非要头脑和行动力不行 那么这件事情只有他能做 刘一鸣有这个自信 那颗子弹已经从红斌楼里找到了 他先穿过了一名警察的肩膀 击碎了玻璃 然后深深的嵌入里尖的一根红漆柱子里 本来京师警察厅没有技术力量来做鉴定 可巧 富贵任是一位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枪戒迷 以个人的身份帮忙考察了一下 还咨询了几位洋人朋友 最后得出了结论 这枚子弹是英国产 里恩菲尔德弹夹式短步枪MKV的特制弹药 这一种枪制造工艺是比较复杂的 不适合列入制式的装备的 所以只生产了两万只就停产了 但是这型号 比起普通量产的步枪来说 远距离时的射击的精度更高 所以多被私人收藏 在中国 极少会有人拥有这种步枪的 换句话说 对许一成的袭击 不可能是游荡奉军的榴弹糟火 绝对是一次处心积虑的刺杀 而且刺杀者能够动用 带着弹孔的这柱子前边 眯着眼睛朝前看 事先穿过玻璃窗 一直看到了红宾楼前的那一排民房 里恩菲尔德MKV的有效射程 有一千嘛 差不多相当于两里路 那么刘一鸣 只要以红宾楼为原心 画一个半径两里的园 在这条园里边的民房屋顶 那就都有可能是杀手射击的阵地了 刘一鸣又排除掉了几间 明显不适宜射击的屋子 最终锁定一间小瓦房 这间瓦房已经废弃很久了 没有人居住了 又是临街而起 杀手可以在不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 攀上去埋伏 然后在射击后再迅速的离开 在这间瓦房里 刘一鸣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但是他在周围的居民里 挖出了一个目击者 那一老太太跟他儿子住 枪击的大碗 他跟儿媳妇找了一架 结果被赶出门去了 这个老太太又羞又恼 在胡同口那生吻气呢 他就看见一个神 从后节走过去 格头很高 那肯定不是街坊啊 这人的背上还有支枪 老太太还以为是奉军的伤兵呢 美感之声 算算时间吧 这事啊 差不多就是枪击前两个多小时发生的 刘一鸣问老太太 说这个人还有什么特征啊 老太太想了半天 说 哎呀 我记得他那个右腿啊 好像是有点瘸 除此以外 也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紧接着 刘一鸣又去了大华饭店 支那风土考察团 是枪击事件最有嫌疑的团体 需要进一步的接近 启程已经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那么刘一鸣呢 他还是生鸣正适合接近 可刘一鸣到了那怎么一问 掌柜他告诉刘一鸣 靠他团前两天就离开北京了 去哪儿不知道 但这个房间还留着没退呢 刘一鸣很失望的离开 可就在这一瞬间 他看到了一个人走去饭店 虽然这个人一身马褂 跟寻常的中国人毫无二致 可是浑身透着金开 让他和周围族人显得格外的不同 刘一鸣那是古董世家出身 眼力自然不弱呀 他一扫过去 立刻发现这个人虽然是激励掩饰 但右腿呀 确实有点缺 问掌柜 这个人是谁 掌柜的说 他不住这儿 但是经常过来跟考察团的日本人接触 到底是哪个人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人几乎就没有开口说过话 刘一鸣立刻意识到 这个人就是他一直要找的人 他离开了大花饭店 远远地跟在这个人的身后头 紧跟着一路往南走 这个人走起路来 腰杆挺得笔直 走的路呢 也是一条直线 从不东张西望 此时的北京 已经接近了临战的状态 南方的战事越发不利 报纸上的传言也越来越多 街上的行人就越来越稀少 大家都是行色匆匆 在这种情况下 跟踪这样一个人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一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逐渐拉近了 与这个人的距离 他那呼吸也慢慢地变得急促了 这个人如果是杀手的话 发现有人跟踪 很可能就要痛下杀手啊 到时候您别说报警了 您就是当街喊 都未必会有人打理 前方是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人走到了路边 突然他停住了 刘一鸣的心跳 顿身露了一拍啊 前方明明没有车 为什么他会停下来 是他想起了什么事情 还是发现了自己在跟踪呢 刘一鸣 正犹豫 是紧跟一步上前呢 还是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呢 这个时候一只手 从后边搂住了四脖子 然后一个声音传过来 李杰证找你呢 还在瞎玩 刘一鸣还没来得及反应呢 那只手已经钉住了四脖子 被他给拽到了一边去了 刘一鸣侧头一看 居然是要来 要来也没去平安城 徐城怕他大烟引上来 惹事 刘一鸣调查的时候 也没叫上他 让他老老实实的在家带着 刘一鸣没想到 他突然跑出来 把自己给拦住了 他没头一皱 正要说什么 要来 却用严厉的掩饰一蹬着 你疯了 有这么跟人的吗 他看头朝鲜看了看 又故意被他在门提高 买大爷 你找我借钱呢 偷你爹的宝贝说怎么回事啊 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以对 以为这刘一鸣啊 就是一败家子儿 被人当街给逮住了 刘一鸣有点怒 这明明是要来自己的事 怎么偏偏往自己头上摘呀 但是 要来是为了救他 刘一鸣不好发作 心想这小子啊 可真快找什么报复啊 要来 又叙叙叨叨的说了一阵 把刘一鸣脱开 悄悄的探头去看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刘一鸣不瞒的看看又来 你说你 我好不容易才跟上他 被你这么一叫 丢了吧 要来怂了怂鼻子 不以为然的说 你 你这也叫跟踪了你 啊 你就跟弟弟的萝卜似的 当人揪出来吧你 你没看出来呀 那家伙站在路边 那右手正往外衬呢 你要是太靠近 保不齐就出什么娄子了 要不哥们及时给你圆场 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刘一鸣说 前两天 也不知道是谁让我给跟上了 那哥们急着买烟土 哥们一时疯忽 平时那哥们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不会犯这种刺的 刘一鸣说 别贫了 现在人跑了 怎么办吧 又来笑嘻嘻的说 放心嘞 哥们有几个小兄弟 最擅长跟人了 有他们轮流钉的 跑不了 不过 我说你 有点 有点 馋 说完 他搓了搓了手 手指头 刘一鸣知道 这小子结交广泛 三教九流都认识 这是要酬劳了 没好气的说 只要能找着 我自然有钱给你 嗯 又来说 行 行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要来的这几位小兄弟 确实厉害 没过多久 就传来了消息 那个人出了南城 进了附近某个货站 一直没出来 要来朝刘一鸣讨要赏钱 刘一鸣只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 要来拿的钱 朝远处一招手 三四个衣衫褛褛的小脏孩跑过来了 刘一鸣这才知道 要来嘴里的小兄弟啊 嘿 感情就是京城的流浪儿 要来自己一分没留 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他们 说 买点药糖去 吃去吧 吃吃 那些孩子 关天洗地子走了 这留下一个台路的 要来看看刘一鸣 这些娃娃可怜 没爹没妈的 我就当替你做上事呢 刘一鸣面色一半 别废话 赶紧带路 北京城里寸土寸金 所以从南边来的客商 都把大宗的货物 囤到城外不远的地方 久而久之呢 就形成了一大片货站 货站 一粒是条砖平顶 长长的一粮 刘一鸣可要来 找到的这个货站呢 那发现是一处私人产业 上面写着几个日文字 四面远远 四面远墙围重 栽种着一圈杨树 朝东边呢 是一个供车马进出的大门 货站里头有四列长条的仓库 中间呢 用防火带隔开 货站门口有人看着 进不去 四面围墙又特别高 刘一鸣和要来 躲在附近的一个小土地庙的边 刘一鸣问 确定看见那个人进这儿了吗 要来跌了点头 那群野小子 天天城里城外跑 北京啊 没人比他们更熟这些 鸡小嘎咱的事 跟着他们来的呢 小泥猴 穿的这衣服是婆婆懒懒 鼻头上还沾着泥呢 头发乱糟糟的就好像鸟窝 他看见要来 把细瘦的胳膊伸过去 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要来问他找到什么宝贝了 小泥猴说 是从那个火站出来的 马车上掉下来的 让他给剪住了 要来一通刘一鸣 刘一鸣不情愿的 又拿出一块糖来给他 小泥猴一口就把这个糖给吞下去了 扎了扎嘴 这才把手松开 把一个小巧的油补包量出去了 要来一看这个油补包 脸色顿时就变了 仿佛出电似的 身体猛然往回这么一缩 刘一鸣有点大味 这油补包还没打开呢 你怎么就怕成这个样了呢 要来躲得远远的 这个手就抖啊 你你拆 你拆 刘一鸣把这个油补包打开 里面是一片压成圆饼状的黑东西 他就问要来 这什么呀 要来喘息的说 这叫上所买的 那个一颗金单的 不过这是没装盒 压毛的这个圆单 不是你拿圆点 拿圆点 不然我这银头就上来了 刘一鸣已经 再仔细一看 确实说上次 要来在青楼买的那个玩意差不多 他说 徐叔 不是给你吃戒严药了吗 要来气急败坏的说 不是来 那那那也不能缝我眼睛边 这个 不是多远点多远点啊 您您自个儿琢磨吧这个 眼看着他那个眼泪和鼻里就下来了 赶紧的连滚带爬 躲得圆圆的 刘一鸣问你以后 是不是马车上都是这个东西的 你以后点了点头说 是 翻过里堆的 还有好多呢 刘一鸣大惊啊 他本来是想追查 刺杀徐一城的凶手 可是没想到 找到离处 烟土大仓库啊 这个货站不小 如果都堆满了 这一颗金丹 那个两颗不小啊 刘一鸣记得要来说过 这一颗金丹 是大连鸣日本厂的产品 而他想不通的是 指那风土考察团的人 怎么跑到藏烟土的货站来了呢 难道这些人打着考古的旗号 其实是来翻烟土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朝着诡异的方向 偏离了 刘一鸣把这价值连城的东西 扔到了泥地里 脚狠狠的粘了几下 这头化为渣子 这才大秀 他把药类叫回来 药类一脸狼狈 听说整只火仓都是这东西 不由他把眼睛都瞪圆了 这 哎哟 这可够整个华北抽半年的啦 这 这不明白这是欺负人们 这这个 刘一鸣一听 赶紧问 什么 欺负人 欺负谁啊 要来晃着手指头 不是那个 这北京市面啊 嘴多的就是 国产的 硬盘鸦片 不如一颗金丹 可是呢 剩在便宜上啊 哎呦 如果日本人 把这么大的一笔货放出去 那价格再降下来 这国产货 可就一点活路都没有啦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原油 刘一鸣 眯起了眼睛 他 想得比要来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 马国庸创作的古董局中局三 月王清单 我初年 北京进过一阵烟 很快 袁世凯开始收鸦片税 从此又死灰复燃 此后 历届北洋政府 对鸦片都表面上反对 私下里注入 个别的如曹昆等人 还要搞官卖军卖 所以这些年来 别看民间的禁言声一直很高 官面声呢 也一个又一个的禁令的颁布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 却是愈演愈烈 日本人如今要横插一杠子 这是打算 趁张作霖溃退 革命军卫及北上的政府力量真空梯 趁机攻占整个华北的鸦片市场 哎哟 所图非小啊 没抓着古董 却引出了大烟 这个意外之毒 让刘一鸣是哭笑不得 他扶了扶眼睛 盘钻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 要来忽然把刘一鸣的脑袋安心去 忽然的门忽然开了 从里边走出了一对人来 刘一鸣一眼就看见 那个高个身在其中 但是要来一声滴滴的哎哟声 让他把注意力 放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 那些一个中年人 面如药莹 正是药肾行 难怪要来差点喊出声音了呀 五脉的下一任组长 居然背地里 在存鸦片的仓库 跟日本人见面 这个惊人的发现 让这两个年轻人一时间 都僵在那了 动弹不了了 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局面了 远处的人浑然不觉被窥探了 两个人简短的交谈了几句 然后握手告别 要慎行没叫黄包车 而是谨慎的步行离开 很快就消失 要来弟兄说 我我觉得 我这跟鸦片的事没关系 他就借这个地方 他谈别的事呢 他看见刘一鸣 眼神狐猎 又赶紧接着说 摩天 那一向最讨厌鸦片了 他对那玩的过敏 得病的时候 医生都不敢用 要来再叙叙道道 刘一鸣的脸色 去阴沉下来 如果不是为了毒品 那只能是为了古董的事了 许一成一直认为 东陵师妾和日本的考察团 有着密切的联系 只是没有实质的证据 这次算是见解 被证实了 可妖神行在这里边 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刘一鸣看了一眼 要来 把这些揣测 藏在了肚子里 不自恋心啊 他现在可不知道 这要来会怎么想 这个时候 要来突然大喊一声 不好啊 刘一鸣抬眼去看 发现高个朝着土地 闹着冲过来了 一个土地非常快 来势汹汹 明白着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刘一鸣一惊 一定是刚才他们俩 被钓扇形的突然出现 给吓住了 背伤露出了破绽了 这个日本人的眼神 非常的可怕 跟鹰似的 邓一鸣呢 给这一眼都疼 他跑得非常快 刚发现他们俩 三步两步就扑过来了 刘一鸣刚来得及 把这个要来推开 要来 若不是平时习惯 躲得跌跌的猪板子呀 油滑得像泥球一样啊 只怕也被抓进去了 他跳进了小河沟 脚性逃走了 刘一鸣 却被日本人带回去了 要来不敢回五脉呀 生怕被他爹爹发现 也找不着人商量 只好守在了西志门城外 等着徐城他们回来 听要来讲完了遭遇 所有人都杀了 要慎行这个人 平时全域心重了点 可是做事还是严谨的呀 恪守压规呀 徐城慢慢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去南城的货站 跟日本人碰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富贵率先大破了沉默 事不宜迟 我们先去救人 再说其他的吧 其他人对这一点没有意义 于是马车即刻掉头 在要来的指引下 朝着南城外的货席飞奔而去了 中途富贵还碰见几个熟悉的长警 他告诉这几个长警 又不查获的机会 警察说 查获 什么意思 那就是敲竹杠 这可是个肥拆呀 于是那几个警察 兴高采烈的就跟来了 普贵问警察 怎么这个北京城突然变得这么乱呢 警察告诉他 原来呀 今天下午 一股浓烟 从总统府飘起来 缭绕了他半个浮游街 半个北京都看得见呢 都说呀 张的总统准备炮物会灌卖了 所以要把什么机密文件 都给烧了 本管是不是真的呀 老百姓都真信了呀 都开始收拾东西 往城外跑了 吴玉文自己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京师警察厅 已然陷入了瘫痪 更别说为吃止安了 总之一句话吧 北京城现在是彻底的乱了套了 他们回来呀 可真是时候 这一行人来到了货站 正赶上 晨曦出亮 货站里头 隐隐约约的还亮着灯 门口还加派了两个人颤抗 一副如灵打敌的样子 看来对方已经有了戒备之心了 吴玉城啊 怎么办 咱们直接冲进去吧 吴玉城对考古很熟悉 对这些事情 他是完全无知的 富贵没有搭理他 直接砍枪了要来 你说 你看见他们晕烟头出去了 要来一派胸铺 也得没弄 因为那是义和金丹 那又是好货子 富贵点点头 围头对金丹们说 听见了 这里磁藏烟土 我得好好的查查 没个意义 看了 你看好嘞 金丹们发出了一阵 兴奋的议论声 摩拳擦掌 烟土这个东西 虽说广为流通 但是明面上 还是属于违禁品 历届政府 暗地里纵容 但是从来不敢 公开宣布鸦片合法 所以警察 最喜欢查进这类东西了 史出有名 有水封后 富贵心系如发 早看见货战前的日本字了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这些长警胆小如鼠 不会去招惹日本人 他这查尽鸦片的名义 厚力当头 就能鼓起他的勇气了 富贵叫上四名警察 警知走了进去 到了货站的门口 那个守门的鹤令站住 富贵把自己的证件一亮 冷冷地说 影视警察听 现在怀疑你们这里私藏大爷 守门的面面相去 有点不知所措 其中一个人说 我们这里 是金泽诸事会社的产业 不回中国馆 富贵脸色一沉 放屁 这又不是租界 只要是北京城 就是我们警察厅的地盘 他一挥手 四个警察猪狼四虎 就被这个守门的枪啊 给吓了 直接摁倒在地 富贵双手一动 两个的下巴手腕的 就都给泄了 没有伤他们的命 但是战斗力 那是彻底的给废了 这个手段 让黄克乌脸色一沾呢 如果是换了他 那对方就是找根绳子 把他捆住 大毛巾 把他嘴给塞上 可没富贵怎么狠呢 富贵打开了火车的他们 让藏在附近的 许、黄、耀这些人过来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还喊着 搜长 搜长 那几个警察这个兴奋劲啊 一个个抄起了警棍 吆喝着 奔向火仓和值班师 归会儿功夫 他们就撵出了七八个人 大部分是中国人 还有两个日本人 这些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 嘴里嘟嘟囔囔的 对突如其来的搜查 打为不满 砰 富贵掏出了手枪 朝天开了一枪 大声的喝道 警察办事 都给我扒下 那些人立刻趴在地上 双手抱头 比兔子都利索 这个时候 在黑暗里 传来了 哎呦哎呦的几声惨叫声 富贵顺着声音看 看到了两个警察 从火仓里飞出去了 摔在地上 他背头一皱 这两个人 虽然不是什么枪手 但体重在那排着呢 现在居然被人 直接就给扔出来了 哎呦 这对手 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又是两个警察冲过去 很快 也惨叫着 躺倒在地了 这个时候 火仓的门口 出现了一个高大 鬼谷的身影 要来一致 就是他 就是他 跟着他 找到这儿的 那那那一鸣银 就是让他给抓走的 许一强 对副贵顺 这个人 我在大华饭店见过 解答副身边的 我怀疑的是个军人 小心 正说着 黄克武已经铺上去了 与那个人 站成了一团 黄克武是 行一拳的高手啊 起手不留情面 而那个人 左支右挡 显得游刃有余 如果有练甲子 他旁边就能看出来了 这个人动作洗练 只是在试探 黄克武的拳路 等到了十几招之后 他突然抬起了右拳 朝前猛然这么一次 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呀 黄克武双臂急忙一疯 却感到一股 巨大的力量就涌过来了 黄克武扑腾一声 仰面跌倒在地 那个人晃晃脑袋 发出了咯啦咯啦的声音 凶寒无比 黄克武从地上跳起来 大吼一声又扑了过去 那个人没有想到 黄克武居然这么快就回归了气啊 两个人大成一团 这个时候 整个霍占大园啊 都被控制住 所有人的注意力呢 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许怡成不会功夫啊 只能旁观呢 他看得出 那个人那个拳发 简单 直接 一点花价都没有 力量非常大 黄克武虽然身体素质好 但是 林迪的应验就差了很多了 那完全就是出于下风 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时候 富贵如鬼魅一般 钻到了 两个人身旁的货站的台阶旁 就好像一只躲在阴影中的狼 冷冷的叮叮叮叮 黄克武和日本人 又一次硬硬的相碰 结果 他被震退了两步 勉强停止 这俩人分开这一瞬间吧 富贵突然出手 手里扬起了一把白灰 全都钻进那人的眼珠子里头了 哎呀 那人突然遇袭 眼前一黑 忽然觉得呀 这个眼窝生疼无比 他的性子坚然 经过极短时间的惊慌之后 居然生生的忍住 击步后退 谨守门户 黄克武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呀 弓腿一弹 整个人就像泡打一样冲到了 他听前猛的一撞 把这个人撞到在地 富贵毫不犹豫 又一次出手了 这次他撒的不是白色的眼尘了 而是一碗水 那个水 浇在那个人满是白灰的眼窝里 发出湿 一时生日 那个人终于发出了一声惨叫 双手捂住了眼睛 在地上滚 富贵冲上去 嘎巴嘎巴两声 把他的胳膊关节给卸了 这才占近身 黄克武穿着粗气 一连鼻青连肿子跑过来了 低头一看 这才明白 干净这白色的粉末是生石灰 每个货站的嘎吵都会堆放着一点生石灰 在夏天当干燥剂用 刚才富贵估计是随手抓了一把在手里 又抄了一碗手未解渴的井水 这可拍上了大用程 黄克武的心情很复杂 那个家伙的战斗力太强 要是没有这把灰 那肯定是拿不下来 可是师父也教导过呀 说撒石灰 那下子烂的手段呢 学武之人绝不能用啊 富贵看出了他的心思 冷冷的说 我不是习武之人 我是办事的警察 要来这个时候钻进了火苍 把刘一鸣给掺出来了 刘一鸣鼻青脸肿 精神萎靡不振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据他说 被抓进火苍以后 那个人审问过自己被谁指使 还拷打了他一番 但是他一直要紧两官 没说 几个警察 在货站里搜出了不少的烟土 又洗又净 洗的是 这些烟土如果是充公 好大的一笔收入啊 精的是 他们现在回过味儿来了 这是日本人的地盘啊 得罪了这些人 未必会有好果子吃吧 富贵对他们说 别闹起来 我顶着 他们这才忐忑不欢的 开始清点存货 就知手上的同伴 他们找了一间空货舱 把那人给捆好喽 然后取来干布和菜油 替他洗了眼睛 许一诚夺到了他的面前 你是谁 那个人先用日语说了一句 然后用生硬的中文回答说 紫小鹿 勇德 这倒是一个很有中国风味的名字啊 不过 看这个家伙棱角分明的这个面相 他不像是个温温如雅的人呢 你是 是那风土考察团的人吗 我受了不法侵害 我要求联系 日本大使馆 紫小鹿勇德 答非所问 一定要 机械 冰冷 解大府去哪了 我受了不法侵害 我要求联系 日本大使馆 陈威力到底怎么死的 你们来中国到底有什么企图 我受了不法侵害 我要求联系日本大使馆 他就这一句 许诚 相信 紫小鹿勇德 掌握着很多的关键情报 可这混蛋呢 除了冒出自己的名字以外 一直只是在重复这句话 他有恃无恐 这种真相近在眼前 却无法触及的这种憋闷的感觉 让徐一城这喜大意出来 心情极度烦躁 平安城的挫败 让徐一城特别郁闷 现在碰到这么一个闷葫芦 更是让他心服起造 陈威力的死 板张神秘的信签 宝剑图影 指纳风土考察团 东陵道绝 每一个谜团都是彼此关联的 可偏偏就一个没有解开 就像是一个酒连环 他怎么解都解不开了 请